第一章 接近江可化今年26岁 研究生毕业 在临时最好的私立高中 做数学老师 这所高中很有名 清华北大录取率全省排名第二 学校周围的小区非富极贵 想在这附近买房是奢望 所以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公寓 一室一厅40多个平方 干净清爽 每月房租3500 他14岁和母亲一起来到临时生活 两年后母亲再婚 他那时刚上高中正好住校 他一直觉得这样也挺好 母亲有了新的生活 他自己也一样 继父是临时一所初级中学的校长 母亲当年从海城来到临时 便进了这所初中当老师 两年后母亲和继父组建了新的家庭 可化的性子一向沉稳 和母亲在一起 很多事都是他来拿主意 所以当初母亲试探着问他 自己能否再婚时 可化便笑着为母亲送上了祝福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时他的心里有多么难过 爸爸从此以后便只是他自己的爸爸 不再是妈妈的什么人了 他们的家永远地破碎了 没有再修复的可能 他的继父姓姜 姜和湖海的姜 和他的姜同音不同字 但总比别的姓好 起码说起来的时候 也是沾亲带故的 下了班 可化一边往家走 一边琢磨着 给哥哥姜涛打个电话 让他帮忙打听一下海城那边的情况 他想去海城看看爸爸 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这个念想 已经在他心里生长12年 如今已经从幼苗 长成了参天大树 哥哥姜涛是继父的儿子 比可化大三岁 姜涛从小边不喜欢学习 姜涛做出诸多努力 最后都复制一句 这也是姜涛最大的悲哀 交书遇人 遇不了自己人 哥 你在哪儿 可化 我在会所 有事吗 上次托你帮我问海城那边的情况 有消息了吗 目前还没有 我也托了几个朋友打听 但我的朋友都够不上这个等级 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我知道了 谢谢哥 可化有些落寞 刚想挂掉电话 又听到姜涛说 有一个人倒有可能了解到 只是我说不上话 是我们会所老板的客人 可化的心里 突然又燃起了希望 可化你也知道 他们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利益关系 我不确定老板肯不肯帮忙 我只能去问问 不过那人今天就在我们会所 他若是能帮忙 很快就会有结果 那我等你消息 好 可化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 手里握着手机 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 下个月是爸爸的生日 他希望在那之前 他们可以父女相见 他不知道 哥哥能否找到人帮忙 可听哥哥的语气 希望很渺茫 可化不禁想起小时候 他和父母生活在海城 母亲是中学老师 父亲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后来父亲的公司越做越大 在他十岁时 父亲已成为海城 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家 时光荏苒 转眼已过去了这么多年 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后面的是 他不敢再想下去 那是他多年以来的噩梦 挥之不去 他想了想 与其在家里这么干等下去 不如去会所找哥哥 再商量商量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化了穿上大衣 往门外走 一边走一边在手机软件上叫车 他住的地方 离哥哥所在的会所 可化上次来会所找他 还是在两年前 那时他刚研究生毕业 回到林氏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找哥哥 让他请客吃饭 可化进了会所 这是一座独栋的五层大楼 一楼大厅装修的高贵典雅 每一块地砖 每一个摆件都恰到好处 大厅里还摆着一架钢琴 他从旁边走过 一打眼便知道 那是一架贝西斯坦钢琴 钢琴中的王者 他怕江涛再忙 便没有直接打电话 走到前台 问那个穿着气泡的漂亮女孩 不过他现在很忙 那我在沙发上等他一会儿 谢谢 他坐下给江涛发了的消息 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会所 让他不忙十来间下面 几分钟后 江涛就从电梯里出来 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可化 几步走了过来 可化 你怎么来了 哥 我过来看看 还想和你商量一下其他办法 我问过老板了 他说帮不上忙 那人向来殷勤不定的 他不想去招惹他 他是什么身份 知道吗 具体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 政商两届都有背景 可化点点头 这样的人确实不好接触 况且 他又有什么理由 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去打听一个罪犯的情况呢 可化收起失落 笑着对江涛说 哥 你去忙吧 我先回去了 江涛看着可化弯弯的眉眼 心里突然想起 刚见到可化那年 他因为不肯复读高三 而被父亲拿着衣架追着打 是这个16岁的女孩 站在了父亲面前 说人格有志 不要强求 可化 再等等 江涛准备再给老板打的电话 还没等拨号 恰巧看到老板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会所老板40多岁的年纪 身材有些发福 江涛忙走过去 老板 之前跟您说的是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老板没有看江涛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可化身上 这就是你妹妹 是的 可化向老板点点头 你好 老板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可化的身段 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化不会不懂会所老板的意图 但还是慢悠悠地问 是什么办法 您请说 我们那位客人本事很大 但毛病也很多 就看你能不能搞定他了 请您给指个方向 可化客气地说 涛子 拿瓶红酒让他送进去 试试运气 酒算我的 别说我没帮你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 没给江涛和可化任何发言的机会 做不做就看他们自己 江涛看向妹妹 可化 你回去吧 他们不好招惹 可化站在原地没有动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哥 你说我今天好看吗 江涛没反应过来 点点头 好看 你一直都很好看 可化抬起头 微笑着说道 哥 帮我去拿瓶酒吧 你们老板送得出手的那种 第二章 请求 江涛看着他 可化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一旦招惹上他们 后面的事情 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哥 我已经等了12年 我爸爸已经50多岁了 如果我再不去找他 不问出当年的真相 我不知道 此生还能不能与他见面 会不会留有遗憾 但我现在连他被关在哪都不知道 你爸入狱的时候 你年纪小 但妈肯定是知道真相的 难道他一点都不愿意告诉你 关于你爸爸的真实情况 江涛问道 可化摇摇头 想必妈妈是恨极了他 从不肯提起 更不会允许我去找他 况且 他现在过得很好 能从抑郁中走出来不容易 我也不想再唤起 他那些痛苦的记忆 就让我一个人折腾吧 相关部门也查不到吗 江涛问道 我和妈妈的户口 本早就和爸爸分开了 我去查 需要有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势必会牵扯到妈妈 那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 江涛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去酒柜拿了一瓶红酒 放在托盘上 递给可化 他们一起上了电梯 509包厢 里面有四个男人 坐在正位的 就是我们说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 有事就喊我 可化看看那瓶红酒 哥 这酒多少钱 三万多吧 他们平时比较喜欢点这款 江涛说 可化别别嘴 心想够他一年的房租了 告诉你们老板 这酒钱 我后面还他 江涛看着可化 我会给的 放心 到了509门外 可化把自己的大衣递给了江涛 一只手拿着托盘 另一只手去敲门 他听到里面有人回答 才推门进去 这是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包厢里的光线很昏暖 他稍微适应了一下 便环顾四周 怎么看 都不只是四个男人 确切地说 是四个男人 和三个女人 可化心中已了然 有喝酒的 就有陪酒的 离门最近的男人 穿着件白衬衫 最先看到他 哟 这个不错 战哥 你看看 可化顺着白衬衫 男人的目光望过去 他叫战哥的那个男人 坐在正位上 只有他的身边是空的 还缺一个女人 他轻轻转了下头 扫视了可化一眼 说了句 看不清 便低头看手机 包厢里放着音乐 还有人在对着屏幕唱歌 但这句话 可化还是听清了 那声音似乎很有穿透力 穿白衬衫的男人叫向天 他笑着对可化说 你还处在那干嘛 还不快过来 让战哥看清楚 可化走到陆之站对面 把酒轻轻地放到桌子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身上 他觉得自己 有点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他有一刹那的局促 一个呼吸的功夫 便又恢复了平静 他早就学会了波澜不惊 所有的紧张和恐惧 都在十四岁那年用完了 从那以后 他变成了现在的性子 他在陆之站对面的桌边 蹲下来 拿起开瓶器 安静地去开那瓶红酒 抬起头 可化纹身看过去 目光落在陆之站的脸上 他们对视的刹那 可化看清了 坐在对面的男人 他很英俊 高挺的鼻梁 棱角分明的五官 以及眉眼间不可一视的霸道 他轻轻弯了弯唇角 这人看着和他的那些刺头学生 有点像 然后又专心地去开那瓶红酒 陆之站没说话 他还挺喜欢他眼里的光 和微笑的唇 大家都明白 以他的性格 没有感人 那就是满意了 向天说 你去坐到战哥身边 酒我来看 可化没回答 也没停下手上的动作 他很快就取下了瓶塞 笑着拿在手里 对着向天晃了晃 意思是 已经好了 他拿起白色的餐巾包在酒瓶外面 走到陆之站面前 轻身给他倒了一杯 然后轻轻地放下酒瓶 安静地坐到了他旁边 另外 那三个男人彼此交换了下眼神 看来这姑娘有些小聪明 故意只给陆之站一个人倒酒 摆明了 他今天的眼里只有他 陆之站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唇角微弯 那位白衬衫笑了笑 战哥 这姑娘什么意思 连我们的酒都不给倒 陆之站侧头看了他一眼 正好可化也在抬头看他 四目相对 眼里的星光流转 平添了些许暧昧出来 陆之站没说话 自己拿起酒瓶 给向天倒了一杯酒 这样可以吗 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起哄 战哥 还真是火酒剑 向天也开始起哄 今晚可有好戏看了 可化不说话 一直安静地坐着 陆之站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凑到他耳边轻声说 你想要什么 可化的心里颤了颤 以前还从没和男人这么亲密过 他看着他的眼睛 思考着他问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是问接下来的好戏 他需要什么才肯 还是问他进来这里的目的 他看着陆之站 微笑着问 你指什么 陆之站笑了 他笑起来很好看 他把酒杯放到桌子上 你觉得我指的是什么 他点了一根烟 不管指什么 你都已经坐在这里了 可化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在问他想要什么 又愿意付出什么 他轻声说 我有一个请求 陆之站看了他一眼 哦 不妨说说 我也掂量掂量 免得出不起 可化盯着他的脸 不想错过他脸上的任何表情 我想得到一个人的消息 陆之站没说话 其他人都好似没听见 各自忙各自的 可化知道自己此时有些不实抬举 即使他问 他也不该实话实说 可他今天的目的 就是求他帮忙 第三章 定睛 陆之站笑笑 自打他进来 他就看出他不是陪酒女 没有哪个陪酒女 会穿着毛衣牛仔裤 坐在客人身边 更没有哪个陪酒女 会向他要一个消息 他不再理会他 一边喝酒 一边和其他几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可化硬着头皮继续坐着 看到陆之站的杯子空了 犹豫了一下 又为他把酒倒上 陆之站也并不阻止 继续自顾自的喝酒聊天 他们两个人坐得很近 毕竟刚才他还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看着就像把他搂在怀里 现在还是那么近 却近了有些尴尬 陆之站对他还是有些许好感的 否则早就把他从身边的位置赶走了 向天看了看表 展哥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陆之站把手中的香烟 碾灭在烟灰缸里 走吧 大家陆续起身 可化却没有动 陆之站拿起身边的大衣 搭在胳膊上 从可化的身前走过 可化有一刹那的犹豫 但还是抓住了他大衣的衣角 陆之站停下脚步 其他人也回头看着他们 陆之站看了一眼可化 他正抬着头 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心里居然有一刹那的动摇 转头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先走 众人呼啦啦的走出包厢 里面只剩下他们两个 陆之站看着他的眼睛 慢悠悠的说道 帮你 我有什么好处 一瓶酒 肯定是不够的 可化的脸红了 他向他要的好处 他不会不懂 他沉默了 真的要为了一个父亲的消息 就把自己搭进去吗 当年父亲的案件 采取不公开审理 那时他还未成年 母亲却始终三肩其口 那是心如死灰般的沉默 可化始终觉得 案件其中 必定有着天大的隐情 却无从查证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他不仅与父亲两弟相隔 也彻底断了一切联系 就算求助于政府部门 也得先证明 他和父亲间的妇女关系 而那势必要把母亲也牵连进来 陆之站看他不说话 以为他已经放弃 提出那样的要求 本就是为了让他知难而退 可化却没有松开 拉着他一脚的手 而是拿起桌上陆之站 剩下的大半杯酒一饮而尽 他站起身 看着陆之站 只要我能顺利见到他 便任凭你拆遣 陆之站笑笑 心想这姑娘说话挺有意思 还任凭他拆遣 他又不缺保姆 他看着他的眼睛 沉默良久 你刚才只说 想要对方的消息 现在又说想见面 可化迎着他的目光 付出太大 总要多提一些要求 他心里很清楚 只知道父亲的消息 和真正能见到他 之间还隔着很多的不容易 陆之站微微勾起唇角 他倒是个不愿意吃亏的性子 对方是什么人 海诚的一个犯人 可化看着陆之站的表情 发现他微微皱了一下眉 他继续说道 他叫江淮 我想知道他被关在哪所监狱 刑期到什么时候 以及他目前的情况 陆之站细血地看着他 你就这么确定 我会对你感兴趣 可化的眼中有一刹那的无措 继而又恢复了平静 他向前走了一步 轻轻点起脚尖 吻在陆之站的唇上 他的吻很声色 只在他的嘴唇上微微徘徊 但还是聊不到了他的情绪 还没有谁敢一上来救吻他 那是他的禁区 他很快就退了一步 不说话 只望着他的眼睛 陆之站不仅没有动怒 还突然恶去横生 他很想教教他 什么才是真正的吻 他一把拉过他 把他压在沙发靠背上 低头吻上他的唇 唇齿纠缠 可化整个人都梦了 只能任凭他为所欲为 他的手伸进毛衣 在他胸前徘徊 可化促然清醒 推锯着他 他微微起身 看着他微红的脸颊 他也不得不惊讶于 自己今日的冲动 他用手抹撒了一下他的唇瓣 轻声说道 这个就算定金 等我有了消息 你再付为款 怎么样 可化故作镇定 一言为定 陆之站笑着起身 走出了包厢 留下可化一个人 面红耳赤 他这是 把自己预定出去了 第四章 后座立 可化从包厢走出去 正好看到江涛 拿着他的大衣 从隔壁包厢里出来 他之前一直在隔壁等他 怕他出事 不敢离开 可化 没事吧 没事 他同意帮你吗 可化想了想 定金都收了 应该算同意了吧 嗯 他让我等消息 江涛把大衣批在他身上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谁都敢招惹 可化眯着眼睛笑笑 哥 我先回去了 明天早上还有课 我送你下楼 他们到了楼下 江涛叫了一辆出租车 把可化送上车 周末有空的时候 回家看看爸妈 他们都挺想你的 江涛说 好的 我知道了 可化回到家里 煮了碗方便面 胡乱的吃了几口 便开始准备第二天的上课内容 他平时每晚十点睡觉 早上六点起床 七点半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 今天十二点才上床 却怎么也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都是陆之战亲吻他的画面 可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没什么可想的 尽管这是他的初吻 却不是因为爱情 他从没谈过恋爱 也从不去憧憬 爱情于他而言 是多余的 他不知道陆之战会不会真的帮他去查 查到了又如何来联系他 毕竟他们都没有互留联系方式 但他还是愿意等等看 第二天一早 可化准时起床 他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黑眼圈 无奈地笑笑 没想到初吻的后座力会这么大 居然严重失眠 学生们都很喜欢上他的数学课 江老师除了智商高情伤高 颜值也很高 江老师的数学课 连班上最顽固的顽固子弟 都会乖乖坐好 认真听课 因为漂亮的江老师说过 学不好数学的人 连继承家产的能力都没有 钱都数不明白 更别谈投资了 学生们深以为然 当然 起初这些小顽固们 也并不买他的账 看他年轻又漂亮 没比他们大几岁 自然不服 奈何这位江老师 不按常理出牌 遇到调皮捣蛋 桀骜不逊的孩子 他不打不骂不找家长 直接告诉对方 不服来战 谁赢了听谁的 他每次说这话的时候 都像一个女侠 冷着脸 坚定果决 还真有那自以为是的 赶出来和他比试 一开始比的是奥数题 但一段时间下来 没人能赢得了他 学生们突然觉得自己上了当 这江老师也太服黑了 他可是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 谁能赢得了他 后来有人提出比下棋 还是他赢 又有人提出比记忆力 又是他赢 比赛内容越来越丰富 最近的比赛项目 已经变成了投篮 只是这次的比赛性质 已经从竞赛 变成了友谊赛 他一边和这帮学生们比试 一边收服人心 他一边赢他们 一边告诉他们 失误在哪里 该如何打败自己 久而久之 他便由赴黑江老师 变成了常盛江老师 那些不得不服的 和那些心服口服的学生 都越来越多 今天数学课的前半节课 讲三角函数 后半节课做习题 他发现 有几个比较调皮的男生 在下面偷笑 手里好像在传看着什么 他走到一个男生身边 你们在看什么 也给我看看 男生叫周宇 他没回答 手和东西都放在了桌堂里 他没有逼问 只是轻声说 男子汉要敢做敢当 周宇拿出一张纸 交到了他手上 可话一看 这是一幅画 还是专门为他设计的 画面上画着几块姜 其中最大的一块上面 还画了眉眼 还真别说 跟自己真有点像 旁边写着画的名字 姜可画 他自己看了也想笑 他问周宇 这是你画的 男生点点头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他倒不是怕在同学面前丢脸 而是怕被他看出 自己那不该有的心思 他曾经非常不喜欢这位江老师 他实在是多管闲事 自己本来可以过 富二代的颓废人生 那又没什么不好 起码省事又不用努力 三天两头找他的毛病 他要是不服 他有一大堆办法收拾他 他被他折磨得心力交瘁 又总是输给他 经常在放学后 被留下补习功课 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厌恶 但没想到 这厌恶和喜欢离得那么近 他也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人这么在意他的学习 起码比他的父母在意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对他的厌恶越来越少 喜欢却越来越多 可画把那幅画卷起来握在手心里 画得不错 既然你画画功底这么好 班级接下来两周的版报 就由你负责 周围是同学们的笑声 周瑜也笑了 这个没问题 第五章 同伴 可画回到办公室 桌子上摆着一张请柬 他打开一看 原来是英语老师李美的结婚请帖 李老师人如其名 富白貌美 据说他的结婚对象很有钱 经常开着跑车来接他 可画倒是从未留意过 可画把请柬放在抽屉里 他并不打算参加婚宴 礼金红包提前递过去就好了 他一向不喜欢与周围的人深交 他很庆幸自己在私立学校上班 工资不算低 否则每月的各种支出 就像一座大山 能把人压死 他在网上查了一下 昨天那瓶红酒的价格 直接微信转账给江涛 三万五千块钱 真是肉疼 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 已经麻烦江涛帮他想办法了 绝对不能再让江涛帮他出钱 江涛没有接受他的转账 而是发过来一条信息 可画点开一看 酒钱客人执意付掉 他一愣 陆之战把酒钱付掉了 是不想欠他的人情 还是不想帮他查下去呢 他不禁又想起路之战的那张脸 和那个让他脸红心跳的吻 实在是印象深刻 无法忽视 他今天批改试卷 下班车半个小时 刚到校门口 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跑车停在路边 一个男人戴个墨镜靠在车旁 可画很想笑 今天阴天 现在又是傍晚 戴个墨镜 能看清楚马路吗 他低着头从车边走过 不曾想 那墨镜男居然对着他吹口哨 可画没回头 继续往前走 这种事对他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 不一会儿 那跑车从他身边经过 他隐约看到车里坐着的人是李美 难道这就是那传说中开跑车的未婚夫 别的不说 胆子倒是真大 在未婚妻的校门口 对着未婚妻的同事吹口哨 真是人才 可画回到家里 闷了点米饭 做了西红柿炒蛋和香菇肉片 正吃到一半 就看到佳琪打来的电话 可画 你在哪呢 我还能在哪 除了学校就是家里 你就不能找个男人出去压压马路 吃个烛光晚餐 再过个不眠之夜 可画笑笑 这样的好日子 就留给沈佳琪独享吧 我宁愿好好睡一觉 睡什么觉呀 赶快出来玩 你上学的时候 我不敢叫你 现在工作了 总可以出来玩吧 我可不像你 工作何万能融为一体 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教书与人懂不懂 那周五晚上出来玩 我开车去接你 你不能直接过老年生活啊 得赶快动起来 该干嘛干嘛 最好是找个花美男 谈谈情说说爱 再把他睡了 可画早就习惯了他这套说辞 花美男都留给沈佳琪享用 一天一个 我可无福销售 沈佳琪笑着说 可画 我和你说哈 周五下班我去接你 一言为定 别的不扯了 好 知道了 沈佳琪是他在临市这么多年 唯一的朋友 当年他和母亲一起来到临市 进了同一所初中 母亲教出一数学 他念初二 可画因为个子高 被老师安排在最后一排 他的同桌就是沈佳琪 他突逢家中巨变 心情一直不好 平时少言寡语 沈佳琪却是个爱说爱闹的性子 整天在耳边牢牢叨叨 他们一动一径 相处得很融洽 确切地说 是没有什么交流 也没有什么矛盾 可画一直很沉默 沈佳琪家境并不好 他的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 在学校附近的超市上班 租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小区 沈佳琪在班级里 也没什么朋友 因为他和其他同学 没有共同语言 城里的孩子家庭条件好 从小就各种培训班 得知体美 全面发展 可他什么也没学过 城里的孩子是凤凰 他觉得自己是土鸡 还好可画来了 在他看来 可画除了学习好 也什么都不会 因为他从不去台上表演 也不和别人讨论才艺 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同伴 于是 不管可画同不同意 他都认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初中毕业后 可画进了临时最好的重点高中 沈佳琪进了一所技术学校 专修化妆 用他自己的话说 学化妆能让自己洋气起来 比城里人洋气 沈佳琪自从上了技校 就不停地把他的心得 通过QQ发给可画 今天是土豆片美肤技巧 明天是烟熏妆的画法 五花八门 后来可画上了大学 沈佳琪也技校毕业了 他开始了化妆师的工作 一段时间后 他再发给可画的内容 就变成了他的恋爱史 可画看着他的那些故事 偶尔会笑出声来 他渐渐发现 沈佳琪是唯一一个 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人 他们的友谊延续至今 已经12年 沈佳琪现在是化妆界 有名的琪姐 很多名人都请她化妆 一年收入上百万 她时常想拉可画入伙 一起开个公司 平时给有钱人化妆 空时就上网开直播 可画做模特 她做化妆师 她觉得年入千万 也是有可能的 可画却从未心动过 她喜欢低调地活着 第六章 油雾 到了周五下班时间 佳琪开着她的宝马车 来接可画 他们也有几个月没见了 上次见面时还是夏天 转眼就已经出冬 可画做到副驾驶 你这车不错 嗯 前几天刚买的 原来那辆呢 送给前男友了 哇 厉害了 分手费给的这么高 佳琪笑笑 那车已经开了五年了 本来我就想换 正好她说不想分手 舍不得我 我就把车给她了 可画一琢磨 这是什么逻辑 给辆车就舍得分手了 你这前男友 是吃软饭的 无所谓 谁让我喜欢她的军脸呢 那为什么分手 现在又不喜欢她的脸了 人往高处走 她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总得帮帮她 啥意思 一个富婆看上她了 她有点犹豫 我就送了她一程 可画常常呼出一口气 你就不能找个靠谱的男朋友 佳琪笑了笑 哪里是我不想找 是现在的男人 都太令人失望了好吗 要么娘炮 要么小肚鸡肠 要么吃软饭 我也不知道好男人都去哪了 可画笑着说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 我看看 大街上的男人都挺正常的 不仅如此 还有更卑劣的 最近又听说有精神虐待 叫什么 扑儿 你知道吗 可画摇摇头 看来 我还是清灯古佛扮明月吧 起码书星 别啊 我是说我没遇到好的 你又不是我 你肯定可以 我们现在要去哪 可画问 有个白富美刚从国外回来 今晚开party 请我给她设计造型 可画看看手表 现在这个时间过去 还来得及造型吗 我那边弄得差不多了 才出来接你的 你给人家做造型师 带上我干嘛 佳琪笑着说 带你去看看热闹 没准还能泡上个高富帅 你饶了我吧 我可不想去费那个心思 你要么路边把我放下 我去哪里等你 别啊 你跟我一起去 八点咱们就走 行不 你也看看 我给别人做的造型 提点意见 可画无奈地点点头 你爸妈最近还好吗 可画问 挺好的 他们还是喜欢老家的生活 我给他们买了套大房子 两个人也很开心 你爸妈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我妈妈明年就可以退休了 可画从未和她说起过父亲的事 他们一路聊着 就到了临时成熙的别墅区 佳琪停好车 带着可画进了其中的一套房子 可画看得出 这家的主人非富即贵 房子的装修很有品味 墙上挂着的油画 一看就价值不菲 佳琪带可画上了二楼 进了休息室 可画 你先在这里坐一下 今天这里 是我和助理的休息区 外面贴了牌子 别人不会进来 桌子上有蛋糕 你先吃一点 我一会过来找你 好的 你先去忙吧 可画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一边吃东西 一边翻看桌子上的时尚杂志 不一会佳琪就回来了 可画 我也给你画个妆吧 party马上开始了 那女孩让我们随便玩 她今天请来的朋友很多 反正也没人认识我们 还是算了 我不太善于和陌生人一起玩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吧 佳琪二话不说 走到可画身边 打开她的马尾便 很快就给她做了个优雅的盘法 佳琪 你打扮自己吧 不要管我了 我要是不管你 你都把自己活成退休老阿姨了 佳琪一边说 一边往她脸上擦粉 可画 你的皮肤可真好 又白又嫩 我都想亲一口 你的取向出了问题 可画笑问 我也想男女通吃来着 但发现女的只对你感兴趣 你要不就委屈这从了我 佳琪一边逗她 一边给她化妆 我还是把你留给花美男吧 可画说 佳琪把可画身上的毛衣扒了下来 选了一条黑色路肩连衣裙 穿在她身上 绒布料子里面加了细细的金线 在灯光的映照下 格外闪亮 不会吧 这么冷的天 你让我路肩 可画瞪着眼睛看着她 有什么关系 腰上贴两个暖宝宝 再说 在室内活动 根本不冷 佳琪又让她穿上一条肤色丝袜 配上黑色高跟鞋 可画转眼间 就变成了神秘性感的美人 孵如宁之 顾盼生辉 亭亭玉立 人间有物 佳琪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 随手拍了张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 转眼留言就有上百条 大美女 小美人 老婆 佳琪也换了条裙子 拉上可画 去了一楼大厅 他们拿了两杯红酒 站在旁边的角落里聊天 佳琪一会儿让她看那个白色西装男 说她的领带没选好 耽误了整体效果 一会儿又让她看那个黑色夹可男 说她的发型不够好 耽误了她的气质 可画对那些人倒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自己那白花花的肩膀 格外引人注目 已经有好几个男人 向她举杯质疑 佳琪的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 是那白富美的信息 让她再给布布装 她马上就要出场了 佳琪去忙了 可画放下酒杯 转身上楼去了之前的休息室 她可不想再去面对那些轻挑 又火辣的目光 第七章 偶遇 可画回到休息室 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的确很美 佳琪美女的化妆水平果然一流 让她比过去的任何一天都美 但美不美真的不重要 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她找出自己的衣服 打算把这条美丽动人的裙子换下来 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后背的拉链拉开 就听到走廊上有人说话 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 我上来用一下卫生间 另一个男人说 卫生间在一楼 东西两面都有 还是前面说话的那个男人 然后是下楼的脚步声 可画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可她刚把裙子脱下来 门就被人拉开了 可画一把抓起面前的裙子 挡在身前 她紧张地望向门口 希望进来的人是佳琪 而不是别人 她明明记得刚才锁门了 门越开越大 外面的人慢悠悠地走进来 让可画没想到的是 何路之战的第二次见面 居然会在这里 这么难堪的情况下 她抱着裙子看着她 以她现在的状态 也只能勉强把隐私部位遮住 但她那白花花的胳膊 和那双齐长的腿 都暴露在了男人的视线里 很震撼的视觉效果 你怎么在这里 她一边关门一边问她 化妆师是我的朋友 可画红着脸说 那个 你能转过去一下吗 等我把衣服穿起来 她不但没转身 反而还不紧不慢地走到她身边 我还以为你今天又是来送酒的 可画咬了下嘴唇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在这里 她越来越窘迫 我觉得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太合适 能否让我先把衣服穿上 她没接她的话 反而笑着说 今天不是来送酒 那是来结算尾款的 可画的脸更红了 抬头看了她一眼 便皱着眉头咬着下唇 不再说话 走廊上再次响起脚步声 一个女孩的声音之战哥 你在哪 可画更加紧张起来 眼前这局面 自己半裸着站在她的面前 无论被谁看见 她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陆之战没说话 拉着她快速进了洗手间 然后立刻把门反锁 不知所措 陆之战细血地打量着她 之前在大厅见到她 陆之战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走近些才确定就是她 今天的她很美 灵动的眉眼 性感的唇 加上雪白的双肩 简直让人移不开视线 她转身上了二楼 她刚想离开 却发现有个男人紧随气候 跟了上去 那人她认识 是个色胆包天的二世祖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来 英雄救美 毕竟他们之间 还有交易没完成 不过眼前看 英雄救美 也是有回报的 她一只手搂上她的腰 把她圈在自己的怀里 大手之下 就是她细嫩的肌肤 冰激欲骨 可化一只手推锯着她 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裙子 她低头吻上她的肩膀 另一只手在她的后背上游走 她刚想出声制止 就听见有人进了房间 而且走到了洗手间的门口 之战哥 是你在里面吗 陆之战抬起头 对她使了个眼色 可化立刻心领神会 是我在里面 你是 我是化妆师的朋友 哦 外面的人走远了 可化用力地推陆之战 不要这样 陆之战就像没听到一样 吻从她的肩膀 移到她的脸颊 她没有给她反抗的机会 一手搂着她的腰 一手拖着她的头 她开始肆意地去吻她的唇 撬开她的牙齿 直到她不再有任何的反抗 陆之战脱下身上的西装 披在可化的身上 西装上还戴着她身体的暖意 我已经查到那个人的下落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付尾款 她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可化被她吻得晕头转向 努力平复自己的呼吸 她笑笑 轻轻捏了下她的脸颊 她抬头 看着她的眼睛 眼神有些朦胧 她在哪 还在海城的监狱吗 陆之战退后一步 贪了贪手 不肯再说 可化调整了一下情绪 让我见她一面 然后都听你的 你打算什么时间去海城 明天是周六 我有时间 她看着她的眼睛 好 我明天让人带你 去海城见她 晚上回来 我们就见面 怎么样 第八章 探视 可化点点头 陆之战又看了她两眼 转身走了 她很想告诉陆之战 她的嘴唇上 沾了她的口红 可这种话 她怎么也说不出口 可化转念一想 她应该早就身经百战了 这点口红 对于她来说 自然不是问题 她想的一点没错 陆之战出门 就去了隔壁房间的洗手间 她需要整理的 可不止嘴唇上的口红这么简单 上次见面 她还并不确定 自己真的想要她 毕竟多年以来 她和女人之间 也只不过是生意场上的 逢场作戏 到不了那最后一步 今日一见 她却改变了那样的想法 可化辟州陆之战的西装 赶快回到房间 把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 她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找到爸爸了 如果今天没在这里遇到 她会主动联系自己吗 她收拾妥当 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微微泛红的嘴唇 这是她和陆之战的 第二次见面 也是他们第二次亲吻 尽管对于彼此 不存在分毫的情分 可还是让她的心 充满涟 她无奈地笑笑 都怪自己没有恋爱经验 晚上八点 她和佳琪一起离开了派对 临走前可化 把陆之战的西装 搭在了一楼大厅椅子的靠背上 她想她一定认识自己的西装 佳琪本来想带她去酒吧再玩会儿 但她不肯 无奈之下 只好直接送她回家 可化躺在床上 一会儿想起陆之战 把她抱在怀里亲吻的画面 一会儿想着 明天去见爸爸的事情 她翻来覆去 直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上午九点 有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可化马上接起来 你好 请问是江小姐吗 是 请问你是 战哥让我带你去海城见个人 好的 我去哪里和你碰面 你把位置发给我 我去接你 可化飞奔着下楼 到小区门口等对方 大概十五分钟 对方的车子 就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车牌号和电话都没错 对方下车给可化开了车门 她身材很高大 和路之战差不多 但脸上戴着墨镜 看不出相貌 可化坐在后座 系好安全带 他们一路开车去了海城 路上用了三个小时 可化没说话 对方也没说 到了海城 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 他们下了高速 继续开往主城区的方向 可化说 请问您怎么称呼 对方迟疑了一下 我姓肖 肖先生 我请你吃午饭吧 开了这么久的车 辛苦了 他沉默了一下 好 我看了一下地图 前面一公里有个餐馆 可以停车 好 他们到了餐厅 可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对方摘下墨镜 坐在了可化对面 他的五官很立体 棱角分明 人很轻瘦 话很少 有些冷漠 他叫肖毅 是陆之战的左膀右臂 已经在陆之战身边十年 之前湛哥让他去查海城监狱 一个叫江淮的犯人 他还很纳闷 今天明白了 原来是为了这个女人 可化一边吃 一边问 肖先生 我们一会儿是去监狱吗 对 哪一所监狱 主城区那个 可化心里一沉 他知道那所监狱 那里关的 都是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 他不再说话 随便吃了几口 就去收银台买单 但收银员说 已经有人买过了 可化回到座位上 看到桌角的付款二维码 有些不好意思 肖先生 谢谢你 可化说 他点点头 起身走在前面 可化跟在他身后 他们到了监狱 已经是下午两点 肖毅打了个电话 然后带可化到了监狱门口 我在这里等你 按规定 只能亲属探望 谢谢 可化进了门 有一位警官带着他填写探视资料 然后带他去了接见试 可化很紧张 腿有些微微发抖 他坐在椅子上 紧紧盯着玻璃 窗另一侧的那扇门 不一会儿 门被打开了 一个两并斑白的老人 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他知道那是他的爸爸 尽管他变老了 不再高大健壮 但他一眼就认出 那就是他的爸爸 十二年未曾见面的爸爸 可化的嘴唇抖了抖 那声爸爸 终究淹没在自己的喉咙里 姜怀坐到座位上 看着他 十二年未见的女儿 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一头乌黑的长发 垂在肩头 眼睛又大又明亮 皮肤白白净净 还是他那个可爱 又漂亮的女儿 可真好 他的眼眶渐渐红了 可化拿起桌上的电话 看着他 他也拿起电话 对着里面说 你长大了 只有四个字 还是让可化的泪 夺眶而出 你还好吗 可化一边流泪一边问 还好 除了变老了 一切都好 他说 我和妈妈 已经离开海城很多年了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是谁告诉你的 他摇摇头 没有说话 当年我还小 不知道你入狱的原因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又何必再提 可化突然很激动 在你心里过去了 可在我心里还没过去 他一直卡在我的心上 我的喉咙里 我连呼吸都在痛 可化大哭出声 他也流泪了 可化 对不起 是爸爸的错 连累你们了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突然入狱 为什么我们家的财产 会被全部没收 为什么会有人追着我和妈妈要占 为什么我和妈妈在海城 会无家可归 到底为什么 监听的警察 看到可化难过的样子 也很动容 但他还是不得不提醒 请探视人控制情绪 将怀老泪纵横 可化 都是爸爸的错 一失足成千古恨 爸爸实在没脸见你们 可化抹了把眼泪 所以你当年拒绝探视 不让我和妈妈见你 最后只给了妈妈 一张离婚协议 可化 我不想拖累你们 不对 我思考过千万遍 妈妈当年那么爱你 不可能你说离婚 他就同意 你告诉我 你还做了什么 你还对妈妈做了什么 他摇摇头 没有说话 你快说啊 你还做了什么 为什么当年妈妈会割腕自杀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那么绝望 可化一边擦着脸上泪 一边逼问他 可化 不要再问了 都是我的错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要过好自己的日子 他起身 一步步朝着门口走去 可化流着泪 使劲地拍着玻璃窗 大声喊着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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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能体会他此时的悲伤 这就是他想念了十二年的父亲 说了几句话就走的父亲 让他不要再来见他的父亲 第九章 尾款 可化从监狱里走出来 看到站在门口等他的萧毅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 他有一肚子的委屈 无处倾诉 心里的悲伤 早已会流成河 即使眼前站着的 只是一个刚认识了几个小时的陌生人 似乎也能让他感到些许温暖 萧毅戴着墨镜 看不出情绪 他轻声说 走吧 我们回临时 可化点点头 浮去脸上的泪 他走到车旁 自己开门坐到后座 萧毅本来就是个冷漠的性子 他也说不出什么安慰人的话 他专心开车 偶尔会通过后视镜 看看坐在后面的可化 他的脸上一直挂着泪 在无声的哭泣 萧毅看过江淮的档案 他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江淮的女儿 猜想这么柔弱的女孩子 遭受那样的家庭变故 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辛苦 车子进了临时市区 萧毅给陆志站打了个电话 站哥 我们回来了 嗯 我把他送到哪里 带他去酒店吧 好的 萧毅看了眼可化 他的联系方式 是从会所那边拿到的 但他看着又不像那里的女人 不知他和站哥是什么关系 总之站哥说去酒店 那就去酒店吧 江小姐 我一会送你去酒店 站哥在那里等你 可化点点头 没有说话 说好彼此兑现承诺 他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还剩下他的 到了酒店 萧毅送他进了电梯 房间号3909 我先走了 萧先生 谢谢你 萧毅没说话 转身走了 可化来到3909房间 轻轻敲了下门 开门的人正式陆志站 他看了眼可化 请进 可化咬了咬牙 走进房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套房 有卧室有客厅 他不知自己 接下来该怎么做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陆志站坐到沙发上 看着有些局促的可化 你去洗个澡吧 从监狱出来 先去去晦气 可化把包放到沙发上 转身走进了浴室 陆志站打电话 让酒店送餐上来 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 兑现承诺 可化洗好澡 穿上浴袍 又把头发吹干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咬了咬唇 看来今天注定是 人生中不寻常的一天 他从浴室走出来 头发散在肩上 抬头看到 陆志站正坐在桌边看手机 桌子上摆着几个餐盘 盘子上盖着盖子 过来 吃饭 陆志站说 可化走过去 坐到陆志站的对面 他把上面的盖子 一个个地拿开 放到旁边的空位上 又拿了双筷子 摆在陆志站的手边 陆志站勾了勾唇脚 可化第一次和陆志站一起吃饭 想到一会还会有下文 心里多少有些别扭 便低着头 默默地吃了几口 然后放下筷子 陆志站看着他 你确定吃饱了 吃饱了 可化轻声说 陆志站笑笑 付尾款 也是很耗费体力的 可化的脸一下就红了 他没说话 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陆志站放下筷子 起身走向浴室 他边走边说 你去里面等我 可化起身去了卧室 里面的床很大 他掀开被子坐了进去 上身靠在床头 陆志站洗好澡 只为了一条浴巾 露出精状的上身 他打开另一侧的被子 也坐到床上 他伸手 把可化拉到身边 把他的长发 轻轻别在耳后 我们之前说好的 现在后悔吗 可化看着他的眼睛 摇了摇头 陆志站开始亲吻他 随手脱去他身上的浴袍 他看着他微红的脸颊 伸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他的皮肤很白很细腻 就像最上等的瓷器 他一边吻他 一边扯去自己身上的浴巾 可化闭着眼睛 不敢看他 陆志站一边亲吻他 一边想 自己是什么时候 开始把吻他 变得这么得心应手了 不是该直奔主题吗 对 是从会所那次见面开始的 是他先开始吻他的 他只是觉得 那感觉还不错而已 他亲吻他的嘴唇 紧窝 锁骨 可化觉得自己 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迷茫又无助 他紧锁着眉头 咬着嘴唇 微微拱起了身体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心中竟有些不忍 便多了些许温柔 他把他抱在怀里 摸了摸他的脸颊 你该提前告诉我 可化睁开眼睛看着他 反应了一下 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他轻声说 没关系 他本不是怜香惜玉的性子 但还是轻声说 放松 别怕 这是他愿意给的 唯一一句安慰 第十章 蜕变 可化没想到 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 是和一个只见过 三次面的男人完成的 他甚至还不知道 他的全名 只知道那些男人 都叫他战哥 还有个女孩子 叫他之战哥 他似乎除了他的一张脸 和这半个名字 对他的其他 一无所知 不过这样也好 反而心里轻松了很多 毕竟这只是 一次交易 还是自己主动求来的 以后再见面 可以当作不认识 谁都不是谁的什么人 可化泪摊在床上 他犹豫着 到底是该睡会 还是该起床走人 他坐起身 是火辣辣的疼痛 陆志站从洗手间回来 看到他正呆坐在床上 不睡一会儿吗 他问 可化没说话 心想 尾款已经付了 还可以睡会儿吗 睡到什么时候呢 陆志站重新回到被子里 伸手在可化的后背上 轻轻的抹撒着 他在想 是不是可以留他到天亮 他拉他重新躺回床上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他圈在怀里 毕竟他是第一次 经历这种事 他是男人 总该对他好一点 可化背对着他 心里东想西想 身边多出来个人 还肌肤相亲 总是有些别扭的 但他实在太累了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半夜里可化翻了个身 不自觉的把脸贴在了 陆志站的肩头 他醒了过来 借着客厅里 映过来的微弱灯光 看着身边的女人 他要找的江淮就是当年海城那个鼎鼎大名的企业家 十二年前突然入狱 而后销声匿迹 他是江淮的女儿 十四岁的女孩 从天之娇女一下 跌落到泥土里 不知这么多年 他是怎么过来的 不过他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没有富家小姐的娇纵 也没有落魄少女的颓废 他突然有点想知道 他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是怎么养成这样的性子的 他窝在他的身边 睡得很沉 但他依然觉得 他像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眼睛里会有闪闪的星光 温婉又大胆 只是对于他来说 也只能是过客 早上六点 可话准时醒来 睁开眼 看到的就是陆之战的俊脸 他突然想起来 佳琪说的花美男 但陆之战不是花美男 因为他太凛冽 没有丝毫的阴柔 不过他把这个男人睡了倒是真的 如果佳琪知道了 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 他轻轻地下床 去洗手间 换上自己的衣服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背包下楼出了酒店 今天的天气很好 不到七点 天空已经大亮 他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打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他还记得自己答应过姜涛 周末回去看看妈妈 还有继父 他买了一些水果 然后去地铁站排队 妈妈十年前想再婚 旁敲侧击 问他的想法 他能有什么想法 当然是不愿意 可他不能说 当年他把妈妈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就下定决心 以后的日子 都让他开开心心地活着 可话给了妈妈很多的祝福 但当他第一次听妈妈说 校长会成为他的继父时 心里还是难过的 他的妈妈一直很美 气质温婉 和他高大英俊的父亲很般配 而继父中等身材 戴着眼镜 又有些中年发福 与英俊和儒雅都靠不上边 怎么看都配不上他的妈妈 他问妈妈 你真的决定和他在一起吗 妈妈笑笑 可话 你还小 到了妈妈这个年纪 你就会明白 外在的东西没那么重要 踏踏实实 安安稳稳的生活才最可贵 可话点点头 继父确实能给人安全感 工作和样貌都很踏实 继父有一个儿子 就是江涛 他和可话成为兄妹那年 正好十九岁 没考上大学 也不肯复读 继父活帽三丈 眼睛一摔 拿起晾衣架 追着江涛打 校长的威严荡然无存 可话看着混乱的场面 突然很想笑 也许妈妈和这样的继父 生活在一起 也是很有意思的 第十一章 胃药 在可话推门 而出的时候 入之战就醒了 他没想到 这个女人这么好打发 女人不都喜欢得寸进尺吗 他真的什么都不说 自己就走了 没想要她的钱 也没想要她的人 真的只是为了 让他帮忙找父亲 他心里不知怎么 又生出些许落寞 被人如此忽视 好像也不那么愉快 陆之战起床 穿好衣服 不经意间 看到床上的点点血迹 他昨天没有做避孕措施 是不是该找到他 让他吃科药 总不能留下什么麻烦 否则一发不可收拾 也都怪自己 昨晚怜香惜玉 没提这事 早上他跑得比兔子都快 陆之战给萧衣打了的电话 你知道他住哪吗 萧衣反应了一下 知道 把地址发给我 另外把他电话号码也给我 好的 萧衣挂了电话 把可化的电话号码 以及之前的那个小区定位 都发给了陆之战 他抬手看看表 这才八点 就起床了 难道是昨晚没发挥好 上午十点 可化到了妈妈和继父的家里 妈妈见他回来很开心 立马去菜场买菜 继父看到可化也挺开心 这个女儿 可比自己那个亲生儿子有出息 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学术学的 说出去也有面子 可化本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待会 等妈妈回来一起烧饭 就听到继父说 闺女 出来陪爸爸下棋 来了 可化答应着 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以前从未把他当成爸爸 也从不叫爸爸 只叫江校长 因为他有自己的爸爸 好在继父也不抢求 自己该怎么叫怎么叫 一口一个闺女 叫了十年 可化从小就很优秀 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 就把初中的数学课程 全部学完了 数学学得好 其一也不会差 和继父对弈了这么多年 输得少赢得多 继父总是一边惋惜自己又输了 一边夸他聪慧 今天对弈三局都是继父赢 因为他突然很想让着他一次 让他也开心一下 毕竟这十年 他对他很好 吃过午饭 可化没有多留 就返回自己的家里 到了小区门口 刚好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 可化接了起来 你好 你在哪里 我们见个面 陆之战说 可化反应了一下 听出是他的声音 为什么要见面 为什么 这是不想见他的意思 谢莫杀驴 爸爸找到了 就不需要他了 这个女人 倒有几分女海王的前置 你在哪里 我刚到小区门口 你等我十分钟 可化不知道他为什么联系自己 他们之间的账 不是已经清了吗 定金尾款都结了 不一会 一辆奔驰麦巴赫开过来 可化认识 这款车的车标 小时候 家里也有一辆 陆之战把车停在他身边 降下车窗 上车 可化看着他的冰山脸 迟疑了一下 还是开门坐进了副驾驶 他没看陆之战 轻声说 什么事 陆之战扔给他一个小盒子 玉婷 可化的脸红了 这是被人追到家门口 未必熨耀的节奏吗 车门边有水 陆之战看了他一眼 又转头看向前方 可化没说话 把药放进嘴里 打开水 一口气吃下去 他推门下车 没有再看陆之战一眼 他有点气节 这个女人跟他睡完 转身就走 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到底是欲擒故纵 还是避之不及 他打电话给萧毅 查一下那个女人的情况 发给我 然后就挂断了 萧毅有点猛 那个江小姐 看着安安静静的 话也不多 连哭都是一个人默默流泪 还能掀起什么大浪 战哥一个上午 打来两个电话 还都是为了他 难道自己看错了 第十二章 婚宴 江可化又恢复了 平静如水的日子 除了学生们偶尔的调皮 生活便没有了任何波澜 他偶尔也会想起路之战 想起那些令人心颤的吻 和那个无法言喻的夜晚 即使不是因为爱 也让人无法忘怀 李美的婚期将至 关于随多少分子钱 可化问了下教研组的组长张老师 毕竟团队统一 让人挑不出毛病 张老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 决定每人包六百的红包 可化本想午休的时候 把分子钱提前送给李美 就不去参加婚礼了 却还是晚了一步 李美喜上眉梢 拿了一大袋子零食 来到数学教研组办公室 再次邀请大家 参加他周末举行的婚礼 可化正犹豫着 该怎么请个假 就听见李美说 你们可都是我的娘家人 一定要早点到 谁都不能缺席 同事们都笑着附和 一定一定 可化一看这气氛 再跳出来说不去 总归是不大好 李美的婚宴 定在江边的五星级酒店 可化出了电梯 就看到宴会厅门口的签到台 可化签好名字 把红包交给前台的美女 便走进宴会厅 婚宴马上开始了 可化按照桌上的名牌 找到自己的位置 抬头一看 这桌的其他人 居然都不认识 这是什么情况 娘家人不是得坐一起吗 可化无奈 坐在位子上环顾四周 好在自己和学校的大部队 离得不太远 同一桌的人中 有两个彩色头发的男人 他们互相交换了个眼色 同时看向可化 笑着向他攀谈 可化懒得搭理他们 这两个人应该是新郎的同类 属于胆子比脑子大的那种 总算熬到新郎新娘过来敬酒 可化拿起桌上的橙汁倒了一点 准备浑水摸鱼 李美看看可化这桌的几个人 笑着说 可化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让你落单了 不好意思 可化微笑 没关系 祝你们百年好喝 白头偕老 他说着 举了举杯 就去喝那杯中的橙汁 新郎突然说 你怎么没喝酒 那两个男人也随声附和 是啊 你看咱们这桌的都喝白酒 我们敬你 你不喝 新郎新娘敬酒 总该喝吧 可化看了眼新郎 今天结婚 倒是没戴墨镜 平平无奇的五官 又添了些花花公子的放浪 白下李老师了 他又看了眼李美 李老师 不好意思 我一会还有事 就不喝酒了 李美刚要说话 新郎就挡了回去 嬉笑着说 那可不行 我跟李美说了 娘家人要喝好 否则别人会说 我们没照顾好 还有你们几个 也多照顾照顾 别只顾着自己喝 同桌的几个人立马附和 一定照顾好 看来这新娘子 真没什么话语权 可化无奈 拿过一个空杯子 旁边的伴娘 立刻往里面加了小半杯白酒 可化看了眼那伴娘 她还真瞧得起自己 可化懒得再多说 直接一饮而尽 她刚要坐下 可化拉下脸 直接坐到位置上 不说话 李美赶快打岔 拉着新郎去敬其他人 她以前很少喝酒 还真不知道 自己的酒量在哪个段位 但这小半杯白酒 在她的胃里翻滚 热辣辣的 着实难受 她拿起包 走出宴会厅 去找洗手间 那两个男人也起身 悄悄跟在了可化身后 她进了洗手间 努力催吐 但没成功 胃里太空 酒很快就被吸收了 可化从洗手间出来 刚转个弯 就被那两个 突然出现的男人挡住了 美女 你没事吧 可化一看 还真是流氓阴魂不散 让开 一个男人笑着说 我们今天负责照顾你 让什么开啊 你们想怎么样 他们俩相识一笑 不怎么样 我们两个请你单独喝杯酒 可化咬咬牙 看向走廊的监控 不知道在这里打人 会不会被拍下来 第十三章 闹事 厕所门口 总不是聊天的好地方 我们去楼上包厢 喝点酒好好聊聊 其中的一个男人一边说 一边伸手 试图拉可化的胳膊 可化退了两步 又回到女洗手间的门口 彻底退出了监控的视线 他腿上暗自用力 心里计算着 把人一脚踢飞 需要的空间和距离 另外一个男人 也笑着跟上去 别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这么漂亮 我们也不舍得 他一边说 一边靠近可化 可化一个闪身 就站到了两个人的侧面 不等他们再开口 使出一个用力的后脚侧踢 一脚就把其中一个人 送进了对面的男洗手间 他的身体 先是撞开了洗手间的门板 然后倒在了地上 门板又渐渐地 恢复了关闭的状态 画风转得太快 另一个人还来不及反应 可化又一个垫步前踢 把他踹到了门框上 他一时喘不上来气 坐在地上 手指着可化 愣是没说出来一个字 他的这种力道和踢法 顶多让他们一时起步来 过后会有点皮外伤 痛伤的几天 不会有大的问题 可以让他们常常记性 不管是富二代还是流氓 都得有点分寸 适可而止 不是吗 他一直喜欢低调地活着 不喜欢出风头 但低调不代表让自己受到伤害 但今天不低调也罢 他从四岁开始学跆拳道 父亲为他请了一位 很有名的跆拳道教练 还专门在家里 装修了一个很大的房间 作为教室 就这样 从四岁开始 每周两节课 风雨不断 直到十四岁 整整十年 他来到临时后 除了学校的课程 就停止了其他的特长学习 除了跆拳道 还有钢琴和国画 因为既没有心情 也没有钱 直到考上大学 他利用周末的时间 去学校附近的跆拳道馆打工 才重新捡了起来 他拿起包转身就走 这才看到一个男人 站在旁边的走廊上 他穿了一身蓝色西装 戴着一副金矿眼镜 温文尔雅 他正看向洗手间的门口 而后又把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他横哨时的发挥 有点紧张 没注意他站在这里多久了 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到 刚才他踹人的一幕 但无论怎样 做都做了 也就不能怕别人看见了 他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 忽然听到身后的人说 你没事吧 可话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确定对方是在和自己说话 我没事 他们可能不太好 那个男人笑笑 不再说话 可话转身 走出男人的视线 他刚到家 李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可话接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能在我的婚礼上闹事呢 可话一愣 自己也没在婚礼上闹啊 什么意思 我老公的朋友受伤了 他们说是你打的 可话没反驳 也没承认 你这么做 让我多难堪啊 我们婚礼还没结束 就跑医院来了 可话也懒得解释 继续听他说 他们正吵着要报警呢 你自己看看怎么办吧 李美挂断了电话 还能怎么办 如果有证据证明 是他打的 他愿意负责 如果无法证明 他也没办法 警察调取了走廊上的监控 只看到那两个人 把江可话拦了下来 然后把他逼回了洗手间的方向 便看不到其他 视频里倒是有个目击证人 是景华集团的总经理 林子轩 他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现场 还与那个叫江可话的女孩 有过交流 可话和林子轩都被请去警局配合调查 可话见到林子轩也是一愣 继而想到他是人正 林子轩倒是云淡风轻 一看就是见不大场面的 往椅子上一坐 冷着脸 目不斜视 警察问可话 张天野和张天子身上的伤 是你打的 可话想了想 应该就是那两个人 他们还真是兄弟 他们受伤了 不至于吧 顶多有些瘀青和破皮 他们现在指控你故意伤害 可话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 我在婚礼上喝了些酒 不太舒服 去洗手间整理了一下 但他们俩在卫生间门口拦住我 非要拉着我去包厢单独聊聊 第一次喝白酒有点迷糊 伸手挡了一下 可能力道大了些 警察看看他 没再说话 那兄弟俩的德行 在监控视频里 看得清清楚楚 确实拦住 人家姑娘不让走 坐在不远处的林子轩 微微勾了下唇角 这女孩挺有意思 那党人的力道 着实不小 警察又单独询问了林子轩 问他是否看到那姑娘打人 他被叫来警局 心里本来就不痛快 我问他有没有事 他说没有 警察对比了视频上林子轩的口型 确实这么问的 可话被对着监控 无法确定他当时说了什么 证据不足 不予立案 第十四章 调查 可话从警局出来 走到门口停下来 很快林子轩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今天谢谢你 可话说 林子轩点点头 不必客气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叫什么名字 他忽然问 可话回头看了看他 将可话 好 再见 他走到马路边 打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自己的家里 周一上班 可话像往常一样 来到办公室 你知道昨天李老师婚礼上的事吗 张老师一边整理办公桌 一边问他 什么事 有两个客人被打了 在婚宴上大吵大闹 李老师和他老公 还没进完酒 就带他们去医院了 可话微微点头 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总不能说 那两个人是被自己打的 都怪当时喝了酒 比较冲动 这一鲁莽 还影响了李老师的婚礼 等他结束婚嫁 回来上班 一定要当面道个歉 但事情 可绝不是向李老师道歉那么简单 想不到的报复还在后头 那张天也张天赐 在他这吃了闷亏 怎么可能放过他 就连那李老师的新婚丈夫 郭晴都恨他恨得牙痒痒 他不仅打了他的客人 还让他的婚礼 无法顺利完成 一度成为圈中人的笑柄 入职站最近也很忙 临时有两块地皮在拍卖 参与近拍的公司有很多 而且公司实力都不容小觑 他一早来到办公室 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文件夹 打开一看 第一页的右上角 正是那个女人的照片 这才想起来 他前段时间 让肖义调查一下那个女人 没想到用了这么久 他都快忘了这件事了 他打开文件 江可化 26岁 文海高中数学老师 可化 真是个幼稚的名字 不过这高中老师 倒不像他的风格 一会儿去会所送酒 一会儿跟他做交易 哪有半点为人师表的样子 不过有段文字 倒是吸引了他 江可化在数学方面 极具天赋 多次获得国内外数学竞赛奖项 他拒绝了国内外多家知名大学的免试入学邀请 通过高考考上了燕京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 拒绝多家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 回到临市 应聘做了高中老师 这倒是个有意思的人 总有些异于常人的举动 他按了一下手边的电话机 直接拨通内线 肖义 进来一下 门很快就开了 肖义从外面走进来 战哥 什么事 江可化他爸爸 当年是什么原因入狱 我目前查到的 有贷款诈骗罪 非法集资罪和资金挪用罪 他的刑期是多久 二十年 不过他在狱中表现较好 减刑到十五年 按理说不至于 他的公司当年在海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 并没有听说有大的资金问题 为什么要去诈骗银行和非法集资 这个我倒是没查 十几年前的事 估计查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陆之战点点头 他最近怎么样 肖义想了一下 战哥说的他 应该是指江小姐吧 他没有男朋友 一个人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区 陆之战抬头看了眼肖义 谁问你这个了 他上周参加同事婚礼 把志远电器张总家的双胞胎给打了 陆之战有点不敢相信 他把双胞胎打了 刺激动的手 应该是的 听说双胞胎受伤了 报警因为证据不足 没有离案 陆之战想了想 他那副金兽的小身板 当时还怜香惜玉 没怎么折腾他 没想到他倒是厉害 居然能打倒两个男人 好的 我知道了 肖义转身往门口走 犹豫了一下 又折回来 双胞胎放出话来 说是要收拾他 陆之战看着肖义 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肖义迟疑了一下 我以为你喜欢他 我喜欢的人多了 难不成还都派个保镖 好的 我知道了 他转身出去了 陆之战靠在椅背上 肖义的那句 我以为你喜欢他 总在自己脑子里瞎晃 谁说自己喜欢他 不过是他求他帮忙 作为交换的筹码 共赌一夜而已 第十五章 妞 陆之战正在加班 接到了向天的电话 战哥 好久没聚了 今天聚一下 向天说道 陆之战迟一片刻 哪里聚 向天想了想 要不还去老魏的会所 那安静 没有乱七八糟的人 你们先过去 我这还有几份文件要处理 很快就到 陆之战放下电话 又按了下内线 肖义开门进来 战哥 老头子什么时候 从国外回来 陆之战问道 行程表上显示 明天下午的航班 把我之前存的那几款酒 拿几瓶送过去 好的 那边最近还安分吗 陆之战问道 倒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最近刚买了辆跑车 经常约网红出去玩 肖义说道 陆之战点点头 继续处理桌上的文件 老头子是他对爸爸的尊称 他想不出 还有什么词 比这个更合适 母亲和他的婚姻 早在十多年前 就名存实亡了 即使母亲 为他生下三个孩子 都没能留住他的心 他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瞒着母亲 和他的女秘书 双宿双飞 不仅如此 那女人还和他生了个儿子 加上外公的支持 他怎么会有那么风光的几十年 他居然还想把私生子 安排进公司 真是痴人说梦 爷爷和外公如果知道 谁都不会放过他 陆之战从不主动去见他 他只能算他生物学上的父亲 他只是偶尔送他几瓶酒 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 让他收敛点自己的行为 陆之战来到会所 向天和另外几个人已经到了 战哥 今天喝什么酒 陆之战拿出一根烟 老样子 向天笑笑 战哥 今天你要不要点个妞 陆之战迟了一下 随便 别随便啊 一会儿点了你又不喜欢 还得把人胆走 多麻烦 向天说道 另外一个人说 上次那个妞 战哥不是喜欢吗 点他 陆之战皱了皱眉头 上次那个不就是姜可化吗 谁说他喜欢他 都什么眼神 你他妈是不是傻 上次那个妞一看就不是这里的 那是奔着战哥来的 向天一边给陆之战倒酒 一边说 陆之战笑笑 他倒是聪明 你们随便点 我看着不讨厌就留下 战哥 这可是你说的 别反悔 向天叫了下服务生 不一会儿十几个姑娘 排着队进入包间 另外几个人都挑了一个 向天和陆之战都没选 紧接着 第二拨姑娘又排着队进来了 这次向天挑了一个 让人再换第三拨 向天看着 其中一个长发女孩 问陆之战 战哥 你看那个怎么样 头发又黑又长 和上次那个有点像 陆之战瞟了一眼 心想你是不是眼睛有毛病 哪他妈像啊 姜可化可比他好看多多了 就说 他那眼睛又干净又明亮 几个女人能有 再说 皮肤也比他白嫩的多啊 他想了想 你说了算 向天立刻让那个姑娘 坐到陆之战身边 心想 自己拍马屁 终于拍对地方了 陆之战喝了口酒 酒杯还没等放下 就被旁边的女孩 把胳膊抱住了 他皱了皱眉扫了 那女人一眼 心生厌恶 战哥 上次你让我们先走 你和那姑娘聊得怎么样 旁边的人问 陆之战没说话 他可没有向别人 汇报的习惯 向天瞪了那人一眼 战哥 城南的快地政府要拍了 你出手吗 陆之战就知道 他小子肯定会来探口风 那快地还不错 很适合做高档别墅区 好嘞 谢谢战哥 我回去 让我爸在周边 投资的大型商超 向天喜出望外 跟着战哥的步伐准没错 第十六章 聘请 陆之战觉得 这样的聚会越来越没意思 尤其是身边 还坐着个不喜欢的女人 拼命往身上贴 要不是有言在先 他早就把他赶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回去了 陆之战战起身 向天也站起来 战哥 女人立刻站了起来 向陆之战投去期盼的目光 这么帅的金主 如果能带他出台就好了 陆之战大不留心地走出门 看都没看他一眼 那心里的花盾是泄了 向天算是看明白了 陆之战对上次那个女人是真喜欢 一会儿眉目传情 一会儿搂在怀里 他把陆之战送出会所大门 又折了回来 赶紧去找会所老板老魏 问问上次那姑娘是什么来头 他给老魏打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 老魏就从电梯里出来了 向少 有什么指示 上次往我们包厢送酒的那个丫头 什么来头 老魏回忆了一下 突然想起来 江涛和他妹妹的事 我这里一个小兄弟的妹妹 上次来找他割完 就让他帮忙 进去送瓶酒 老魏一边回答 一边打着哈哈 他可不能说 明知道那姑娘有目的 为了找陆之战办事 还把他放了进去 送酒的主意 还是自己出的 他可得罪不起这帮大爷 向天看着老魏 你哪个小兄弟 大堂经理 江涛 你见过的 向天点点头 让他过来聊聊 向少 你对那个姑娘有想法 向天点了根烟 不是我 老魏也是一愣 能劳烦向少爷来打听的 除了陆之战也没别人了 看来自己识人的眼光很准 那姑娘确实条件好 要脸有脸 要腰有腰 还有一种脱俗的气质 能被陆之战看上 足以证明这一点 老魏给江涛打了个电话 江涛很快从楼上下来 老板 有事 向少跟你打听点事 江涛对向天点点头 你好 向少 上次送酒那个女孩 是你妹妹 江涛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可话到底是 招惹到他们了 是 她年龄小 不懂事 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请向少多包涵 都怪我那天太忙 没管住她 向天打量了一下江涛 看着是个聪明人 你妹妹做什么的 她呀 她就是一个孩子王 在学校里当老师 这倒是出乎向天的意料 你问问她 愿不愿意去我公司工作 高薪聘请她 工资至少是现在的三倍 江涛笑着说 有这样的好事 我回家就问问她 不过 我这妹妹脑子不太好 总和正常人想的不一样 家里谁都管不了她 如果她有别的要求 也可以提 向天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江涛 让她打电话给我 江涛接过名片 好的 向少 送走向天 江涛赶快给可话 打了个电话 可话 你认识向天吗 可话想了想 不认识 上次你去包厢送酒 她也在 有没有印象 有点娃娃脸 可话回想了一下 有点印象 怎么了 你当时有没有得罪她 或者被她看上 可话笑笑 哥 你在说什么啊 怎么不是得罪 就是看上 说让你去她公司上班 工资是你现在的三倍 其他条件随便提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 没那么简单 可话也是一愣 她那天一直盯着陆之战 谁都知道 她是奔着陆之战去的 就连陆之战 自己都心知肚明 这个向天跳出来 找她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陆之战让的 她找自己 似乎也不需要拐这么多个弯 上次送避孕药 不就是亲自出面吗 第十七章 就范 可话 你看咱们怎么回复 向天特地找过来 不搭理她肯定不行 是时代精英脱了西装 那就是野人 可话笑了笑 哥 你是想说他们如毛饮血 真是长学问了 别说我 说你 这是怎么办 你把她电话号码发给我 我来处理 你可别乱来 有事一定要告诉我 知不知道 知道 可话很快收到了向天的电话号码 她打算明天抽时间打过去 不能因为自己 而得罪向天影响哥哥的工作 第二天下班 可话一边给向天打电话 一边往校门口走 还没出校门 就看到李老师的墨镜拦有 又带着墨镜靠在车边 等在校门口 不对 现在是墨镜老公了 可话一边等着电话接通 一边想 这都十二月份了 天黑得越来越早 这路灯都亮了 她还戴着墨镜 是因为内心喜欢黑暗吗 手上的电话通了 喂 你好 我是姜涛的妹妹 是你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有什么事吗 可话一边说 一边走出校门 来我公司上班吧 待遇你自己提 可话刚想问她为什么 就被李老师的丈夫拦住了 可话看了眼对方 然后对着电话说 向先生 我这边临时遇到些问题 一会儿打给你 向天迟疑了一下 好 可话挂断电话 把手和手机都放在口袋里 看着眼前的墨镜男 你知道我是谁吧 郭晴阴阳怪气 当然 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不知道 可话一边说 一边退后了一步 郭晴阳了阳下巴 你在我的婚礼上 打伤我朋友 怎么解决 如果有证据 你们可以报警 郭晴一看这丫头 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 看来你是真欠收拾 可话瞇了瞇眼 怎么个收拾法 郭晴往学校里面望了望 见周围没人 上前一步 嬉笑着说 你要是能让我开心一下 让我把之前的气出了 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可话突然想起来 李美还在休假中 看来这丝是专程来找她的 心里仿佛看到了一百条毛毛虫 真有点恶心 你和那兄弟俩打过架吗 可话慢悠悠地问 郭晴反应了一下 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打得赢他们两个 我倒是会考虑考虑你的建议 如果你连他们俩都打不过 应该很难收拾我 郭晴板击脸 他这不摆明了说 那哥俩就是他打趴下的吗 就他这细胳膊细腿 怎么看都不像 可话绕开他继续往前走 他突然冲上来 去抓可话的肩膀 他一闪身躲了过去 没想到在这大马路上 他也敢如此嚣张 可话有点愤怒 别太猖狂 这马路上到处都有监控 你是想让我打你一顿 再把你送进警局 郭晴转头看向周围 确实如他所说 他用手指着他 你给我等着 有你哭的时候 可话白了他一眼 没事人事地继续往前走 他还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背着老婆 威胁其他女人 就范的男人能有什么出现 郭晴抱了句粗口 回到车上 一脚油门下去 把那辆跑车开到哄哄响 第十八章 好心 可话回到家 又给向天打了个电话 向先生 你好 刚才遇到麻烦了 向天问 一点小事 我和你说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 不好意思 向先生 我对其他职业没兴趣 只喜欢当老师 这是可话琢磨 一路想出来的理由 他总不至于 现去开的学校 果然向天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不再考虑一下吗 谢谢您的邀请 可话说 向天挂断了电话 可话给江涛发了个消息 告诉他 自己已经婉拒了向天 下周是江淮的生日 可话想在那之前 再去看看他 他打开电脑 在网上做预约申请 第二天上午 可话收到回复 由于被探视人拒绝会面 所以预约失败 他说不出自己此时的心情 十四岁前 心里对爸爸是满满的爱和依赖 就算后面那几年 他受了很多苦 无家可归 被人追债 妈妈再婚 他在心里依然想念 并且期待见到他 没想到他对自己竟然这么绝情 妇女分离十二年 见一面就了结了 他越想越气 他不想见他 他就偏要去见他 去问问他心里的愧疚 到底是什么 他很想问一下陆志战 上次是怎么促成 他们妇女相见的 是爸爸自己同意见面 还是通过其他什么方式 但以自己和陆志战的关系 似乎也没到 想打电话就打电话的程度 他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问他什么 他都会告诉他突然想到了萧毅 上次是萧毅带他去的海城 他应该知道这其中的情况 他立刻打电话给萧毅 碰碰运气 此时的萧毅 正在和陆志战一起开会 土地近拍的准备工作 刻不容缓 他看到手机上的来电号码 愣了一下 又看了看陆志战 便挂断了 战哥最讨厌开会时 有人分心 可话的心沉了沉 萧毅确实没有什么理由接他的电话 会议结束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萧毅回到办公室 给可话回播了过去 可话很快接起来 你好 萧先生 你好 江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 上次你带我去海城监狱 是他自愿见我 还是被逼的 萧毅沉默了一下 回答说 征询过他的意见 是他自愿的 可话点点头 心想 他总算还愿意见自己一面 知道了 谢谢你 萧先生 萧毅挂断电话 想了想 还是去了陆志战的办公室 陆志战正坐在电脑前 看最新的项目进展 抬头看了他一眼 有事 战哥 江小姐刚刚打了电话 陆志战皱了皱眉 沉下脸 说 他打电话给你 不用告诉我 萧毅一听 老板这是不高兴了 赶快说 他是问上次 去海城见江淮的事 我和他可没什么私事可聊 陆志战没说话 继续看电脑 萧毅接着说 他问上次去监狱探视 江淮是自愿见他的 还是被逼的 我估计他这次 可能被江淮拒绝了 陆志战一听 看来他的这位父亲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连自己的女儿 都不愿意见 十几年不闻不问 心也真够狠的 战哥 我们要不要帮帮江小姐 陆志战扫了他一眼 靠在椅子上 怎么帮 要不你去狱里 做做江淮工作 让他见自己女儿一面 萧毅一听 不帮就不帮 他可没兴趣进监狱 再说 他又不是为了自己 还不是因为那江小姐 是他的女人 真是好心美好抱 第十九章 酒会 陆志战坐在椅子上 早就没了看电脑的心思 满脑子都是那个 不时抬举的江可化 他可以给萧毅打电话 却不肯给自己打电话 是怕他再和他谈条件 越是不来找他 他就越要逼他来 就不信他在他面前 能永远那么高 跟他睡完就走 一副从此划清界限的架势 到底是谁给他的特权 江可化下班时 接到了沈佳琪的电话 可化宝贝 周六有时间吗 可化浑身一抖 这都叫上宝贝了 准备好事 什么事 周六下午有个化妆酒会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不是和那种场合 你还是找个帅哥一起去吧 不行 这次我是有目的的 带你去 是让你给我做模特 那我更不去 给你做模特太危险 得离你们时尚缺远点 WV杂志 你知道吗 非常有名的 很多一线明星都跟他们合作 他们最近正在寻找 合适的化妆师 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 然后呢 可化问 然后 你委屈一下 给我当一下模特 让我把我的才能展示出来 基深国内一级化妆师之列 年薪五百万 到时分你一百万 一百万这么多 你找什么模特找不到 还用来找我 真是大忽悠 佳琪笑笑 这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再说你的皮肤白身材比例好 最适合我想要的造型 你这夸人 都是挑着实际来的 以前怎么没说我皮肤白身材好 我不去 沈佳琪开始撒娇 可化 求求你了 这关乎我的事业 还关乎我的财路 帮帮我吗 可化叹了一口气 你总是这样 谁让咱俩好呢 血肉相连 同气莲芝 深情厚意 恋恋不舍 停 停下 说吧 时间和地点 仅此一次 可化实在受不了 他这运用成语的超能力 周六下午两点 我去接你 先来我家里化妆 然后一起去酒会 知道了 如果世界上能有一个人 是让可化哭笑不得 又爱不释手的人 那一定是沈佳琪 到了周六下午 可化被沈佳琪接到了自己家里 一百多平的房子 有三个房间 但其中两个都是用来化妆的 一个房间摆满了各种化妆品 配饰 化妆包 化妆箱 另一个房间 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而剩下最小的那间 才是沈佳琪的卧室 可化调侃佳琪 你这位的事业牺牲得也挺大 自己委屈 求全窝在小房间里 把好的都给工作了 那当然 我多不容易 沈佳琪今天的计划 是给可化来一个 奥黛利赫本的装扮 他们在某些方面很相像 皮肤白身才好 自不必说 最主要是 可化也有着一双灵动又清澈的眼睛 和高贵温婉的气质 贺本的金匾是小黑裙 久会穿黑色 本身并不打眼 但如果 配上他雪白的香肩 和高贵的气质 那就不一样了 绝对的文艺丰 WV就喜欢这种 佳琪一会儿 让可化穿丝袜 一会儿让他贴胸贴 有了上次在别墅的经历 可化坚决不同意 佳琪都快跪下了 才说服了这位姑奶奶 把小黑裙穿上 愣是让他在裙子里面 穿了条黑色气氛打底裤 胸贴也改成了 无肩带的文胸 好在裙摆 有点白者似的小蓬松 什么也看不出来 佳琪急得一脑门子汗 这哪里是模特啊 简直是祖宗 好在效果很不错 和他想象的别无二样 化妆舞会可以戴面具吧 可化问 可以是可以 但你不许戴 面具会破坏整体的美感 你的眼睛 你的脸都必须露出来 可化咬咬牙 现场有没有人拍照 我可不想 被我的学生们看到我这样 那种场合 是不允许拍照的 手机都会封住摄像头 现场那么多有钱人 谁都不想上杂志 沈佳琪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这种事 不许再找我 我不喜欢 听到没 听到了 听到了 我保证 第二十章 面试 可化和佳琪到了酒会 还好路上可化 拿得件羊绒大一批在身上 否则以零时零下午 摄氏度的阴冷天气 他非得冻成冰棍不可 但到了会场 大一还是被佳琪收走了 沈佳琪现在看她的眼神都不对了 那根本不是在看她将可化 而是在看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虔诚 以及财富 可化无奈 抿了下嘴唇 佳琪立刻紧张地说 不要抿嘴唇 口红都化了 可化没想到的是 参加酒会的人并不多 男男女女 穿着考究 尤其是女人 各个妆容精致 还真没谁把自己化妆成兔子 或者猫 佳琪忙着去和别人打招呼 可化很无聊 感觉自己哪哪都不舒服 她拿了杯香槟 找了个窗边不显眼的位置站着 望向窗外 这座城市的夜景 真的很美 这妖巧 一个男人的声音 可化转头 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林子轩 她笑了下 是很巧 她礼貌性的笑笑 却让林子轩的心里 起了一层层的涟漪 她今天真的很美 像一颗黑珍珠 光亮璀璨 又像一朵玫瑰花 优雅又神秘 林子轩不禁回想 似乎每一次见面都是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遇到她 她正在踹人 干脆利落 恍如女侠 第二次见面是在警局 她正大光明地说着假话 第三次就是现在 她化身成了高贵的公主 你今天来这里是工作原因 我朋友是化妆师 我只是帮她来面试的 她一边说 一边指了指自己的造型 她可不想让人误会她的动机 林子轩想了一下这个帮子 又看了看她的装扮 心中已了然 她向她微笑着举杯 这种化妆酒会 除了让餐会的人 有机会实现商务合作外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男人烈焰 女人找金主 这种酒会的入会门槛很高 财力和颜值都是筛选过的 会为彼此省去很多麻烦 还好她只是为了帮朋友面试 可话喝了口香槟 便不再说话 她觉得气氛有点尴尬 既无话可说 又站在了一处 可落到别人眼里 就不是尴尬了 而是暧昧 一个是超凡脱俗的美人 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帅哥 一会儿相视而笑 一会举杯供你 陆之战在不远处看着两个人 瞇了瞇眼 他们认识 他问萧毅 萧毅想了想 他打张家 那两兄弟 被林子轩遇见了 陆之战瞪了他一眼 便不再说话 萧毅心里无奈 明明是他说 不要什么事都告诉他的 半军如半火 还好沈家气忙完了 走到可话身边 又看了看旁边的林子轩 熟人 他问可话 不熟 可话小声说 佳琪笑笑 WV的总监 刚才特地问起 你是哪家的模特 然后呢 可话问 我说是我的朋友 不是模特 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是你的杰作 这种话不用说出来 他们都成精了 一看就知道 林子轩向他们点了下头 转身去了其他地方 守在两个女孩子身边 实在不合适 沈家气不知道 刚走的这位才是 WV真正的老板 投资人 可话和佳琪 又聊了会天 佳琪就被叫走了 WV的人 想和他再聊一下 可话笑笑 看来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 他放下酒杯 打算去下洗手间 再找到自己的大衣 能溜就溜掉 走了没几步 一抬头就看到了萧毅 萧先生 你好 江小姐好 可话没打算多聊 只想赶快走出这里 却听萧毅说 战哥今天也在 可话停住脚步 他这是在提醒他 还是什么意思 不过如果他在 自己更得快点走 否则见面多尴尬 他回头看了他一眼 萧毅也已经转身看着他 海城的事 我帮不上忙 你得找战哥 可话明白了 点了点头 转身走去洗手间 真的在去找陆之战吗 自己还有什么 可以和他做交易的 第21章 条件 可话刚走出会场 一抬头就看到了走廊上 正站在落地窗前 打电话的陆之战 他有一刹那的局促 他怕见到他 他和他的交易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还被他追着喂药更是无地自容 可话硬着头皮 从陆之战身边走过 直奔卫生间 陆之战继续对着窗户打电话 仿佛没看到他一般 落地窗上 却清晰地显现着 他走过的身影 可话在卫生间磨蹭了很久 再出来 走廊上已经没了陆之战的人影 他常常呼出一口气 一边给佳琪打电话 一边往会长走 佳琪 你在哪 沈佳琪用很小的声音说 可话 我这边再谈合作 你把我的大衣放哪了 我要先回去了 你继续忙你的 可话因为打电话 所以没注意到 旁边的房间门口站着个人 陆之战迈着长腿 走到可话面前 把他吓了一跳 他停下脚步 看着陆之战 然后对着手机小声说 佳琪 我一会儿再打电你 怎么在这里 可话问 在等你 陆之战冷着脸说 这么久 有什么事吗 陆之战看着他 没说话 然后随手拉过他的胳膊 三两步进了旁边的房间 他一边走一边说 当然有事 可话下意识地想挣脱 他却关上了房门 把他的手按到了门板上 他的力气很大 可话一用力 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不想受伤就安静点 他看着他说 要干什么 可话防备地看着他 不打声招呼 怕你认不出我 可话咬了咬唇 当然认得出 睡过还认不出 那是傻子 那为什么不打招呼 刚才 你在打电话 如果没打电话 你会怎么做 可话不出声 还能怎么做 要么装作不认识 顶多说句 你好 陆之战靠近他的脸 盯着他的眼睛 说 你会怎么做 他说话时的热气 落在他的脸上 他突然很紧张 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 可话用力地反抗 想挣脱自己的胳膊 腿也在使劲挣扎 但还是失败了 陆之战把他压在门板上 细血地看着他 说了 不让你乱动 他凑近他的耳边 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 可话侧了下头 尽量躲开他近在咫尺的脸 不为什么 难道他以为自己 又是来找他的 陆之战瞇了瞇眼 来酒会找其他男人帮你 可话很生气 怒视着他 当初病急乱投医 本想送品酒 自己也没想到 怎么那么轻易 就把自己搭了进去 他也总是在问自己 如果换成别人 自己还会那样做吗 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这毕竟不是数学题 陆之战笑笑 眼睛里却都是冷漠 你今天是来找林子轩呢 你又想把自己预定给他 可话抬头 看着他的眼睛 低声说 我没有 我不认识你说的人 陆之战看着他的反应 真的不认识 可话皱了皱眉 不认识 陆之战沉默了一下 低头吻在他的脸颊上 我们之间还没完 你不能找其他男人 记住了吗 可话看着他 还没完 什么意思 你可以求我帮你 去海城见你父亲 但不能去求别人 他不愿意见我 你有什么办法 我问过肖义 上次是他自愿见面的 这个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答应我的条件 可话咬了下嘴唇 什么条件 你今晚跟我走 第二十二章 交易 可话看着陆之战的眼睛 他不会不懂 跟他走是什么意思 要答应他吗 他脑子里 有刹那的空白 陆之战也看着他的眼睛 里面依然星光灿烂 他喜欢他的眼睛 怎么 不愿意 陆之战一边说 一边用手去抹撒他的唇半 他已经快忘了 上次和他接吻的感觉 他低头去亲吻他 尽管他今天穿了黑色的裙子 高贵又魅惑的装扮 可他还是觉得 他就像一朵郁金香 粉嫩又清新 似乎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陆之战突然明白 自己为什么 对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安静的时候 有温婉清新的美 他灵动的时候 有妖艳魅惑的美 他的吻很温柔 和以往的吻都不一样 可话甚至忘了反抗 不自觉地投入其中 这回同意了吗 陆之战看着他红红的脸颊 拨弄了一下他的耳朵 可话清了下自己的喉咙 掩饰此时的羞涩 真的能帮我 陆之战看了他一会儿 收敛神色 这只是交易 这句话是说给可话听的 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可话点点头 对 没错 好 我同意 陆之战放开他的手 走吧 我要去拿一下我的大衣 在会场里 陆之战看看他 录在外面的肩膀 拿出手机 直接打给萧毅 把我的大衣和车钥匙拿出来 我在走廊等你 可话跟在陆之战身后走出房间 站在走廊上 萧毅很快拿着东西出来了 看看陆之战 又看看姜可话 心中已了然 陆之战把自己的大衣扔给他 在前面大不留心地走着 可话把他的衣服套在身上 尽管松松垮垮 但顿时温暖了很多 陆之战今天开的是一辆黑色兵力 可话笑笑 还真是巧 小时候爸爸也有一辆 是不是男人都对车子感兴趣 他给佳琪发了条信息 告诉他自己先走了 他们今天还是去上次的酒店 还是3909号房间 可话心里不惊想 他是不是也和别的女人在这里过夜 肚子饿吗 陆之战一边解下领带 一边问他 还好 陆之战打电话 叫人来送餐 自己先去浴室洗澡 等他再出来 服务生已经把食物摆在了桌子上 可话和他简单地吃了点 吃完饭 陆之战就去了卧室 可话自己去洗澡 可话一边洗澡 一边自嘲 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 但一切似乎都轻车熟路了 也真是天意弄人 女儿为了见自己的亲生父亲 居然要把自己作为交易物品 去求别人帮忙 孰亲孰敬 他可真是为好爸爸 可话站在镜子前 擦拭身上的水滴 他裹上浴巾 又吹干了头发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仿佛一切都是幻境 以前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有这样的境遇 他对着镜子 抹撒了下自己的嘴唇 陆之战之前刚刚吻过 他知道自己很美 从小就知道 他曾是天之娇女 不仅爸爸妈妈 把他捧在手心里 他周围所有的人 都把他捧在手心里 爸爸的那些下属 妈妈的那些同事 小区里的那些邻居 家里的那些亲戚 学校里的那些同学 他们都曾对他赞不绝口 可自从爸爸入狱 一切都变了 他在聪慧 他在美丽 在别人的眼中 都只不过是罪犯的女儿 亲戚们退避三社 同学们指指点点 人间寒凉 不过如此 第二十三章 真男 可化走进卧室 陆之战靠在床头上看书 可化扫了一眼 英文版的成长之路 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反过来想想 富家公子和博学也并不冲突 博学和博琴也不冲突 富家公子和博琴 更是密不可分 可化掀开另一侧的被子 坐到床上 陆之战把书盒上 放在了床头柜上 他刚才没找到玉袍 身上只裹着玉巾 肌肤圣血 长发微垂 他凑近他 亲吻了一下他的肩膀 吻他似乎成了他喜欢的游戏 可化觉得有点痒 微微躲了一下 他伸手抱住他的腰 扯去他身上的玉巾 他低头去看他的身体 眼神逐渐开始迷离 可化只看了他一眼 便不敢再看 他侧过脸 轻咬着嘴唇 他的视线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手指拂过他的眉毛 脸颊和唇瓣 有人说过你很美吗 他问 可化没想到 他会在这个时候和他聊天 上次不是什么也没说吗 没有 可化回答 他觉得自己早就不美了 从身体到灵魂 陆之战把他压在身下 这一次可没有半点怜香惜玉 可化觉得 上次除了紧张就是疼痛 还有无法言语的不适感 今天不太痛 陆之战的吻 也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自己的身体开始 有了新的知觉 他不自觉地抱住陆之战的脖子 也会在他亲吻他的时候 微微回应 陆之战很满意他的反应 便又多折腾了他一些时间 陆之战去浴室洗澡 可化躺在床上 他今天及时想起床离开 好像也很难了 可跟一个见了五次面上了 两次床的陌生男人睡在一起 似乎也不太合适 他一直觉得 只有相爱的男女才能共眠 但也没有那么绝对 他曾经也以为 只有相爱的人 才能做这么亲密的事 可事实并非如此 你在想什么 陆之战问 他背对着他 没什么 起来 可化心中一紧 支撑着坐起身 看来今天他不想留他 也好 他随手去找那条浴巾 他的衣服在客厅 总得遮着点 你要走 他问他 他抬头看着他 有些不解 不是他让他起来吗 把药吃了 他一边说 一边把药递给他 换了一种 他看向他手中的药瓶 愣了一下 伸手接过 可此时眼泪 却在眼圈里打转 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种屈辱 也许本该如此 没什么不对 只是他心里 因为爸爸不肯见他 或者因为隐忍了十二年 而难过 他转身 从床头柜上拿了瓶水 打开药瓶 拿了一颗直接吃了下去 又随手擦掉眼角的泪 他把浴巾裹在身上 起身下床 腿有些软 像踩在棉花上 也真是奇怪 以前练习几个小时 跆拳道也没觉得这么泪 他没去看陆志战的表情 镜子走向客厅 陆志战皱了皱眉 三两步走到他身边 拉住他的胳膊 去哪 他还没允许他离开 回家 他回答的时候 并没有抬头看他 可他还是看清了 他微红的眼眶 和眼角的湿润 女人就是麻烦 第一次都没哭 今天哭什么 难道自己弄疼他了 还是因为让他吃药 排除怀孕风险 对谁都好 不是吗 我没允许你离开 不许走 他把他拉回到床上 他看着他 我已经实现了我的承诺 他冷着一张脸 我没说只有一次 可话闭了闭眼 做个交易还真难 第24章 准备 可话躺回床上 背对着陆志战 陆志战也冷着一张脸 当初谈交易的时候 可是他主动的 现在这么一副 不冷不热的样子 什么意思 你想什么时候去海城 陆志战点了一根烟 我只有周末有时间 可话说道 陆志战转头看了他一眼 只能看到他的肩膀 和长长的头发 监狱正常情况下 周末是不允许探视的 他得找人做特殊沟通 但既然答应了他 就这么办吧 你之前打了张家兄弟 他记得消逸说过这事 可话犹豫了一下 直接实话实说 打了 陆志战微勾了下唇角 他倒是坦诚 你那点花圈绣腿 以后别总拿出来 容易惹麻烦 之前在酒会 他试过他的力道 打那张家兄弟 估计也是趁其不备 可话没说话 这是他自己的事 以后遇到麻烦 可以打我电话 可话迟疑了一下 还是交易 陆志战笑了 当然 可话觉得 他应该不会再 和他谈交易了 如果爸爸还是不肯见他 不肯说出当年的真相 那就这样吧 到此为止 人活着 有些东西也是注定的 就像自己坎坷的命运 那是从半空 摔进泥土里宿命 无论是痛了还是死了 都怪不得谁 可话很久才睡着 半夜里不自觉地翻了个身 蜷缩在陆志战身边 陆志战醒了 他一向浅眠 况且 此时还有一个他在身边 他看着他 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睛很美 很清澈 也许是因为他把第一次给了自己 所以总是对他有些放纵 他侧头看了看身边的女人 尽管他在自己面前低眉顺眼 早就没有了天之娇女的半点娇纵 但骨子里却是倔强得很 他知道 他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那张家兄弟他自然听说过 两个人同恶相继 狼狈为奸 不知祸害了多少个女孩子 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过后给些赔偿 再对被害人加以威胁 才没被关进去 早上六点 可话醒了 自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他的头正 套在陆志战的肩膀上 一只手还抱着他的胳膊 他赶快起身 悄悄下床 去客厅穿好衣服 回到家里 他洗了的早收拾妥当 准备回趟妈妈那边 如果顺利 估计下周末就可以见到爸爸 在那之前 他需要做些准备 最好可以从妈妈那里 找出一些当年的头绪 父亲入狱时 妈妈刚好四十岁 他说自己并不青春 不怕耽误 他要等爸爸出狱 可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天 他就改变了主意 立马申请办理了离婚手续 回到出租屋后 就割腕自杀了 可话那天临时有事回家 开门就看到妈妈倒在血泊里 手边放着他和爸爸的离婚证 已经被鲜血浸透 他吓得语无伦次 连滚带爬的 去拍打隔壁邻居们的房门 妈妈得救了 却像变了个人 寡言少语 经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 从那以后 他对爸爸只字不提 仿佛那个人 从没在他的生命里出现过 医生确诊 妈妈得了抑郁症 好在并不严重 但可话不想让他的余生 都如此度过 他找了唯一还肯帮忙的舅舅 在临时租了房子 他带着母亲 彻底告别了海诚的悲伤 第25章 线索 妈妈和继父 看到可话回来很开心 继父立马张罗着去买菜 今天的午饭 将校长要亲自掌烧 房间里剩下母女两个人 妈妈洗了一堆水果 放在可话面前 可话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 心里琢磨着 从哪里提起爸爸和当年的话题 会比较合适 既不能刺激到妈妈 又能探出口风 可话 你最近学校里忙不忙 妈妈问 肯定忙啊 孩子们都很努力 要备占高考 数学又是重点科目 我这个当老师的 一点也不能懈怠 妈妈看着可话 你已经26岁了 平时也不在妈妈身边 想和你聊聊你的个人问题 也不太有机会 可话没想到 妈妈会提起这个话题 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 连自己是否谈恋爱 妈妈都从不过问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可话说 妈妈坐到可话身边的沙发上 拿起她的手 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握了握 你长大了 妈妈已经好多年 没给你量身高 也好多年没握过你的手了 可话突然很想哭 她努力收敛了下情绪 咬了口苹果 含糊着说 长大挺好的 如果遇到合适的男孩子 就谈谈恋爱吧 妈妈一边说 一边转过头 看着可话 谈恋爱太麻烦 还得顾及对方的感受 哪有自己一个人活得自在 以后总是要成家的 找个踏实本分的男人 安逸地过一辈子 顺顺利利 挺好的 妈妈说 可话笑了笑 她是本分的长什么样 就像江校长那样 她故意逗妈妈 妈妈也笑了 你可以考虑考虑 学校里的男同事 那以后 咱们家有四个老师 话题圈都离不开学校 不是初中就是高中 知识面也太窄了 妈妈笑笑 大学的也行 跨个行业行不行 可话随口说了一句 妈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说经商的不行 可话一愣 她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这话另有所指 指的是爸爸 妈妈之前抑郁症 可话从不敢在她面前 提起爸爸和他们以前 在海城的生活 既然今天妈妈 自己提到了 她就多问问 为什么经商的不行 可话一边吃苹果一边问 仿佛她完全不知道 妈妈的想法 经商的心思太复杂 想要的太多 手段多 秘密也多 可话拉过妈妈的手 妈妈 你说的秘密是指什么 妈妈看着可话 眼眶突然红了 没什么 但你要相信妈妈 经商的不行 有钱的更不行 就找个踏踏实实的 听到了吗 妈妈有点激动 可话立刻点点头 好 好 就找个踏踏实实的 像江校长那样的 你放心吧 妈妈破体为校 女儿是她的孩子 更是她的精神支柱 这么多年 与其说是 自己把她养大 不如说是 她在陪自己变老 她就是为了 守在自己身边 才谢绝了高薪的工作 回到临时做了老师 尽管母亲没有说太多 可话还是从母亲的话中 得到了很多信息 母亲的心中 对父亲有恨 父亲在她心里 已经从可以依靠的丈夫 变成了心思复杂的商人 一个贪心 又有手段 有秘密的商人 吃过午饭 可话又陪江校长 下了几盘棋 老先生很开心 一直在说 还好有可话这个女儿 江涛是指望不上的 还是女儿贴心 可话终于明白 妈妈当年 为什么在一众追求者中 选择了江校长 第26章 陆窄 接下来的几天 可话一直在 等陆之战的消息 黎美已经结束了婚嫁 可话刚好在学校的走廊上 碰到她 她看到可话迎面走来 便冷着一张脸 表情不善 可话深深吸了一口气 真是冤家路窄 她走到黎美面前 黎老师 上次婚礼的事很抱歉 我当时喝了酒不舒服 他们拦住我 实在没办法脱身 蔡 江老师有这么好的功夫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黎美不音不扬的一句 我哪会什么功夫 只是大家都醉了 我推了他们一把 力气有点大 道歉是应该的 但她可没想实话实说 江老师 这事可不是我想追究 我老公和他们家里人 都是要面子的 婚礼上出了这样的事 被人说三道四的 他们都特别生气 数落了我好几天 我好说歹说 他们才没向你追究 可话看了黎美一眼 心想 她那色批老公 可没想放过她 谢谢黎老师了 可话说 那张家兄弟可不好惹 你还是小心点吧 这是我可帮不上忙 黎美又说 可话点点头 无论如何 黎老师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只是眼神不太好 找了那个不着调的富二代 当老公 班上有个女孩叫承飞 最近学习退步很多 还整天没精打采的 上课也不好好听课 总趴在桌子上睡觉 可话通过侧面了解才知道 承飞的父母离婚了 母亲一个人去了国外生活 父亲立马娶了个年轻姑娘 比承飞大不了几岁 父母各自享受人生 这个女儿就成了多余的 可话让承飞放学等她 她想和她好好聊聊 花一样的年纪 放弃学习实在太可惜了 毕竟未来还长 没想到承飞这个孩子太叛逆 等可话从其他班的课上回来 那孩子居然先走了 可话无奈 追到校门口 刚好看到承飞上了一辆跑车 开车的是个男人 头发花里胡哨的 可话上前几步 没等走近 车已经开走了 怎么看 那司机都像张天赐 或者张天野 可话不禁感叹 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太难管了 她都不记得 自己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好像除了学习 就是各种比赛 也没时间玩叛逆 她赶快找出承飞的紧急联系人 是她爸爸 可话赶快打电话给她 万一承飞真的跟张家兄弟扯上关系 那是羊入虎口啊 请问是承飞的爸爸吗 你是哪位 我是承飞的班主任老师 想和你沟通一下她近期的情况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忙 等我空了打给你吧 请稍等 我想问一下 承飞最近有没有交什么新朋友 我没听说 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急事 没等可话再开口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这他妈到底是不是亲爸 真是家长不及老师级 皇帝不及太剑级 可话没办法 只能等明天承飞来学校 再好好聊了 可话下班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萧毅的电话 江小姐 海城监狱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周六可以过去 好的 多谢萧先生 你还是谢战哥吧 另外以后可以叫我萧毅 好的 萧毅 可话微微笑了一下 那我周六 还是上次的时间地点去接你 我自己坐高铁过去就可以 不用麻烦你了 可话说 战哥交代的 不麻烦 哦 那谢谢 第二十七章 劝退 第二天是周五 承飞没来上课 可话通过班上同学 拿到了承飞的私人号码 打过去 关机 可话又打给承飞爸爸 对方没接 直接挂断了 他又想尽办法 找到承飞妈妈的电话 对方电话倒是接了 但可话问他什么 他都说不知道 然后一句承飞判给他罢了 我管不了就结束了 可话很生气 这样的父母就不配有孩子 那不孕不育的名额 怎么不落到他们头上呢 可话不禁想 当年父亲入狱 不接受探视 母亲又割腕自杀 这对于自己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种抛弃 还好自己有坚持 不仅可以救活自己的人生 还可以救活妈妈的 他去找了主管教务的校长 上报了承飞的情况 校长再三斟酌 承飞旷客 不到24小时 也没办法确定 他是主观原因 还是被动原因 唯一的办法还是联系他的监护人 由监护人来处理 可他那监护人是形同虚设 连电话都不接 可话越想越觉得 自己昨天没看错 那司机多半是张家兄弟 从工作角度出发 他已经尽到了老师的责任 既联系了家长 也上到了学校 但于人性来说 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毕竟那是17岁的女孩子 不能眼看着他误入歧途 可话硬着头皮 给萧一打了个电话 你好 萧一 萧一有点诧异 江老师怎么总给自己打电话 有事要去找战哥才对 否则他老人家不高兴 自己也会受牵连 江小姐 有事吗 你认识张天次和张天野吗 听说过 怎么了 来找你麻烦了 不是 班上有个女学生今天没来上课 也联系不上 昨天放学 好像是被他们接走的 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 他们平时经常在哪出现 我去找找 萧一听 这女人胆子还真大 那哥俩没来 找他就不错了 他居然还主动送上门去 这是 你和战哥说了吗 萧一问 我只想问问他们平时经常在哪出现 不需要他帮我 我知道了 一会儿给你电话 萧一挂了电话 敲门进了总裁办公室 陆之战看了他一眼 继续看文件 什么事 战哥 江小姐要去找张家两兄弟 陆之战皱了皱眉 你怎么知道的 他打电话过来 问张家那两兄弟经常出现的地点 他找他们干什么 还想再打一顿 萧一笑笑 战哥也学会幽默了 他的女学生好像被那两兄弟拐走了 他又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老师 自不量力 他还真以为自己那三脚猫的功夫有多厉害 那我是帮他 还是不帮 萧一边问 一边看向陆之战 这女人是战哥的 她的是自己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先查查他要找的女学生 再不在张家兄弟那里 然后再说 好的 萧一去外面打了几个电话 很快就有了消息 战哥 他们昨晚确实带了个女孩去酒吧 估计就是那个女学生 我还查到了张天赐的开房记录 陆之战的手指轻轻敲了两下桌子 告诉江可化 让他哨管闲事 去酒吧不可能绑着去 如果是那女孩子自愿和他们玩 没人能帮他 萧一看了看陆之战 欲言又止 他觉得这江老师可不是个容易劝退的人 萧一给江可化回来的电话 江小姐 我打听了一下 昨天晚上确实有个女孩子和张家兄弟去过酒吧 但不确定是不是你的学生 哪个酒吧 可化问 萧一沉默了一下 那个女孩子自愿的可能性很大 你就别去招惹张家兄弟了 另外 你上次对他们动手 他们也在四季报复 还是小心一点吧 可化沉默了一下 知道了 谢谢 第28章 心痛 周六 萧一街上江可化再次赶往海城 可化还是坐在后座 侧着头看沿途的风景 萧一觉得 这样安静的气氛挺好 毕竟他们也没什么话好说 萧一 他的全名叫什么 可化轻声问 萧一消化了一下 你是说战哥 嗯 萧一真没想到 这两个人都在酒店里碰面了 而且是两次 他居然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他的心也真够大的 陆之战 谢谢 过了一会儿 可化又问 我爸爸的犯罪情况你知道吗 然后又补了一句 江淮就是我爸爸 主要是诈骗银行贷款和非法集资 金额巨大 可化的心不自觉的收紧 爸爸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又去骗银行贷款 又去非法集资 那这钱都用到哪儿去了 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你知道那些钱的去向吗 这个我不清楚 可化不再多问 他心里琢磨着 一会儿见到爸爸 自己该说些什么 见一面太难 身心疲惫 必须得说点有用的 今天和上次的流程一样 可化自己走进接见室 坐在椅子上等江淮 不一会儿门开了 江淮低着头走了进来 可化拿起桌上的电话 看着对面的爸爸 江淮终于抬起头 看了可化一眼 慢慢拿起电话 可化红着眼眶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 江淮没说话 当年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 江淮一愣 谁告诉你的 这个不用你管 那些钱都去了哪里 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看来妈妈知道这事 妈妈不仅告诉了我这个 还告诉了我一些其他事 没想到爸爸有那么多秘密 江淮一顺不顺地看着可化 他还说了什么 你觉得呢 你做过什么 自己心里肯定最清楚 可化说 江淮轻轻挪动了下身体 当年确实是我对不起他 但当时也是因为 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无法再生育 可化突如晴天霹雳 这是什么意思 妈妈无法再生育 然后呢 然后他做了什么 可化强压着心里的颤抖 看来爸爸的秘密 还不止一个 江淮愣了一下 你妈妈说的 不是这个 你入狱的原因 也和这是有关 可化问 江淮不再说话 妇女二人各自沉默着 你下次还是不肯见我吗 可化打破沉默 你不要再来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 可化收起眼里的水雾 你知道 如果我想见你 就一定能见到 就像这次 江淮疑惑地看着他 你是利用了什么人的关系 这个不重要 可化 听爸爸的话 正伤两界的人都不要去招惹 可化笑笑 你说晚了 不招惹 我怎么能见到你呢 江淮闭了闭眼 可化 当年的事 不要再查下去了 对你没好处 你就安安心心地做你的老师 挺好的 是谁告诉你 我是老师 我从来没和你说过 江淮又摇了摇头 回去吧 可化 爸爸老了 心脏不太好 不能受太大刺激 我们还是不见得好 你不想见我 那你想见谁 可化按照他刚才的话 大胆地推测了一下 你想见另外的孩子 儿子 还是女儿 江淮不再看他 慢慢站起身 走出接近视 可化用双手使劲地 掐着自己的大腿 他想知道 什么才是疼痛 是不是腿痛了 心痛就可以少一点 第二十九章 找人 可化走出监狱 萧毅还是像上次一样 在门口等他 可化什么也没说 直接回到了车上 萧毅也什么都没问 一路安安静静 回到临时 可化一路都在想 接下来该做什么 怎么做 爸爸怎么知道自己的职业是教师 他说的对不起母亲 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真的 还有其他孩子 而这一切和当年的事 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很想知道 是不是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其他人去探视父亲 如果真的有 那这个人就是关键 周一 程飞还是没来上课 电话依然关机 可化又找到管教务的吴校长 希望学校能报警处理 毕竟程飞还是未成年人 吴校长直接给程飞的爸爸打电话 打到第五个对方才接听 程先生 程飞周五旷课 今天也没来学校 请问您知晓此事吗 校长问 我不太清楚 他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自己单独住 可化和校长对视一眼 校长继续说 他还是未成年人 需要有监护人 我又没说不管他 是他自己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 非要住在老房子里 我就给他请了个保姆照顾他 那程飞这几天晚上回家了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问保姆 程先生 如果程飞真的没回去 也联系不上本人 我们校方建议尽快报警 他毕竟是女孩子 一个人在外面有太多危险 报什么警啊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等我问清楚再说 他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 可化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吴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先别急 等他问问清楚 吴校长已经五十多岁 是一位有多年管理经验的女校长 工作几十年下来 什么样的家长都见过了 这种不负责的也不在少数 可化 这种事还是得以监护人的想法为主 咱们校方只能尽力帮助 我们不能贸然报警 否则家长闹起来 对学校的声誉会有影响 可化点点头 程飞爸爸的电话打了过来 保姆说 程飞从周四到今天一直没回家 请问你有什么打算报警处理吗 吴校长问 我先想办法找找他再说吧 这是你们学校也有责任 可化实在听不下去 程先生 他是周四放学自己出的校门 学校门口有监控 放学后的时间是法定监护人负责的 吴校长忙接过话 程先生 当务之急事先找到程飞 对方二话不说 又挂断了电话 可化回到教室 陪孩子们一起上自习 心里还是放不下程飞的事情 下班后 他打电话给沈佳琪 佳琪 你知道那些富二代 平时都喜欢在哪里玩吗 干嘛 你要去找个富二代小哥哥玩玩 别没正行 快告诉我 有正事 可化说 一般都是在酒吧 KTV 酒店 会所这些地方玩 出什么事了 有个女学生 可能误入歧途了 被富二代拐走了 有可能 那你逞什么呢 他父母呢 佳琪问 父母离婚了 各自有了新生活 没人管他 真是狗屁父母 你知道哪里的酒吧人气旺吗 南山路酒吧一条街 你不会真的一间间找过去吧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没有 可化挂断电话 直奔南山路 第三十章 酒吧 有时候最原始的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 例如靠打听找人 可化走进第一间酒吧 灯光昏暗 一楼有个圆形舞台 一个女歌手正在唱歌 莫文蔚的 这世间那么多人 这歌名实在太应景了 人太多 的确好难找 他在楼下转了转 没有成飞的影子 倒是有几个人嬉笑着对他吹口哨 他又转身去了二楼 楼上都是卡座 三三两两的人 各自坐在昏暗的灯光里 谈笑风声 你浓我浓 可化转了一圈 没看到成飞 转身下楼 又去了第二间酒吧 酒吧的装修风格都大同小异 区别在于台上的歌手风格不一 这间酒吧正在唱歌的 是位男士光头歌手 嗓音有些沙哑 吭腔的摇滚风 可化在楼下转了一圈 没看到人 转身又去了楼上 楼上也没有成飞的影子 看来得再换一间继续找 可化刚想下楼 迎面走过来一个男人 手里拿着一杯酒 美女 要走了吗 可化看了他一眼 便挪开视线 他可没想搭理他 他绕过他走下楼梯 走了没两步 楼梯的转弯处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坏笑着看着他 美女 一个人这么快就要走 可化企图从他身边侧身走过 可他立刻退了一步 挡在他面前 你要干什么 可化瞪着他 不干什么 就想和你认识一下 没空 让开 别生气啊 我看你楼上楼下走来走去 在找人 可化又打亮了他一眼 二十多岁 机关头 耳朵上还戴着个耳钉 是在找人 很忙 所以请你让开 可化说 楼上举着酒杯的男人也走了下来 站在他身后 这么急干什么 你找谁 我们帮你 可化回头看了他一眼 自己这是被前后夹击了 我找的人 你们不认识 所以麻烦让让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 先说出来听听 可化犹豫了一下 这些人整天混迹于这种场所 没准还真认识 说说也无妨 张天赐 张天野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耳钉难问 你找他们干什么 可化想了想 我妹妹被他们带走了 你认识他们 酒杯男笑笑 他们兄弟俩 一向喜欢玩三人游戏 你妹妹应该很漂亮 毕竟有这么好看的姐姐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他们在哪 当然知道 你喝了这杯酒 我们带你去找他们 说着 那人就把酒杯递到了可化面前 可化可没啥到会 随便喝陌生人递过来的酒 我还有事 麻烦让一下 否则我报警了 报警 酒杯男笑着说 我们又没怎么着你 请你们让开 耳钉难拍拍腿 笑着说 我腿疼 走不了 在这些话 要不你先给我揉揉腿 等我腿不疼了 就可以让开了 可化懒得再说 刚想一脚踹过去 就听见有人在说 又见面了 好巧 可化一看 原来是林子轩 他从楼上下来 看了看旁边的两个男人 你们也在 那两个人看见林子轩 盲点头叫了声 林少 然后规规矩矩的站在旁边 流氓气质 立刻收敛的一干二净 你没事吧 他问可化 没事 原来他姓林 他又看了眼那两个人 你们在聊什么 可化看得出 那两个人很怕他 大气都不敢出 这位小姐在找人 就聊了两句 酒杯男说 可化也懒得和他争辩 你刚才说知道他们在哪 那人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回答 林子轩看看可化 你在找谁 张天赐 张天野 可化说 你找他们 林子轩疑惑地看向可化 确切地说 找被他们带走的女孩子 林子轩转头问那两个人 你们两个知道张家兄弟在哪 张家兄弟这两天在金碧 KTV玩确实带来的小姑娘 好像说 今天晚上攒了个赌局 谁赢了 就把那个姑娘送给谁 可化一听就急了 金碧在哪 离这里不到两公里 可化刚想下楼 又回头对林子轩说 刚才他们要请我喝酒 就他们手里拿的这杯 意思是 你看着办吧 林子轩的唇 微微弯了一下 嗯 他就知道 他没那么善良 你要去金碧 是的 那里可不是上次的婚宴酒店 打了人是很难脱身的 可化迟疑地看着他 那又怎么才能脱身 林子轩笑笑 看来他又准备武力解决 我陪你一起去吧 他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 又看了看那杯酒 这杯酒 你们两个一人一半 替他喝了 第31章 助人为乐 两个人面面相去 这酒喝完可不好受 里面加了置换剂 可是林少让喝 谁又敢不喝 林子轩看起来温文尔雅 清贵的富家少爷 不染尘世 但他手下的那些人 个个都是狠利的角色 况且他那身家背景在林氏 也是数一数二的 除了那陆家少爷 谁又能与其争锋 他们今天要么是自己喝 要么是别人给他们灌 结果只有一个 酒得进他们的肚子里 都怪自己倒霉 今天在这遇上了他 林子轩转身走出酒吧 可化正在门前等他 林先生 谢谢你 嗯 我还是自己去金币吧 您贵人是忙 不好再麻烦你 林子轩今天只是来酒吧 见一个朋友 本来也没想多待 这种场合 他并不喜欢 你要去找的人 是你妹妹 他问可化 可化一愣 看来这位刚才还没少偷听 是我的学生 读高二 林子轩点点头 原来他是老师 走吧 我也算助人为乐 可化跟他去了停车场 他开了一辆深灰色的跑车 一看就价值不菲 你的学生 怎么会跟张家兄弟扯上关系 他的父母离婚了 妈妈去了国外 爸爸再婚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生活 至于怎么认识那两个人的 我也不清楚 张家兄弟不是什么好人 你还是要少招惹他们 冤家路窄 躲也躲不过 可化一边说 一边看着车窗外 他又哪里想去招惹他们 只是绕不开而已 到了金币 林子轩打了个电话 一个中年男人赶快从大唐迎出来 林少 今天大驾光临 里面请 林子轩点点头 张家那对双胞胎 在你这 他们在九号包厢 里面人很多 七八个人 还有个女孩 能把那个女孩单独弄出来吗 这个 很难 我找人去试试 可化猜测 这人就是金币KTV的老板 没想到这么卑躬屈膝 林子轩和可化没进门 就站在门口附近 等那人的消息 可化早就看出来了 这位林少非同一般 有他帮忙 总归会顺利一些 不一会儿 老板又出来了 林少 那女孩被他们看得很紧 弄不出来 可化极了 看得很紧 那女孩有没有受伤 这个 看不出来 林子轩看了可化一眼 没说话 那兄弟俩是出了名的混蛋 他们老爹四十多岁 才通过试管技术 找了个代孕的女人 花了五十万 把他们俩生出来 整天当祖宗一样供着 让他们紧一御食 没想到长着长着 就长成了流氓 以他们的手段 又怎么会是外伤 可化不懂这些 他看看林子轩 我去试试 怎么试 我也没想好 随机应变吧 先见到人再说 万一不是我那个学生 也就不用折腾了 眼前也只能这样 林子轩跟他一起进了金币 走到九号包厢门外 他问老板 里面有监控吗 老板对笑 没有 能不能让人戴着耳机 进去送点水果 让我听听那个女孩的声音 可化问 这个好办 林子轩看看可化 脑子倒是挺聪明 服务生进去送水果 特地和那女孩说了几句话 问他喝点什么 那女孩说想喝点热水 可化一听 立刻确定 那就是成飞 林先生 我自己进去 看看成飞的情况 如果有危险 麻烦您帮我报警 他知道林子轩非负极贵 不方便直接出面 否则也不会把老板叫过来 毕竟沾上这种事 又在这种地方 终归好说不好听 别人以讹传讹 可不管你是不是去解救落难少女 你确定你没问题 林子轩问 可化无奈地笑笑 目前不确定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可化说完 直接推开门进了包厢 林子轩拿出电话 立刻拨了出去 你们两个进来 九号包厢门口 手里带点好用的东西 第三十二章 勇猛 可化直接推门进去 七八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 张牙舞爪地打牌喝酒 成飞一个人靠坐在最里面 脸色苍白 一开始 那帮人没注意到可化 以为进来的又是服务生 他走到成飞面前 成飞看到是他 立刻站了起来 叫了声江老师 这时众人才发现 进来的人是他 你还好吗 哪里不舒服 可化问成飞 我肚子有点疼 成飞说 成飞 老师带你走 好不好 可化看着成飞的眼睛 成飞低着头不说话 说话 愿不愿意跟我走 可化又问了一遍 他骂的 居然是你 张天赐缓过神来 突然把眼前的这个女人 和那天在酒店揣自己的人 合二为一了 天赐 她是谁 有人问 少他妈问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张天赐恶狠狠地说 张天爷也看着可化 眼露凶光 真是冤家路窄啊 今天我们就让你爬着出去 郭青 你他妈的 不是说会收拾他吗 他怎么还活蹦万跳地站在这 张天赐骂倒 郭青从人群里钻出来 这不还没来得及下手吗 可化拉起成飞的胳膊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愿意继续跟他们一起 还是跟我走 成飞看了眼张天赐 立刻低下头 不说话 你这个臭女人 上次让你钻了空子 还敢来抢老子的女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张天赐说完 就拿起一个啤酒瓶 卯足了力气 对着可化扔过来 可化一闪身 酒瓶落在了地上 砸出一地的白色泡沫 和玻璃碎片 可化的手被溅起来 碎玻璃划伤了 鲜血从手背上流下来 哟 这女人身手还不错 一个人举着手机 对着他们拍摄 门突然被打开了 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进来 对着可化询问 你没事吧 可化摇摇头 没事 估计这两个 应该是林先生的人 他又看向成飞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是跟我走 还是继续留在这儿 成飞看着他的手 突然哭了出来 江老师 我跟你走 可化二话不说 拉着成飞的胳膊 就往门口奔去 张天赐立刻跳过来 去抓可化的肩膀 可化使足力气 一把把成飞 推到两个西装男的身前 自己的肩膀 却被张天赐狠狠地抓了一把 衣服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肩膀上也是剧烈的疼痛 张天赐和郭晴 也都围了过来 不等他们近身 可化一个转身 跳起一脚 踢在郭晴的前胸上 郭晴可不知道 可化这么厉害 自然没有那么多的防备 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可化立马从这个缺口 往外跑 张天赐将手里的酒瓶 向可化砸去 却被上来的西装男 一铁棍将酒瓶打碎 玻璃碎片和啤酒汁 飞溅的到处都是 可化尽管跑到了门口 但身上还是沾染了 很多的碎玻璃 两个西装男是林子轩的保镖 每个人手里 都握着一根一米长的铁棍 指着在场的人 没人敢再动 张天野和张天赐 都被玻璃碎片划伤了 只能忍着痛 看着西装男和江可化离开 可化拉着承飞跑出KTV 门口就停着一辆越野车 林子轩放下车窗 让他们上来 两个保镖熟练的上车 坐到驾驶位和副驾驶位 可化和承飞赶快坐到了后排 承飞看着江可化 江老师 你的手流血了 没事 可化从口袋里 拿出两张面筋纸 利落地缠在手上 林子轩始终没说话 就看着眼前的江可化 他原本以为 长得这么好看的女孩 应该是柔弱的娇气的 可他既不柔弱也不娇气 甚至还有点勇猛 阿大 去医院 林子轩对前面开车的保镖说 第三十三章 视频 到了医院 可化和承飞下了车 再次向林子轩表达了感谢 眼前也没什么危险了 林子轩便带着两个保镖走了 可化带着承飞往急诊走 几次欲言又止 他想问问承飞的身体情况 有没有被那兄弟俩欺负 需不需要做些检查 以保留证据 可这话又有点说不出口 承飞 你肚子痛好些了吗 可化问 还是很痛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天晚上 是惊气痛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承飞低着头 不是惊气 那我们做个检查好不好 承飞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张家兄弟又吃了闷亏 在包厢里一顿乱砸 其他来凑热闹的人看状况不对 也就陆续离开了 李辉拿出刚才在包厢里拍的视频 又看了一遍 那女人怎么看怎么酷 揣起人来 真是稳准狠 简直是英姿洒爽 这么多年 能让张家兄弟吃亏的人 可真不多 他把视频直接发到了聊天群里 里面都是平时玩的比较好的朋友 兄弟们 快看看 这女的 怎么样 靠 这么忙 这个不错 哪来的 这种女人 你小子就别想了 肯定驾驭不了 就是 得总被揍 向天也在这个群里 看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也点开看看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视频里的女人居然是她 她不是老师吗 怎么还去打架了 她马上给李辉打电话 问她 这事的具体情况 李辉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张天次张天也 今天设了个赌局 叫了七八个人过来玩 谁赢了 今天那个高中生就归谁 但中途 那个女的出现了 还带着两个保镖 把人带走了 向天思来想去 还是把这个视频 发给了陆志站 展哥 你看这个女的 是不是和上次那个有点像 向天故意没把话说破 等陆志站的反应 陆志站点开视频 从头看到尾 这女人还真是不听劝 到底还是去招惹那张家兄弟了 如果不是那两个 手持铁棍的男人出现 她今天不仅就不出那女学生 连她自己都得搭进去 陆志站把视频发给萧毅 什么也没说 萧毅看完 立刻懂了 战哥让他了解情况 他忙给江可化打电话 萧毅 有事吗 可化问 江小姐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医院 你受伤了 只是一点小伤 你有什么事吗 你还是招惹那张家两兄弟了 可化略有沉默 没办法 我的学生在他们手上 你多加小心吧 如果有事 可以找战哥帮你 战哥既然让自己了解情况 就说明 他是关心江小姐的 看来是真的动心了 可化没说话 萧毅等了一下没听到回答 就挂断了 萧毅又看了一遍视频 截了两个现场图发了出去 让人去查这是哪个 KTV还是会所 很快就有消息回来 确定是金币 KTV 萧毅让人调取了金币对面 餐厅门口的监控录像 可以清晰地看到可化和女学生上了那辆越野车 而越野车上坐着的人正是林子轩 他有点犹豫 这件事到底要不要告诉张哥 江可化的是 张哥一会儿要过问 一会儿又说不管 让他这个代办人很是为难 可是如果不告诉他 万一哪天江老师被林子轩抢了去 他肯定又会怪觉到自己头上 做人真是太难了 第34章 住院 萧毅查清楚前因后果 看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 但还是给陆志战打了电话 战哥 江小姐目前在医院 受了点小伤 不严重 不严重 为什么去医院 他好像没那么娇气 也许是因为那个女孩子 那两个保镖是怎么回事 我查了一下 保镖是林子轩的人 陆志战一听 心中立马有了火气 他上次不是说不认识林子轩吗 不是说没去求别的男人吗 林子轩怎么会把自己的贴身保镖 随便给他用 他们之间有特殊关系 陆志战语气冷了几分 我看他们就是普通朋友 或者只是巧合 林子轩把他们送到医院就走了 连车都没下 陆志战可不这么觉得 自己从来不会为不相干的人 施以援手 在这点上 林子轩和自己没什么区别 他们都属于数大招风的人 平时都会很小心 避免惹上麻烦 陆志战没说什么 就挂断了电话 萧毅在这边 又消化了一下老板的情绪 这是不高兴了 可化带着承飞 看了妇科急诊 医生开了B超 血液和尿液等检查项目 可化陪他做完所有检查 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 他有男朋友吗 承飞不说话 可化摇摇头 他与人发生过性关系 这是导致他腹痛的间接原因 而直接原因是 卵巢黄体破裂 可化的大脑有短暂的空白 最不想发生的事 还是发生了 无法侥幸 医生 这个情况该怎么治疗 从目前的情况 看可以住院保守治疗 但如果保守治疗 无法起效 也只能手术 承飞坐在凳子上 一直在低头哭泣 医生看了一眼承飞 秦生说 如果是非自愿发生的性关系 建议报警 医生又看了看可化 医生 我们先办理住院手续吧 其他的事 我和他再沟通一下 医生开了住院单 可化赶快帮他 办理了住院手续 他坐在承飞的病床前 承飞 能告诉我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吗 承飞不说话 一直流眼泪 你现在生病了 我得联系你爸爸 可化一边说 一边拿起手机 不要联系他 可化放下电话 看着承飞 为什么 他是你的法定监护人 他知道了 只会大吵大闹 让人不得安宁 其余什么用也没有 承飞说 可是很多事 我都无法为你做决定 承飞沉默了一会儿 你别管我了 我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给人添堵 他一边说一边抽气 可化把纸巾递到他手里 我不这么认为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伟大且自由的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生活 没有人能够阻止你 而你只需要付出 足够的努力和勇气 可是我的父母都嫌弃我 不想要我 认为我拖累了他们的人生 既然他们这么觉得 你更要好好地活着 活出精彩 让他们后悔当年嫌弃你 可是我已经开始毁灭自己 我什么都没有 连女孩的唇洁都没了 他拉起被子 遮住自己的脸 可化轻轻拍了拍他的身体 你的人生还长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是逆袭的传奇 他们可以从卑微到伟大 可以从落魄到富有 真的吗 当然 华为创始人任先生 知道吗 你去查查他的履历 京东创始人刘先生 你再去读读他的创业故事 人生总不会一帆风顺 就看你怎么去面对挫折 怎么让自己变得强大 承飞轻轻拉开被子 还会有人喜欢我吗 当然 但首先要成为自己喜欢的自己 第35章 妇女 可化安抚好成飞 又陷入到两难 这种是本该联系他的父母 让他们和孩子一起解决 可眼前成飞对父母 却非常排斥 可化在医院陪了一个晚上 筋疲力尽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返回家里 换洗一心 去学校上班 他留了字条给成飞 让他有事打自己电话 下班再过来看他 到了中午 可化去找了吴校长 把成飞的情况说了一下 当然省去了自己去 KTV救人打架的部分 吴校长决定 立刻给成飞爸爸打电话 孩子毕竟在住院 得有人照顾 医药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况且成飞爸爸 不也在到处找他们 吴校长的电话 打了好几遍 对方才接通 成飞爸爸有件事 还没等吴校长说完 成飞爸爸就说 我实在找不到成飞 这个孩子太难管了 我会联系他妈妈 让他把他带到美国去 成先生 我们已经找到成飞了 找到了 他在学校吗 你们怎么才打来电话 吴校长耐着性子 他目前身体不舒服 在医院住院 需要人照顾 如果你有时间 最好能多去关心关心他 也可以修复一下妇女感情 他在哪个医院 什么病 他在市医院 具体病情 还是去问问医生吧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们学校也派个人过去 吴校长挂断电话 无奈地看着可化 可化 你和我一起去吧 你比较了解情况 成飞也比较信任你 可化和吴校长一起赶到医院 成飞刚吃过午饭 正在病床上输液 他看到吴校长有点紧张 低着头不说话 成飞 通知你爸爸 他也找了你好几天了 不能让他干着急 可化说 他 什么反应 成飞开口问 他很快就到了 爸爸还是很关心你的 成飞的眼眶红了 他会关心我吗 可化拍拍他的肩膀 等他到了 你要好好和他说话 不要闹脾气 正说着 成飞爸爸就进了病房 一脸愤怒 指着成飞就破口大骂 你还要不要脸 这么小就出去 跟男人鬼混 活该你得病 他的声音很大 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可化皱了皱眉 刚想说话 成飞就哭着喊道 我是活该 不用你管 成飞爸爸更加愤怒 两步跨到床边 伸手去抓成飞的胳膊 我今天打死你 无校长一时没反应过来 愣在旁边 可化立马挡在成飞面前 伸手拉住他的胳膊 又把他推了回去 这里是医院 你们都小点声 不要让人看了笑话 可化说 成飞爸爸愤愤不平 指着成飞 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成飞反而平静了 靠在床头 是谁 你应该最清楚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会清楚 张家人 你不清楚吗 你不是为了做生意 一直在巴结他们吗 张天赐和张天爷 你不认识吗 你不是还让我叫他们哥哥吗 成飞爸爸愣了一下 是他们 那到底是张天赐 还是张天爷 他看向成飞 成飞大哭出声 一把抓过被子 蒙在头上 可化一看就明白了 那兄弟俩 一向都是狼狈为奸 沆瀟一气 什么坏事 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 成飞的爸爸 一时没了言语 靠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可化拉开成飞的被子 成飞 你身体不好 要好好休息 让自己尽快好起来 不能耽误学习太久 别忘了我和你说过的 改变命运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努力 可化和吴校长走出病房 关上了房门 接下来的事 他们都帮不上忙 只能他们父女俩去解决 第36章 当年 回学校的路上 可化一直在思考 什么才是父女情 成妇对成飞不够关心 不够爱护 这是显然的 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但他刚才表现出来的痛苦 也不是假的 四十几岁的男人 被女儿的几句质问 逼得脸色煞白 手和嘴唇都在不停地颤抖 也许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自私 会对女儿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他只是想过好自己的人生 娶一个年轻漂亮 自己又喜欢的女人 他只是想 再多做些生意 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 可他没想到 福或相依 他想要的福 组成了他要承受的活 可话不禁想到自己的爸爸 爸爸入狱前 他一直是父亲手心上的小公主 心肩上的宝贝女儿 爸爸很爱自己 这点不会错 他和母亲住在海城出租房里的那段时间 他的人生也异常艰难 比成飞还要艰难 最大的问题是没钱 其次是逼债 他也曾经像成飞一样迷茫 他多么希望 那时候能有个人去拯救自己 所以如今 他才不畏危险 毅然决然地去挽救成飞 那时 出租房只有十几个平方的大小 不说家徒四壁 也算得上穷困潦倒 母亲本就是个温柔的性子 徒遭大难 早就六神无主 但催债的一个接一个 身上仅有的财产 也早就被逼光了 一个傍晚 家中来了两个男人 把他和妈妈的晚饭 连带着那张简易的就餐桌一起 掀翻在地 母亲抱着可话 靠在墙边 而那两个男人到处翻找 却毫无所得 说 你们家的钱呢 一个男人问妈妈 我家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妈妈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赶快拿出来 金银首饰 银行卡 不要窝着藏着 你们来晚了 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想要 只能去监狱问我丈夫要 那人听母亲这么说 立刻眼冒凶光 你丈夫欠我们几千万 你他妈还敢跟我横 他一边说 一边往母女俩身边走 试图动手打人 另外 一个人把他叫住 又看了看母女俩 别打脸 他们还有用 有什么用 这么两个女人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钱 大的不老 小的还嫩 你说有什么用 母亲的心中一颤 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 凯哥 这太缺德了吧 你怕缺德 那就别想要钱了 他早就想好了 今天开来的 就是一辆套牌的面包车 把他们俩带出去 以劳工输出的名义 弄到国外 怎么着 一个人也能卖上 几十万美元 可话并不傻 他尽管年龄小 但也听得明白 他们的企图 如果今天让他们得逞 以后也就没有人生了 他不停地寻找 手边能用得上的工具 他不能指望母亲 他那柔弱的性子 让他跟绑大妖粗的男人去拼命 简直是笑话 他觉得自己需要一把刀 要么去干掉敌人 要么自我了结 他看来看去 终于看到一把剪刀 就放在两步远的纸箱上 心里不禁喜悦 他轻轻推开母亲的怀抱 等那人靠近他们时 当即跳起 出其不意地 一脚踹在对方的下额上 那人硬生倒地 口吐白沫 可话迅速地拿起剪刀 抵在对方的脖子上 另一个人有点傻了 他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凯歌就倒地口吐白沫了 那个小姑娘 还拿着把剪刀 针对着凯歌脖子上的动脉 你最好带他去医院 他脑震荡了 可话看着对方 如果你还想抓我和我骂 要么他死 要么我死 可话的妈妈早就吓傻了 他知道 女儿练了十年的跆拳道 但他不知道 女儿这么厉害 一脚能把人 揣得口吐白沫 你 你别激动 我现在就带他走 你也不用跟我拼命 我本来也没有凯歌的那种想法 我只要签 不犯法 那个男人说 可话警觉地看着他 握着剪刀的手更加用力 你过来 拉着他的脚往外拖 那男人把凯歌拖出门外 可话一把关上门 插上了插销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后背都是汗 腿也抖得厉害 眼泪不停地流出来 妈妈过来抱住可话 母女俩哭作一团 第37章 求救 可话不知该感谢父亲 还是该怨恨父亲 如果没有他的培养 就没有他的今天 他不可能自救 更救不了母亲 可如果没有他 自己和母亲 也不会有今天的落魄 后来 他和母亲离开了海城 和父亲彻底断了联系 那些催债的 也仿佛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可话有时甚至会想 那些人真的那么无能 真的找不到自己吗 林氏和海城 也不过就300多公里的距离 直到他考上大学 才渐渐接受现实 真的不会再有人来逼债了 但他又觉得 似乎是有一只无形的手 拦住了那些人 可话下班回家 走了一半 就看到了路边的不速之客 张家兄弟和郭晴 陆续从车里走出来 一个个阴沉着脸 盯着他 他停下脚步 咬了咬嘴唇 三个有备而来的男人 自己今天的状态 肯定打不过 昨晚没怎么睡 腿上没力气 该怎么办 突然想起了陆之战 此时能帮自己的 也只有他了 他的电话号码他存过 就是不知道 今天有没有机会打出去 求他总比被人打死好 可话握着手机 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设置快捷键 郭晴最先走过来 一边走一边揉着前胸 你他妈个女老师 还挺能打 连我都敢出来 你是想好了 怎么死吗 可话退后两步 心想实在不行就跑吧 你这个德行 李老师知道吗 你昨天也想在赌局上 胜出赢得那个女孩子吧 可话说 郭晴一愣 这女人怎么什么都知道 谁告诉她的 郭晴回头看着张家兄弟 那两人早就对可话恨之入骨 他们可不管他说啥 今天就是要收拾他 心仇就恨一起算 他们俩阴策测的从车上 拿出两根棒球棒 可话一看 二话不说 撒腿就跑 一边跑 一边打开通讯路 搜陆志站的电话号码 他打了过去 想到第三声 对方才接 可话大口喘着气 陆志站救我 对方沉默了一下 你在哪里 我马上就到文海高中校门口了 那两个姓张的 拿着球棒在追我 陆志站听得见 此时他用力奔跑的脚步声 学校的保安拦得住他们吗 可话都快哭了 保安平均年龄六十岁 肯定拦不住啊 他回头看看 距离越来越近了 陆志站勾勾唇脚 他倒是有很好的判断力 距离你八百米 有个战羽集团的商场 你往那里跑 然后怎么办 可话一边跑一边问 一边回头看 还好那三个人 平日里养尊处优 跑得不够快 离你最近的门 就在文海路上 你到那里就安全了 可话有点怀疑 那个商场 他又不是没去过 真的到了大门就安全了 可眼前除了信他 没有其他办法 陆志站亮那两个混小子 也不敢在自己的商场里闹事 但他还是不放心 立刻给肖伊打电话 让人立刻在文海路商场门口 接应江可话 肖伊一听就明白了 赶快安排 心想这将老师闯祸的本事还真大 总是麻烦不断 不过今天倒是聪明了 知道直接给湛哥打电话 不用再让他夹在中间为难 可话拼了老命 跑到商场门口 没想到 有三个穿着西装 制服的人在等他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呼吸 额前的头发早已被汗水浸湿 张家兄弟和郭晴三个人 更是跑得气喘吁吁 没想到这臭女人这么能跑 跑了这么久才停下 抬头一看 竟然是到了湛羽商场的门口 三个人面面相去 看着近在眼前的江可话 却动不了他分口 三个西装男二话不说 直接挡在了江可话的身前 瞇着眼睛看着对面的三个人 三个人都知道 这个商场是陆之战的 自己惹不起 但没想到 这个臭女人 居然还能得到他的庇佑 也或许是陆之战的手下人 毕竟那臭女人 只是一个老师 没什么身家背景 应该够不着陆之战 但他们还是不敢赌 不敢赌那个万一 他们不敢挑战陆之战 就连眼前的三个保镖 他们也不敢挑战 一看那站姿 就知道是练家子 三个人尽管是混蛋 但却不是傻蛋 又愤恨地朝着江可话 看了几眼 转身走了 第三十八章 道谢 陆之战坐在椅子上 看着手里的文件 耳边总是回想起 江可话的那句 陆之战救我 很少有人全名全姓地叫自己 没想到这女人叫出来 还挺好听 几分钟后 萧毅打来了电话 战哥 江小姐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他接下来去哪 不能让刚子他们一直跟着 也不能让他一直待在商场 商场十点钟也会打烊 陆之战想了想 让他自己决定该怎么办 萧毅一听 得 还得他来传话 这是一时半会 好像改不了了 自己嫌女人麻烦 所以不找女人 没想到这战哥的女人 还总得他帮忙照顾 更麻烦 萧毅打电话给江可话 江小姐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请问这三位先生 要一直跟着我吗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只是太引人注目 江小姐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他们三个 确实还有其他工作 不能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可话想了想 我去附近酒店住一晚吧 估计他们也找不到我 他自然也会想到 那三个人正在气头上 没准会去他家赌他 你没联系战哥 难道这是 还得他来提醒 可话倒是把这查忘了 自己得救了 还没向救命恩人道谢 可是他需要自己 对他说谢谢吗 似乎他不太在意 这种非实质的东西 他要的只是交易 我还没联系 一会打电话 向他道谢 战哥身边是最安全的 但他肯不肯留你 我就不知道了 可话不说话 萧义挂断了电话 可话心想 他身边又不能待一辈 安全也只能是一时的 这事还是得想办法彻底解决 他拨通陆之战的手机 里面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有事吗 谢谢你帮我 嗯 我当时太着急了 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你 你之前说过 我说过 遇到麻烦 可以打电话给我 这次你救我 也算 交易吗 可话握着手机 犹豫着问道 陆之战略有沉默 你觉得呢 我记得当时就说清楚了 可话咬了咬唇 知道了 不等他说完 陆之战看了看手表 让他们送你去上次的酒店 还是那个房间 可话挂断了电话 咬了咬唇 回头对三位保镖说 麻烦你们送我去得月酒店 保镖开车 送他到了得月 一直送到房门口 看到陆之战开门 才转身离开 可话跟随陆之战进了房间 站在客厅里 低着头部说话 他看了眼他的衣服和头发 去洗澡 脏 如果没记错 他早上从医院回到家 是洗过澡的 衣服也都是新换的 只是刚才跑得太辛苦 也太狼狈 他去了浴室 陆之战就坐在客厅里 看着手上的文件 可话洗好澡 吹干头发 直接去了里面的卧室 陆之战勾了勾唇脚 他喜欢不需要自己 多说废话的聪明人 他也很快洗好澡 进了卧室 没想到 可话竟靠在床头睡着了 陆之战看着他的脸 手指轻轻点了下他的唇 居然睡着了 这种情况都能睡着 到底得有多困 第39章 沉迷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叫醒他 估计今天跑得太累了 让他多睡一会儿 陆之战脑补了一下 他疯狂奔跑的画面 有些想笑 估计这丫头 不仅学过打人 还练过长跑 连男人都追不上他 陆之战又看了一眼 靠坐在床头睡着的可话 干脆好人做到底 把他轻轻抱起 平放在床上 可话半夜里翻了个身 不自觉地贴近了陆之战的身体 他慢慢睁开眼 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女人 他微微起身 他睡这么久 总该睡好了 他伸手解开他身上的浴袍 手轻轻地抚摸上 他微凉的肌肤 可话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半眯着 看向陆之战 有一刹那的迷茫 睡醒了吗 他看着他 可话没说话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夜里 借着微弱的灯光去看他 他很英俊 鼻梁高挺 目如朗星 少了平日里的冷漠 多出一些温柔来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睡糊涂了 以为是梦里的温暖时光 居然伸手去摸他的脸 手指刚碰到他的脸颊 又突然间清醒 连忙收了回来 陆之战看着他 心里微微一软 伸手在他的脸蛋上刮了刮 又在他的唇上 妈撒了一下 他一边去吻他的唇 一边拖去他身上的浴袍 他吻到他的耳边 轻声说 要不要留在我身边 可话听清了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留在他身边 做他的床扮吗 或是为了新的交易 倒也不是坏事 估计没人再敢拿着球棒 追着他跑三公里了 还可以求他帮忙 查爸爸的事情 可心里就是有着很多不甘 他又说不出是为什么 总觉得这样的关系 就像那马路边没有叶子的树 光秃秃的 尽管活着却没有生机 他轻声问 你说什么 他此时只想到了这个办法 假装没听清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和决定 无法马上回答 陆之战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很漂亮 里面总是闪着点点星光 他的嘴唇也很美 让他有了很多亲吻的欲望 还要再说一遍 他笑笑 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以至于自己不仅想要他 还想把他留在身边 他说 没什么 可话不再说话 看来他也只是一时兴起 陆之战的确对他有着特殊的冲动 便多了很多的投入 可话觉得 做这事比被人追着满大街跑还要累 到底是谁亏谁赢 可话出了很多汗 他起身去浴室洗了个走 陆之战在他还没洗完的时候 也进了浴室 可话有点尴尬 明亮的灯光下 这么赤裸相对 似乎比床上还让人不自在 他赶快裹上浴巾 从陆之战身边走过 陆之战勾住他的腰 把他搂到怀里 低头看着他 这么急着跑 可话不去看他的身体 侧着脸说 我去穿衣服 他微微低头 看着他的眉眼 大半夜的穿衣服去哪 那我 去睡觉 不是刚睡醒吗 可话抬头看着他的眼睛 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陪我洗澡 他的心情似乎不错 可话的脸红了 我已经洗好了 那就再洗一遍 他把他拉到花洒的下面 打开开关 水瞬间淋湿了两个人的头发和身体 陆之战轻轻勾起他的下巴 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 低头吻上去 他的手在他的腰间和胸前流连 他的身材很好 凹凸有致 他的皮肤很白 在灯光下格外耀眼 他就像一只安静的妖精 等着他 为他沉迷 沦陷 第四十章 心事 可话还像往常一样 六点钟醒来 刚想轻声下床 手腕就被陆之战拉住了 他没睁眼 依然保持着之前睡觉的姿势 低声说 不要忘记吃药 可话看看 他那一侧的床头柜 走过去拿起药盒拆开 又打开一瓶水 直接把药吃了 其实他的体质 不太适合吃这种药 月经周期 已经被他弄得乱七八糟 他想让陆之战避孕 却也说不出口 最近一段时间 我会让钢子保护你 陆之战说 可话看看 床上仿佛自言自语的他 说了声 谢谢 嗯 以后别逞呢 他很想问 这个又该怎么算 又是一次交易吗 他走去客厅 去找自己的衣服 正想着昨天出了汗衣服 有些脏 不想再往身上穿 却发现 衣服已经被叠得整整齐齐 就摆在桌子上 可话闻到淡淡的清香 是被洗过的味道 他回头看了眼卧室 应该是他 昨晚叫了洗衣服 他的心突然 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 想去捕捉 却又没了踪迹 可话想 他很爱干净 昨天见到他就嫌脏 应该是他忍受不了 这些衣服 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 所以才让人洗的 一定是这样 他走出酒店 没想到刚出酒店大堂 就看到了 昨天保护自己的 那位西装男士 他应该就是钢子 江小姐 陆总让我负责保护你 麻烦你了 您客气了 这位这么早就到了 看来陆之战早就做了安排 是不是该再多说一句谢谢 可话跟着他上了车 直接去了学校 他故意让刚子 停得离校门口远一些 避免被同事和学生看见 偏偏周宇 今天早出门了十分钟 他没想到 透过车窗随便一看 就看到了 正在下车的江老师 他是富家子 平时对汽车又很感兴趣 一眼就认出了 那辆车是灰腾 国人口中低调的奢华 难道江老师有男朋友了 他不是才26岁吗 以前也没听说 有人来接送他 是刚刚有的 周宇心里一直想着 这是七上八下的 一天都没上好课 心里像是被猫抓了一样难受 他很想立刻冲到江老师面前 去向他求证此事 如果他有男朋友了 他想让他重新考虑 把自己也放在备选之内 如果还没有 他很想问问他 能不能再等等自己 他还有半年就到18岁了 可话可不知道周宇的复杂心思 只是发现他总是在愣神 到了放学时间 可话要找周宇谈一谈 学习这么紧张 他怎么又添了新毛病 上课走神是怎么回事 以他现在的成绩 就算清北进不去 其他一线院校还是有机会的 周宇留下 其他人放学 周宇也是一愣 其他同学哈哈地笑着 有几个调皮的 还对着周宇吹了个口哨 嘴里喊着周宇要被虐了 周宇又要被虐了 周宇总是被虐 可话也笑笑 这帮孩子太调皮了 好在心都收得住 努力学习的核心没有偏离 周宇不知该高兴 还是该郁闷 他心里想去找他 没想到他就找上门来了 周宇 今天怎么回事 一天都不专心 身体不舒服吗 可话问 没有 那是怎么了 是 周宇看了眼可话的眼睛 鼓足勇气 是心里不舒服 可话皱了皱眉 心里不舒服 什么事 周宇看了眼教室 同学都走了 只剩下他们两个 老师 我想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为什么 你生日 不是 我有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 这里不能问吗 这里是学习的地方 可话无奈地看着他 神神秘秘的 到底什么事 你就说 你去不去 去就告诉你 可话无奈地点点头 哪里吃 湛羽商场里有很多餐厅 我先去选 你下班过来 可话觉得这小子今天太不正常 对老师说话 也多了几分随意 真是不遵事重道 第41章 表白 可话下班后坐上刚子的车 直接去了湛羽商场 周宇选的餐厅就在商场一楼 刚子怕可话不安全 跟在他身边 到了餐厅 可话坐到了周宇对面的位置 刚子就坐在不远处 可话看着坐在对面的周宇 小丸裤就是套路多 聊个天还得配餐 可话看看手表 你这个时间不回家 父母会不会着急 我又不是小孩子 有什么可及的 周宇说完 把菜单递到可话面前 吃什么 你点 可话一看 这周同学还真有点霸道 少主的气质 他笑着接过菜单 点了两个菜 又递给周宇 周宇又点了几个菜 直接让服务生下单 说吧 有什么事要问我 可话看着他 周宇说 不着急 先吃了饭再说 可话一听 这小少爷还挺有自己的想法 今天还得跟着他的节奏走 你想好将来要考什么大学了吗 我会报考林氏本地的学校 为什么 不想离开林氏 可话点点头 林氏这几所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院校 也都非常好 但你还得多用些时间在学习上 周宇笑笑 不离开林氏 是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的人 否则家里人早就送他去国外留学了 服务生很快把菜端上来 可话简单吃了点 就等着周宇的下文 说吧 到底什么事 你 又有男朋友了 周宇一边问 一边看着他的表情 可话一愣 这是哪个哪啊 怎么还问上男朋友了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周宇一脸严肃 看着可话的眼睛 你先回答我 可话不知道他 为什么这么问 难道是 什么时候看到他和陆志站在一起了 但他们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机会很少 不会那么巧吧 他犹豫着说 这是我的私事 我早上看到他送你上班了 可话一听 原来说的是这事 那只是你的猜想 并不是事实 这么说 你还是单身 可话想了想 自己就招惹过那么一个男人 但他并不属于自己 应该算单身吧 算是吧 怎么了 周宇坐直了身体 一本正经地说 我要预约做老师的男朋友 可话一时没反应过来 瞪着他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 他清了清喉咙 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刚子就坐在附近 把周宇的告白听得清清楚楚 他拿出手机找了个角度 拍了张照片 发给了萧毅 还发了一句 一哥 那小子正在追求江老师 刚子在集团安保部工作 属于陆志站的私人保镖之一 只是陆总不太喜欢 每天有人跟着 所以大部分时间 他都在集团里做事 他昨天把江老师送到酒店 今天一大早 又把他接出来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是陆总的女人 没想到这么快 就遇到了来挖老板墙角的人 萧毅点开信息看了看 又把图片放大 原来是个小男生 看着还有点眼熟 到底在哪里见过呢 不过这件事挺有意思 他得发给站哥 看看他的反应 萧毅一边往总裁室走 一边把刚子的信息截屏 发给了陆志站 他敲门走进去 陆志站正在看他发过来的截屏 他抬眼看他萧毅 冷着一张脸 有意思吗 萧毅笑了笑 有意思 陆志站瞪了他一眼 有什么意思 蒋老师很受欢迎 不仅张家兄弟因爱生恨 连小男生都喜欢他 陆志站看了他一眼 这么有意思 要不把刚子叫回来 你去负责保护他 站哥 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且刚子的功夫好 蒋老师更安全 截屏上的照片看不清楚 陆志站说 萧毅立刻心领神会 赶快把刚子发来的原图 转给陆志站 站哥 这小子 我怎么觉得很眼熟 你看看认不认识 陆志站点开一看 何止认识 还熟得很 他皱了皱眉 他们现在在哪 萧毅一看 这站哥还吃上小男生的醋了 不会吧 我问刚子 他马上给刚子发消息 很快 对方就回复了具体位置 就在战羽商场 站哥 他们在战羽商场一楼的餐厅 陆志站起身 现在就送我过去 他一边说 一边拿起衣架上的西装 萧毅一看 这是闹大了 站哥不高兴了 第四十二章 预约 可话看着周宇 他正满眼期待 等着他的答案 他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也有人追求过自己 但当时是怎么拒绝的 早就忘了 可眼前的人是自己的学生 还处于高考的冲刺阶段 自己还真不能两眼一抹黑 不搭理他 你说想预约做我的男朋友 可话疑惑地问 没错 我喜欢蒋老师 周宇底气十足 可话沉默了一会儿 我对男朋友的要求 一向很高 那你说 都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努力做到 可话想了想 我是燕京大学 毕业的研究生 首先对方的学历 不能比我差 这个 这个我会努力 但我不想去燕京 我会考本市的大学 争取本朔联读 如果你觉得不行 大不了我再读个博士 可话一听 这孩子还挺自信 本朔联读 你要八年后才能毕业 可那时候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我的青春都不在了 所以 可话坍坍手 表达自己的无奈 你看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是岁月不饶人 法律规定 男性二十二岁 就可以结婚 我二十二岁时 你三十一岁 我可以娶你 可话顿时一个机灵 怎么这么快 就说到结婚去了 连男性的法定 结婚年龄他都知道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想得这么长远 可话抿了下嘴唇 周宇 谈恋爱和结婚 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谈恋爱 可能双方只要彼此喜欢 就可以继续 但婚姻除了喜欢 还会掺杂很多其他的东西 周宇看着他 等他继续说下去 可话说完又有些后悔 和他说 这些干什么呢 他这么小 又怎么会懂婚姻呢 真是被他带偏了 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该轻易许诺婚姻 你现在的人生阶段 就是用来学习的 等你考上大学以后 如果想谈恋爱 会有很多选择 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只是预约做老师的男朋友 高考结束 我正好18岁 那个时候 我想和姜老师正式谈恋爱 可话还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 以前拒绝别人 可从没这么费脑子 周宇看着姜可话 如果姜老师还是没听明白 我就再明确一下 我想 高考结束后 就开始和姜老师谈恋爱 你只需要等我一年多的时间 等我22岁时 我就会娶你做我的妻子 不会耽误你的青春 也不会错过结婚年龄 可话简直有点束手无策 他得再喝点水 好好冷静一下 刚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也吓了一跳 现在的男同学都这么大胆了 他自己上学那会儿 可没人敢暗恋老师 就更别说表白了 陆之站进了餐厅 发现周宇正坐在姜可话对面 侃侃而谈 他不动声色地坐在了刚子对面 刚子立马坐直身体 陆总 嗯 他们说到哪儿了 陆之站问 刚子有点犹豫 说到哪了 都说到 他要娶你的女人做老婆了 那个男同学 想让姜老师在高考结束后 做他的女朋友 陆之站瞇了瞇眼 还有吗 还有 他说自己到了法定年龄就娶她 刚子一边说 一边去看陆之站的表情 没想到他居然笑了 这难道是气笑了 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带他走 陆之站说 好的 陆总 第43章 非一份之想 陆之站走到周宇和姜可话的桌边 他看向周宇 你怎么在这里 可话有点没反应过来 他们认识 周宇皱了皱眉 稍显局促 他站起身 我在这里有事 什么事 陆之站问 周宇不说话 可话也站起身 看着陆之站 你们认识 陆之站看了一眼江可话 满脸的冰茶子 就连说话都透着寒意 原来是江老师 你们在谈什么 可话不得不顶着这位陆先生的低气压 谈谈他的学业规划 陆之站看着他 谈学业 还真敢说 可话咬了咬唇 确实谈学业 没说错啊 只是还顺带着谈了点其他事 周宇没想到 舅舅居然和江老师认识 他赶快岔开话题 舅舅 你怎么也在这里 可话一愣 舅舅 不会吧 这里是湛羽集团的商场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你放学怎么不回家 不需要写作业 舅舅 我还有事 你可以先走吗 周宇看着陆之站 满眼的请求 他可惹不起自己的这位舅舅 他从小就怕他 连外公都怕他 陆之站看向江可话 江老师还有事吗 如果没事 和我一起走吧 否则我一会儿 还得来接你 周宇瞪大了眼睛 简直难以置信 舅舅来接他 难道他和舅舅是那种关系 可话也瞬间实话了 什么意思 刚子呢 谁需要他来接 陆之站看他没回答 拿起他手边的大衣 拉起他的胳膊 就往外走 可话回头看了一眼周宇 又正了正自己的胳膊 无济于事 只能任他拉着 走去停车场 被塞进副驾驶 陆之站上了车 直接拨通大姐电话 大姐 你在哪儿 陆之站有两个姐姐 大姐陆晴 今年42岁 比陆之站大10岁 她24岁结婚 25岁就生下了周宇 阿站 你难得给姐姐打电话 有事吗 我正在法国度假 没什么大事 你要多关心一下周宇的学业 明年就高考了 哦 知道了 我前段时间还想送她来 法国读书 可是她不肯 非说要考本地的大学 哪都不去 就留在临市 看来自己的外甥 对江老师是情根深重了 陆之站拿着电话 看了一眼江可化 她倒是云淡风轻 坐在副驾驶 一脸的淡定 本市的学校 哪有燕京的好 我也这么觉得 等我回去 就盯着她学习 让她考燕京的大学 陆之站挂断电话 转头看向江可化 和她说清楚了吗 她的语气并不好 可化一听就明白了 她都知道了 钢子之前就坐在附近 他们说的话 钢子都听到了 否则陆之站也不会赶过来 当然 她是为了自己的外甥 可她来的时候 自己和周宇还没说完 刚说了一半就被她打断了 说了 没说完 陆之站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看着她的眼睛 说话声音很轻 却有些嘟嘟逼人 怎么说的 可化皱了皱眉 我是她老师 还能怎么说 我总不至于对自己的学生 有非分之想 你要记住 其实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 你也是我碰过的女人 对她不能有任何不该有的想法 懂吗 可化有些气氛 正开她捏着自己下巴的手 想要推门下车 陆之站拉住她 随手锁了 她那一侧的车门 我还没让你走 把安全带系上 她启动了车子 开到了得月酒店 她解开安全带 下了车 可化却没动 张家在和你那个女学生家里谈判 估计这次损失不小 你如果不想再被人追着打 就乖乖跟在我身边几天 我不想再多说废话 第44章 寄人篱下 江可化不情不愿地下了车 翘着嘴巴跟在陆之站身后 她心里嘀咕 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 自己难道已经成了她的附属品 到了房间 陆之站叫了送餐服务 拜自己的外甥 和眼前的女人所赐 她舌疼到现在还没吃晚饭 可化坐在沙发上 只能用手机看看新闻 打发着不自在的时间 她觉得 既没有情 又没爱情的两个人 就这么共处一室 真的很尴尬 还好自己大部分时间 都不喜欢说话 只要安静地待着就好 如果换做是喜欢聊天的沈佳琪 肯定难受死了 陆之站去洗澡了 可化心想 自己每次和她见面 都是在酒店 而且都是这个房间 难道她一直住在酒店里 她没有自己的家吗 还是说 她只是和女人一起过夜的时候 才会住酒店 仔细一想 她是周宇的舅舅 林氏本地人 怎么会没有家呢 自己实在太傻了 可化心里有些郁闷 她不能总待在陆之站这 并非长久之际 她给沈佳琪发了个消息 在哪儿 沈佳琪秒回 在家 要不要过来玩 我们一起过二人事件 你确定你现在不是二人 那当然 姐姐现在空窗期 没男人 你身边那些花美男呢 我最近换口味了 喜欢阳刚行 你的口味一直在变 唯一不变的 就是你的善变 我不变的是对你的真心 天地可见 哈哈 你呢 在哪里 我最近寄人篱下 怎么了 因为一些事 招惹了几个富二代小混混 怕他们报复 只能借助在朋友这里 你肯定是又犯起了牛脾气 你现在在哪 我去接你 先来我这里住段时间 你不怕 我给你带来麻烦 怕什么呀 怎么说我也在社会上 混了这么多年 朋友还是有几个的 你过来 咱们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处理 总不能一直躲着 可化被她说动了 她和佳琪想的一样 是不能总躲着 躲在陆之站这里 她愿不愿意先不说 自己的确不愿意 不如先去佳琪那里住几天 避一避张家兄弟 再研究下其他对策 可化做了决定 便等着陆之站 从浴室出来 跟她打声招呼 周宇结账离开餐厅 她心中更加淤色 没想到江老师和舅舅居然认识 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关系 那自己今天的表白 就太傻缺了 她一定得问问清楚 为什么她这边和自己说单身 那边又和舅舅牵扯不清 陆之站从浴室出来 身上穿着浴袍将可化站起身 拿起大衣和背包 她看着陆之站 那个 我先走了 陆之站扫了她一眼 静止走到餐桌边坐下 去哪儿 我先去我朋友那住几天 不打扰你了 你的朋友能保护你 可化想了想 估计张家兄弟找不到她那里 当初为什么一定要掺和这件事 不是告诉你少管闲事吗 以为自己很厉害 可化咬了咬嘴唇 她很想说 因为那个女孩很可怜 很像当年的自己无依无靠 她想去帮帮她 也许会改变她的命运 她看着陆之站 还是要谢谢你帮我 再见 陆之站没说话 看着她走出房门 她打电话给刚子 你联系一下江可化 送她去想去的地方 好的 陆总 那我接下来还负责保护她吗 嗯 第45章 佩服 刚子立刻给可化打电话 你好 江小姐 我是刚子 你好 当子 陆总让我继续保护你 你现在去哪 我送你过去 可化迟疑了一下 内心有刹那的纠结 她不想再继续 嵌陆之站的人情 更不想再听她的那些警告 她觉得自己和陆之站之间 有一道鸿沟 永远无法跨越 也许是家境背景的不同 也许是成长经历的不同 总之 导致了他们思维模式 和认知上的区别 她说 不让她招惹周语 这种警告 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种侮辱 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学生 有乱七八糟的想法 她还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自己和陆之站之间的交易 尽管荒唐 却也是自己 作为成年人的一种选择 无关对错 无关他人 这与她的职业无关 她对孩子们的真心 不该因此被猜忌 她说她不该 多管成非的闲事 也许在她眼中 看到的只是利益 和个人得失 而在自己看来 那是人性的挣扎 难道在人性面前 真的要做到熟视无睹 冷眼旁观吗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如花的生命 在自己眼前凋零 无动于衷 江小姐 我在听 钢子 麻烦你代我谢谢陆总 接下来的事情 我自己处理吧 不麻烦陆总了 也谢谢你这两天 对我的照顾 可话挂断了电话 钢子傻眼了 这是怎么个情况 难道老板被甩了 陆总还没把自己的保镖 给别人用过 江老师可是第一个 这怎么还被拒绝了呢 她心里顿时佩服起江老师来 以前那些生扑陆总的女人 八戒陆总还来不及 真没见过这么钢的 简直是女中豪杰 她打电话给陆之战 陆总 江老师说 不用我再保护她了 她自己可以解决 她可不敢说 江老师还让自己 带她表达感谢 那样老板会更没面子 嗯 你忙自己的吧 陆之战挂断电话 这女人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更不知道 个人到底是什么样 可话没让佳琪来接她 而是自己 就近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直接打车去了她那 佳琪一看到可话 就巴拉巴拉 说个不停 你怎么招惹上流氓啊 不能报警吗 你每天上下班 有没有危险 可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我渴了 给我倒杯水 佳琪迅速倒了杯温水 递给可话 快说 急死我了 可话把之前参加同事婚礼 以及就成非的事 说了的大概 可话 我当年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这么热心的一面呢 居然勇闯虎穴 救助若奈女学生 我以前什么样 自己都忘了 可话微笑着说 你一副不识人间烟火的架势 整天就知道学习 除了回答老师问题 基本不说话 而且谁都不搭理 冷酷得很 还好有我做你同桌 否则你的语言功能 都得退化 可话笑着看他 谢谢沈佳琪救我于水火 说完 他自己的心里也是一阵 当年如果没有沈佳琪 也许自己的内心 真的会无比荒凉 那张家兄弟 有没有找你麻烦 佳琪问道 前两天下班 他们拿着球棒 追了我跑了几公里 可话鼓了鼓腮帮子 又叹了口气 沈佳琪瞪大了眼睛 我的天啊 这么凶 你报警了吗 他们没打到我 报警也不会承认 路上不是有监控吗 以他们的无赖脾性 有一百套说辞 为自己开脱 那接下来怎么办 佳琪越来越担心他 如果你这里方便 我住几天 如果不 当然方便 你就住在我这儿 哪儿也不许去 那就谢谢琪姐了 这样吧 我的车先给你开 他们上下班 看不到你的人影 时间长了 也就放弃了 可话略有沉默 倒是能拖上一拖 但是放弃的可能性不大 陆之战之前说 陈佳正在和张家谈判 估计张家得损失一大笔钱 他们又怎么可能轻易 放过自己 佳琪搂住可话的肩膀 没事 走一步算一步 你把我的电话 设置成快捷键 有时立刻联系 姐姐我肯定带人 飞奔到你身边 绝无二话 可话笑着看向佳琪 作为报答 将可话每天 给沈佳琪做晚饭 沈佳琪眯了眯眼 像只狡猾的狐狸 你给我当模特 我每天请你吃晚饭 行不行 第46章 赚钱 模特 可话瞪着眼睛 看沈佳琪 上次不是说好了 那是最后一次吗 沈佳琪抱起沙发上的 毛绒玩具 贴到可话身边 WV的总监上次 酒会上 就对你赞不绝口 最近已经问我好几次了 你能不能为他们 拍一组怀旧版的写真 WV想找个模特 还不容易 大麻非叫我去 你上次奥带力赫本的 造型太成功了 他们觉得 你是拍怀旧版的 最佳人选 不拍 有偿服 沈佳琪把脸 凑到可话面前 可话用一根手指 抵上他的额头 把他轻轻推到旁边 那也不拍 拍了你就有钱了 买房买不起 但可以买辆车 可话想了想 能给多少钱 那要看照片效果 估计三万到十万之间 那你刚才还说 可以买辆车 你是让我买辆电瓶车 哈哈 可以买辆小排量的 或者买辆电动汽车 还环保 最近不是有一款 小电动很火吗 不到三万块 国产的荣光神车 可话很认真的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我不但能买车 没准还能买两辆 沈佳琪大笑着 躺倒在沙发上 他觉得江可话 越来越幽默了 你可以自己开一辆 再给你妈妈一辆 可话对他竖起大拇指 你才是我妈的亲闺女 那你答应了 佳琪问 再考虑一下 你说你当年 为什么学数学 学了数学 又赚不了多少钱 可话笑笑 那是他不懂 数学学得好 想怎么赚钱 就怎么赚钱 但职业 不能是老师 可以去投行 其实在金融界 有很多投资人 都是数学专业出身 被称为金融数学家 他们运用数学思维和方法 来解决金融问题 可话刚毕业时 也有好几家投行找过他 希望他可以 往投资人方向发展 但去投行 就得去北上广 他不想离母亲太远 而且母亲也不喜欢他从商 如今 再说这些 已经没有必要 做老师挺好的 安安稳稳 远离金钱 也就远离了危险 沈佳琪把一个化妆间收拾出来 铺好了床 让可话自己选 睡哪个房间 我就睡这个吧 我的卧室更舒服 我可不敢睡 怕有其他男人的味道 像说 我从不带男人回来 大不了去酒店 你厉害 可话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 你呢 有没有跟男人睡过 是去他家 还是在酒店 可话不说话 拿出换洗的衣服 准备去浴室洗澡 沈佳琪凑上来 可话 你告诉我 到底睡没睡过 求你了 你就这么好奇 当然了 你这谁都冷若冰霜的 你不会不喜欢男人吧 可话回想了一下 和陆志站在一起的感觉 喜欢男人应该是生理反应 沈佳琪看着可话反应了半天 才明白他的意思 你刚才在想谁 你已经有过反应了 可话没理他 进了浴室 沈佳琪在门外喊 可话 要注意避孕哦 第二天一早 可话 本来想坐地铁去上班 但拗不过沈佳琪 就开着他的宝马车 踏上了上班的堵车之路 可话一路都在想 不知那张家兄弟 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他不能总住在佳琪呢 上下班实在太不方便 也不知道 陈飞这几天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 可以回学校上课 还有他们 和张家的协商情况如何 抽时间 还是得和陈飞沟通一下 第47章 危险 周宇 今天上课很认真 似乎没受到之前 表白的任何影响 可话总算松了口气 下课后 可话在教室里 停留了几分钟 为几个同学答疑 而后走出教室 往教研组办公室走 刚走了几步 就看到了周宇 他正面向他 站在走廊上 可话立马进入备战状态 他走到周宇面前 快上课了 怎么不回教室 还有五分钟 来得及 他点了下头 从周宇身边走过 等等 周宇叫住他 可话回过头 有事 周宇看着他 你和我舅舅 是什么关系 可话一听 他这口吻 一点都不像自己的学生 倒像是自己领导 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他微微低头 也回想了一下自己和陆志站的关系 是个取所需的交易关系 是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 还是知知甚少的陌生关系 可他不能这样 回答周宇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求你舅舅帮忙解决 我和他 算朋友吧 但当然 他不一定会这么认为 你喜欢他吗 周宇问 可话看着眼前 比自己高出很多的大男孩 无比真诚的说 我不喜欢他 但我也不会喜欢你 你是我的学生 周宇沉默了一下 那如果我不是你的学生呢 可话说 其实两个人谈恋爱 是需要很多客观因素的 就像人们常说的 天时地利人和 而我和你之间 所有的这些因素 最后都成就了我们的师生关系 明白吗 周宇看着他 高考结束后 这种师生关系就结束了 可话无奈的笑笑 这孩子还真倔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 人家都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到你这儿怎么就变了 难道就因为我不是男的 周宇看着他 你知道 不是这个原因 快回去上课吧 争取考一所理想的大学 你想要的 大学里都有 世界很大 不要只执迷于眼前 可话越过周宇 回到办公室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这小子有时候 跟他舅舅还真挺像 总让人有种压迫感 下班时 可话并没发现 张家兄弟的踪影 他打算回一趟自己的公寓 看看情况 再拿些常用物品 今天毕竟开车了 也会安全些 如果情况不妙 掉头就跑 也来得及 可话把车停到楼下 他在车里坐了五分钟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并没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或车辆 一切都很正常 可话上了电梯 回到自己家里 一切都很正常 他回来前甚至在担心 房门被人破油漆 或者门口贴恐吓标语 但什么都没发生 他甚至在猜想 会不会是 程家和张家的谈判 结束了 双方都想稀释宁人 所以他这儿也都翻篇了 他恨不得今天就住在家里 还是自己的房间最舒服 但佳琪的车还在他这儿 总得还回去 他收拾了一些 换洗的衣服带上 走出了公寓 刚走到车边 就发现从小区外面 走进来四个男人 面对保安的询问 毫不理睬 大摇大摆地 往他公寓的方向走过来 这几个人都是生面孔 一个个绑大腰圆的 一看就是地痞流氓相 直觉告诉他 这些人很危险 而且很有可能是冲着他来的 他没有往驾驶室走 而是趁着他们的视线盲区 迅速钻进了副驾驶 他立刻反锁了车门 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 遮住自己的脸 他静静地坐在车上 假装在等人 那几个人从车边经过 似乎并没有发现他 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 说话声音有些急促 你确定那女人刚下楼 我们已经到他楼下了 目前还没看见人 电梯不会这么慢吧 他指挥着身边的人 你去电梯口手着 你去周围看看 看清楚他穿的衣服 是一件米色的大衣 可化的汗毛根根竖起 他凭住呼吸 立刻脱下大衣 扔到后座 他一边轻轻挪动身子 一边观察那几个人的情况 终于坐到了驾驶位 之前还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 现在是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他们就是来收拾他的 他的大脑在迅速运转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装了监控 否则不会知道 他刚下楼穿着米色的衣服 真是卑鄙 他气得咬牙切齿 一定是自己一到家 就被他们发现了 所以他这么迅速地赶了过来 还好自己早出门一步 也只差一步 他立刻启动车子 向小区的出口驶去 那几个人突然反应过来 跟在车后穷追不舍 可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 几个转弯就彻底甩掉了他们 尽管是冬天 他的后背上 还是生出了一层冷汗 他咬着唇 有点想哭 但也只能告诉自己 要忍住 第48章 关爱 佳琪今天正好没有工作 在家里窝了一整天 看到可化回来 很开心 可化 你回来了 嗯 回来了 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怎么了 路上堵车 把你累成这样 可化闭着眼睛 靠在沙发上 比堵车惊险多了 佳琪坐到可化身边 发生什么事了 回了趟公寓 差点被那帮人抓到 佳琪瞪大眼睛 他们怎么这么猖狂 要不咱们报警吧 他们没有 对我造成伤害 报警也不会承认 如果把张家兄弟 和承飞的事抖出来 对承飞也不好 他太小 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对他的以后 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 那你自己怎么办 我会小心的 你会给承飞打个电话 看谈他的情况再说 你要么别做老师了 别人做老师 图个安稳 到了你这儿 也能招惹出这么大的危险 而且工资又不高 都浪费了你的学历 不做老师 做什么 做模特呀 咱俩在一起开个直播 教人化妆 你也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 每天起的笔记早 睡得比狗晚 可话笑笑 那我的学生怎么办 他们还有一年就高考了 你不在 还有其他老师 有什么好担心的 可话没说话 临时换帅 动摇军心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那么做 他起身去了厨房 佳琪 冰箱里有菜吗 我刚才没来得及买 别做饭了 我叫了外卖 我们吃一点 你早点休息吧 这样也好 自己今天真的累了 心累 可话 昨天跟你说的拍照片的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 WV还在等消息 周末吧 去试试 好嘞 他终于答应了 可话进了房间 给承飞打电话 过了很久 承飞才接通 江老师 承飞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我已经出院了 身体没事了 那你什么时间返校上课 我不想考大学了 可话沉默了一下 为什么 我觉得好嘞 那以后 你打算靠什么养活自己 我爸爸会给我一笔钱 他让我出国去找我妈妈 可话突感想起 上次联系他妈妈的情形 他很冷漠 并没有母亲该有的关心 你想去找他吗 承飞沉默了一下 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特别恨我爸爸 顺带也恨上我 如果没有我 他很多年前就离婚了 他还可以重新开始 没想到熬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得到 我一直希望 你能振作起来 找一条自己喜欢的路 即使不参加高考 也可以有一技之长 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 承飞在对面抽气着 江老师 我还能拥有自己的人生吗 当然可以 你以后的路还长 你可以快乐潇洒地活着 绝不能放弃 可是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他们说 我爸拿了他们的钱 我就得一辈子都听他们了 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的人生还长 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控制 你要把实际情况 告诉你的父母 让他们和你一起想办法 如果不行 我们还可以求助于法律 江老师 我好怕 我惹不起他们 我怕他们会报复我 所以你才要做好计划 例如考一所外地的大学 或者去你妈妈那边读书 都是不错的选择 他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和承飞谈完 可化更压抑了 女孩本弱 所以年幼时需要父母的保护 长大后需要爱人的呵护 但又有多少人 能获得这样的关爱呢 第49章 拍摄 周六下午 可化和佳琪 来到WV的摄影棚 今天还有其他模特过来拍摄 可化排在最后一个 WV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版面 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们会根据后续的照片效果 进行筛选 佳琪一边给可化化妆 一边告诉他 拍摄时的注意事项 我已经和摄影师打好招呼了 他会根据你的优势进行拍摄 不用紧张 但你要注意自己的眼神 要稍微温柔一点 如果知道 你们还有这个要求 我就不来了 佳琪捏捏可化的脸蛋 必须学会温柔 复古美人的风情 一定要有 可化今天只需要拍摄两套服装 一套是墨绿色暗花真丝气袍配手包 另一套是欧式大花收腰 连衣裙配大颜帽 这两套服装都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典 但并不好驾驭 考验的都是高贵优雅的气质 可化先穿了旗袍 佳琪把他的长发挽起来 做了个看似随意的盘发 可化从化妆间里出来 镜子走到摄影区 摄影师开始找角度 偶尔要求可化变换一些姿势 摄影棚里渐渐变得安静 越来越多的人把视线落到他的身上 那身旗袍就像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此时的他风华绝代 WV的总监威廉今天也邀请了林子轩过来 毕竟新杂志的风格是这位幕后老板拍板定下的 效果满不满意 还得让他自己过目 威廉之前还不太明白 怎么参加完化妆酒会 这位主子就非要把新杂志定成复古风 而且几次提到了贺本的优雅时尚元素 他琢磨了好几天 直到那天在办公室看到沈佳琪 他才恍然大悟 会不会是因为沈佳琪的那个朋友 他那天在化妆酒会上 不就是模仿的奥黛利贺本吗 这也是他邀请可化作为模特的原因之一 如果真如他所想 他能来拍摄 老板肯定会开心 另一个原因 当然是他确实是这个主题的最佳人选 林子轩看着摄影灯下的可化 他的心不自觉地被他的一颗一笑所吸引 他见过很多漂亮女孩 但他是最特别的 他不止一次被他吸引 而他只把那种感觉归结于男性本色 可化回到化妆间 佳琪帮他换上欧式细腰裙 又把他的头发打开 重新盘了个贴合的发际 这样可以更好地配合大眼帽 如果说穿上旗袍的可化 就像一朵花 淡雅的清香渐渐地弥漫开来 让人心声摇曳 那么此时的他便是春天的精灵 纯洁又高贵的仙子 满满的春天气息迎面来 摄影师实在太喜欢最后这个模特了 随便怎么拍都好看 甚至让他忘记了开工一天的疲惫 林子轩和威廉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他微笑着看向可化 他很想走过去 把此时的他抱在怀里 这么明媚的他 还是第一次见 他知道自己动心了 不单是男人本色 威廉把一切看在眼里 他慢慢走到沈佳琪身边 佳琪 拍摄结束先不要走 叫上你朋友一起吃个晚饭 我们好好聊聊后续的合作 好啊 您对他今天的拍摄满意吗 当然 不过老板应该比我更满意 老板 我怎么没看到 一会儿一起吃饭就见到了 他回到林子轩旁边 林总 这个模特是我们新签的化妆师的朋友 一会一起吃晚饭 聊聊后续的合作 您方便参加吗 林子轩没有说话 只微微点了下头 威廉就是只老狐狸 明明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思 才留下他吃饭的 还要说得这么委婉 不过 他的确很满意 第五十章 惊喜 威廉让人在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订了包厢 如果老板和那个女孩 正好情投一合 从餐厅转站客房 也着实方便 楼上楼下两分钟就到了 可话拍摄完成 想去卸妆 佳琪死活不肯 非说自己今天超长发挥 得让作品多保留一会儿 可话 你饿了吧 你中午都不让我吃饱 现在当然饿了 下午这两身衣服 哪个不是修身西药的设计 你还想吃饱 不让你饿肚子就不错了 感谢琪姐大发慈悲 多少还让我吃了点 这还差不多 走吧 咱们吃饭去 总监请客 总监 那你自己去吧 我去多尴尬 赶快走 麻溜的 还得谈合作呢 佳琪拉上可话 二话不说 就出了摄影棚 朝着威廉的商务车走去 佳琪边走边开玩笑 可话 你要是火了 我给你做经纪人兼化装饰怎么样 不要一想天开 青春饭哪那么好吃 我只要赚点钱 买个你说的三万块的小电动 行了 可话还没说完 商务车的自动门就开了 林子轩正坐在车上 微笑着看她 可话愣在原地 佳琪也迟疑了一下 威廉降下副驾驶的车窗 佳琪 带你朋友上车吧 和林总一起坐后面 佳琪又看了一眼林子轩 原来这位就是幕后老板 这么年轻又帅气的老板 还真不多见 好事好事 他轻轻推了可话一下 你坐林总旁边 可话对林子轩点了下头 你好 又见面了 佳琪坐到了后面的一排 把林子轩旁边的位置 留给了可话 车子缓缓开动 可话转头看向车窗外 女人寒暄并不是她的特长 手机响了一下 可话拿起来一看 是佳琪的信息 你和她认识 嗯 上次在化妆酒会上 你也见过的 佳琪仔细回想了一下 我当时只想着工作的事 没仔细看 早知道她就是老板 还这么好看 怎么这也得喝杯酒啊 你今天可以尽情发挥 那要看她给不给我机会 林子轩坐在旁边 也没说话 两个女孩 你来我网的发消息 不知在聊些什么 车子到了酒店 一行人直接去了餐厅 威廉立马请林子轩坐了上位 又让可话坐在了林子轩的旁边 佳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一看威廉这么刻意的安排 心中已了然 不知这是威廉的想法 还是这位林总的意图 他没说话 静观其变 但无论怎样 都不能让可话吃亏 除非他自己心甘情愿 服务员很快就上菜了 又拿了酒水单给威廉 他选了一款红酒 又征询了一下林子轩的意见 林总 您和江小姐之前就认识 威廉问 林子轩看了看可话 他也正抬眼看她 认识 威廉笑着说 那太好了 看来我们邀请江小姐来拍摄 是明明中自有安排 他转头问可话 江小姐目前的职业是 老师 可话回答 哦 做老师好 教书育人 佳琪放下手中的筷子 可话是燕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做老师是为了达成他妈妈的心愿 威廉举杯 江老师真是德才兼备 失敬失敬 可话也喝了一口 您过奖了 林子轩听到燕京大学几个字 也略微惊讶 或者该说是惊喜 没想到他有这么好的学历 说德才兼备不太贴切 能文能武或许更妥当些 你在燕京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林子轩问 数学 他点点头 惊喜越来越多 燕京大学的数学系 是全国最好的数学系 在全世界也是榜上有名 他不得不再多看看眼前的他 这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姑娘 佳琪忙说 可话上学的时候可厉害了 总去国外参加数学竞赛 有很多国外的大学邀请他免试入学 他都没去 非要自己考燕大 可话轻轻踢了佳琪一脚 和他们又不熟 说这些干嘛 佳琪笑笑 继续吃菜 说这些自然是有用处的 告诉他们 银子少了 请不动这位仙女 威廉又去洗酒杯 今天的拍摄效果很不错 希望WV能和江小姐长期合作 可话也举杯喝了一口 谢谢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林子轩和可话都不太说话 还好有威廉和佳琪 不停地调节气氛 佳琪估计 可话这次不仅能买小电动 没准还能买三辆 可话话说得少 酒却一点也没少喝 一共就四个人吃饭 也不便推脱 他有点不舒服 起身去洗手间 佳琪正和威廉讨论 新杂志后续的一些计划 林子轩看着可话的背影 不知不觉 便把他印在了心里 第51章 继续 可话没有用包厢里的洗手间 而是去了外面 他还是不习惯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总觉得不自在 正好出去透透气 江小姐 可话回头 一看是萧毅 萧毅 好巧 萧毅看看 他今天的打扮 在这边吃饭 嗯 和朋友一起 他笑着说 萧毅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 战哥也在 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 可话立刻摇头 不了 我就不去打扰他了 萧毅 你先忙 我去下洗手间 萧毅看着江可话匆忙躲避的样子 有点想笑 看来战哥在江老师这儿还真不受待见 他回到包厢 坐到陆之战身边 战哥 我在走廊上看到他了 陆之战看了他一眼 便知道 他说的人是江可话 他一个人 他说和朋友来吃饭 应该喝了不少酒 眼神都不对了 刚刚去了洗手间 陆之战起身往门外走 向天看了一眼 战哥 包厢里有洗手间 陆之战没理他 快步走出包厢 战哥去干嘛 这么急 他问萧毅 我也不清楚 估计尿急 滚 尿急不在包厢里尿 还跑到外面去尿 外面的卫生间立尿 包厢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萧毅也在笑 外面的卫生间还真不一样 至于立什么 只有战哥知道 可话从卫生间里出来 在水池前洗了个手 刚一转身 就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他本能的想要躲闪 却被对方拉住了手腕 可话抬头 正撞上陆之战冷漠的眼神 你和谁一起吃饭 可话看着他 朋友 什么朋友 他皱皱眉 与你无关 陆之战瞇了瞇眼 刚才在酒桌上就听说 今天林子轩带了个美人过来吃饭 估计眼前这个 就是他们口中说的美人 他今天确实漂亮 美目叛息 倾国倾城 但他只能是他的 他和他的游戏还没结束 喊不喊停 他说了算 他懒得跟他废话 拉着他 直接进了南洗手间 放开我 你要做什么 松手 可话不停地反抗 但都失败了 他们的力量差距悬殊 陆之战看了一眼 洗手间里没人 他直接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了 他冷着一张脸 你今天是和林子轩一起来的 他一听 看来他们认识 这世界还真小 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来吃一顿工作餐而已 说话 可话也火了 我和你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间现在毫无瓜葛 我为什么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陆之战的吻 就压了下来 他把他禁锢在怀里 用力地吻他 不给他再说任何话的机会 可话的唇很痛 他用力地推他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他急了 去咬他的舌头和嘴唇 可很快 自己便被他捏住了下巴 动弹不得 只能认他为所欲为 他终于停下来 看着怀里气喘吁吁的他 不经过我的允许 你不能招惹任何其他男人 可话用气愤的眼神看着他 凭什么 不用凭什么 只是我不允许 你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为什么 可以有很多原因 例如 你是我睡过的女人 可话休愤交加 那只是交易 那就继续交易下去 我还没说结束 可话瞪着他 我有我的自由 陆之战看着他的眼睛 以前有 但你招惹了我就没有了 第52章 碰面 可话 你在哪儿 佳琪看他一直没回包厢 便来找他 可他并不在女洗手间 可话没回答 他生气地瞪着陆之战 此时的自己 还被他禁锢在怀里 陆之战笑笑 又低头在他的脸上 轻轻吻了一下 记住我说的话 别以为我在开玩笑 尽管他笑着 但警告的意味很明显 他放开可话 镜子走出了洗手间 和站在门外的沈佳琪 正好打了个照面 佳琪一愣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怎么遇到的男人 一个比一个帅 林子轩温文尔雅 高大帅气 眼前这个男人更是眉目如画 刚一俊了 陆之战知道 他是可话的朋友 便多看了他一眼 他心里的郁节略有舒缓 起码将可话 不是单独和林子轩吃饭 可话从南卫生间走出来 看到满脸花痴的 沈佳琪 正望着陆之战的背影 真是色女 佳琪又是一愣 可话 你怎么从南卫生间出来的 可话没回答 看了他一眼 直接往包厢的方向走 自己的背包还在里面 佳琪跟上来 可话 我问你呢 刚才那个男人 也是从南卫生间出来的 你在里面看到他了吧 嗯 看到了 佳琪指了指陆之战的方向 又指了指可话 他 在里面 做什么 卫生间 还能做什么 佳琪惊讶地捂住嘴巴 简直难以置信 你为什么进南卫生间 不为什么 走错了 佳琪夸张地瞪大眼睛 所以你看到他在里面上厕所了 可话停下脚步 你这么好奇 自己怎么不进去看看 我倒是想啊 可是他走了 可话懒得再提那个人 回到包厢 拿起背包就要走 林总 威廉 我先回去了 改天再见 林子萱也起身 我也走 一起吧 威廉点点头 女孩子路上不安全 你们最好搭林总的便车回去 佳琪笑笑 还不到九点 有什么不安全的 威廉这只老狐狸 可话和佳琪一起出了包厢 林子萱一边走一边打电话 车子开到大堂门口 三个人坐电梯下楼 到了酒店大堂 好巧不巧 陆之战正和一群人 从另一部电梯上下来 林子萱和陆之战对视了一眼 双方都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点头之意 向天看到林子萱旁边的江可话 倒是吓了一跳 这他妈怎么回事 这女的不是聊扯过战哥吗 怎么又跑到林子萱那边去了 难道是商业间谍 为了那块地皮 他看向萧毅 那女的你认识吗 有两个女的 你说的是哪个 漂亮的那个 他没在战哥身边出现过 我没注意 好像没有 向天狐一地看着他 萧毅一向老奸巨滑 才不会说实话 否则也不会跟在战哥身边 这么多年 有机会得再问问那女的 到底怎么回事 当初让他来自己公司上班还不肯 说自己就喜欢做老师 现在怎么又和林子萱扯上了关系 难道是女骗子 专骗高富帅 可话故意没去看路之战 他不想和他有任何的交流 包括眼神 但路之战 还是毫无避讳地 把目光落在了姜可话的脸上 林子萱皱了皱眉 路之战在看他 那眼神很复杂 似乎还有些怒气 难道他们认识 最开心的就是沈佳琪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简直大饱眼福 第53章 获志 回到家里 佳琪就开始调侃可话 林总那人 尽管看着温文尔雅 但也是一副生人物尽的面相 你说他不仅和我们一起吃饭 还专程送我们回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你吗 可话说 佳琪指着自己 笑着说 因为我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可话倒了杯水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你没发现 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吗 可话坐到沙发上 没发现 确切地说 我根本没去注意他的眼神 你呀你呀 这么优秀的男人 都被你漠视了 真不知道被你喜欢上的男人 会是什么样 没必要喜欢 庸人自扰 难道你想孤独终老 可话看了他一眼 即使有喜欢的人 谁又能保证会一直喜欢 直到终老 人都是善变的 自己在变 对方在变 环境在变 谁又能跟得上谁的步伐 佳琪被他的话震住了 他怎么会如此的看破红尘 他不刚刚才开始体会凡尘吗 两天后 WV那边就有了消息 可话的照片被采用了 他会获得十万元的劳动报酬 沈佳琪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可话 两个人都挺开心 约着下班一起去吃大餐 可话这两天都是开佳琪的车上下班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他实在不敢再掉以轻心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好运 总让他化险为夷 有了这十万块钱 他可以在天典前买辆车 实在不好意思总占用佳琪的 他坚持把车给自己用 每天上下班只能打车 可话偶尔会回想 如果当初知道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自己还会去找承飞吗 他正着想 想不通 他就反过来想 如果让承飞落入张家兄弟的魔肘 失去自由和未来 自己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帮助他 答案呼之欲出 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话和佳琪就约在住处附近的餐厅 两个人脚前脚后相继到了餐厅 佳琪看到可话很兴奋 可话你这次拍的照片特别棒 摄影师和总监都对你赞不绝口 十万块的报酬 还是林总特批的 创了新高 可话笑笑 还得感谢沈佳琪小姐的妙手 把我打扮得那么清新脱俗 才能获此殊荣 哈哈 还好没被别人听到 否则还以为我们俩是骗子团伙 正在上演互捧的桥段 两个人吃完饭 有说有笑的往停车长走 他们不知道 黑暗中正有几双邪恶的眼睛 一直在盯着他们 伺机而动 佳琪 车子你开还是我开 可话问 你开吧 我正好看下公司邮件 可话按了下车钥匙 车门自动解锁 佳琪打开车门跨坐到副驾驶 可话总感觉哪里不对 他站在车门边迟疑了一下 向四周看了看 突然发现 不远处有四个男人 正向他们冲过来 是他们 此时上车已经来不及了 还会连累佳琪 他把车钥匙扔给佳琪 大喊道 锁门 他重重地关上车门 然后怒视着跑过来的四个男人 佳琪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能地听 可话的话锁了车门 直到看到那几个人出现在眼前 他才恍然大悟 你们想怎么样 可话问 其中一个人说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怎么样是他们说了算 你要是聪明的 就乖乖跟我们走 少挨一顿打 可话看看眼前的四个男人 各个虎背熊腰 硬拼肯定打不过 好在刚吃过饭 体力还可以 还是想办法跑吧 好 我跟你们走 你们的车在哪里 其中的一个男人 拿起车钥匙 按了下解锁键 不远处的一辆黑色小轿车 闪了闪车灯 可话计算着 此处到那辆车之间的距离 这段路是自己唯一逃跑的机会 一旦上了车 插翅也难飞 沈佳琪坐在车上 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手抖腿也抖 怎么办怎么办 报警吗 可是可话之前说过 为了那个女孩子 先不要报警 她突然想起林子轩来 上次搭她的车 她就发现了 她有保镖 自己不会看错 她应该对可话有想法 求她帮忙 总会出手吧 就是不知道 时间来不来得及 她赶快打电话给威廉 威廉 麻烦您赶快联系林总 可话这边出事了 我马上把定位发你 哦 好 你们报警了吗 暂时不能报警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得赶快联系林总 求她帮忙 第五十四章 求你帮我 四个男人 两前两后 把可话围在中间 让她跟着他们走 可话回头看了一眼佳琪 她想说别害怕 又想说对不起 可什么也没说出口 佳琪坐在车里 泪流满面 她的内心十分挣扎 她想下车去帮可话 可此时即使自己出去 也是以卵击食 毫无用处 但让她眼看着 可话被这些人带走 她的内心又无比的疼痛 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可话如果被他们带走 肯定凶多吉少 不死也得脱层皮 她不知道 威廉有没有把话带到 更不知道林子轩 愿不愿意淌这趟浑水 她此时必须得自己想个办法 可话离那辆车 还有机密的距离 她相信他们此时 已经比之前放松了一些警惕 她已经计划好 就在这个位置 被右后方的那个人突然发难 一脚踢过去 趁他们反应不过来 赶快逃跑 可话还没来得及行动 突然听到身后的急促的汽车喇叭声 她转身 看到佳琪正开着她的宝马 直冲过来 后面的两个男人 本能地往旁边躲闪 车子一下 停到了可话的面前 佳琪对着她大喊 上车 可话的心里一紧 糟了 不但自己上不去 佳琪也得搭上 四个人呼拉一下围过来 其中一个直接去拉驾驶室的车门 可话急了 一脚踹过去 那人踉枪了几大步后 坐在了地上 另外几个人都对着可话围过来 她一时无法脱身 只能左躲右闪 躲避他们的攻击 她不停地回头看佳琪 希望她能锁好车门 赶快离开 这样两个人才能有胜算 佳琪没经历过这种情况 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只顾着紧紧盯着可话的身影 她之前为了让可话上车 解锁了车门 此事早就忘了这茬 可话希望 佳琪能赶快走 而佳琪还在焦急地盼着 可话能快点上车 被踹的那个人已经缓过进来 她站起身几步跑到驾驶室旁边 一把拉开车门 把沈佳琪薅了下来 她拖拽着沈佳琪向自己的车走去 那个女的太能打 没必要再凑上去 把这个抓住 不怕她不肯就范 也不能在这里担得太久 万一有路人报警 吃不了兜着走 她一边拖拽沈佳琪 一边喊 都过来 快走 可话急了 也不管打不打得过 对着最近的人就开始攻击 那三个人本想回自己车上 看到可话拼了命地攻击他们 也都发了狠 可话尽管没被他们抓住 身上也挂了彩 额头和嘴角都流了血 三个人中两个跑了 可话死命地抓住最后一个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不抓住一个 根本不知道他们接下来 会把佳琪带去哪 那几个人上车 把佳琪带走了 根本没管剩下的这个同伴的死活 可话打红了眼 早就不管不顾 把以前学过的拳法和腿法 都往他身上招呼 那人被他打倒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可话想开上佳琪的车去追 但自己一个人就算追上 又能怎么样 能帮他的只有那个人了 他打电话给陆之战 他接通了 我的朋友被张家兄弟的人抓走了 求你帮我 他那边有点嘈杂 好像有很多人在喝酒 可话说完 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为自己连累佳琪而自责 也为自己的无助而难过 你在哪 我在秀越路公共停车场 可话一边哭一边回答 陆之战一听 这丫头是真急了 你把定位发给我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 第55章 心狠手辣 陆之战挂断电话 拿起酒杯 实在抱歉 我今天还有事 得先走了 再敬大家一杯 他一饮而尽 阿伦 你陪大家再多喝几杯 好的 陆总 阿伦是陆之战的另一个助手 主要负责集团内部运营和财务管理 他和肖易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一个左膀 一个右臂 陆之战快速走出包厢 肖易一直在隔壁等他 肖易实在不喜欢这种场合 每次一有这种商务应酬的事 都让阿伦上 自己在旁边躲清闲 他看到陆之战的短信 赶快走出来 战哥 怎么了 陆之战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走向电梯 姜可化出事了 让刚子带上几个人 去秀岳路公共停车场会合 肖易一听 这姜老师的事情还真不少 你 亲自去 嗯 他朋友被张家兄弟的人抓了 不是该抓他吗 怎么抓了他朋友 陆之战没说话 瞪了他一眼 肖易一看 自己又说错话了 怎么能说抓姜老师呢 姜可化挂断电话 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男人 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会被自己打死了吧 他走到他身边 蹲下来 试了试他的脉搏和呼吸 还好还活着 之前打红了眼 差点让自己成了杀人犯 现在冷静下来 也有点后怕 不管对方多么食恶不赦 总不能把自己的后半生搭进去 他在车上找到一个购物袋 把购物袋上的绳子解下来 绑在那人的手腕上 又把那人的鞋带解开 把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了一起 他回到车上拿了瓶水 打开盖子 走到那个男人身边 浇在他的额头上 他很快就醒了 看到面前的可化 本能的想往后退 然后才发现 自己现在的手脚都动弹不得 你想怎么样 他问 可化怒火中烧 你还敢问我想怎么样 我现在想杀人 可化拿出之前 在后备箱找到的高跟鞋 把鞋尖握在手里 鞋跟对着那个男人 车上实在找不到 其他能作为武器的东西了 我会让他告诉你 我想怎么样 他恶狠狠的说 那人看了看鞋子 又把目光落回到可化脸上 他知道这女人心狠手辣 之前的一脚踹在自己下巴上 直接让自己昏死了过去 他警惕地看着他 这只高跟鞋的鞋跟有七厘米 而且很细 我觉得可以当锥子用 你应该知道 我打人的力道 如果我想把这个鞋跟当武器 你说 我会把它扎在 你身上的哪里 他一边说 一边在他身上扫尸了一圈 那人急了 你别乱来 这个停车场有监控 可化眼睛一瞪 你们绑架人质的都不怕 我怕什么 我们本来没想动手 是你要跑 我们才动手的 而且你朋友还想用车 可化一鞋跟 敲在他的大腿上 阴沉着脸 你要是再敢喊 我就敲在你的膝盖上 让你成为残疾人 他忍着疼痛 不敢再出声 心里一边骂姜可化 一边骂那几个同伙 都他妈太没良心了 把他一个人扔下受罪 他们绑走我朋友 带他去哪了 他闭着眼睛 不知道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 我有多狠 这一次 我就让你断子绝孙 他举起鞋子 谋足了力气 扬起手 眼露凶光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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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怕了 绝不能断子绝孙 自己才22岁啊 这一鞋跟跑下去 肯定没好了 去哪了 快说 应该是去了老大的住处 就在城北的城中村 他拿着鞋子指着他的脸 你有没有骗我 绝对没有 他们之前谈好的 抓到你 雇主去那提人 然后 然后带去外地 居然想带他去外地 亏他们想得出来 他们还有没有说别的 听老大说 抓到人 不让我们碰 雇主他们要先玩 第56章 嫌弃 可话站起身 心中的怒气无处安放 到底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让他们以为 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一脚踢在那人的腿上 他顿时哀嚎起来 他又拿起高跟鞋 指着他 让他闭嘴 陆志站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这一幕 嘴角不禁勾了勾 此时的他 特别像一头炸了毛的小狮 又凶又狠 看来他在自己面前 还是收敛了很多的 站哥 你发现没 姜老师提人的动作很专业 小一说 陆志站没理他 透过车窗看着他的方向 司机把车子停在了可话面前 他知道自己的救兵到了 佳琪的救兵到了 他望向车门 看着陆志站从车上下来 一步步走到自己面前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里 又有了一闪而过的念想 但又说不出 那具体是什么 他感谢此时 能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陆志站 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 他都在绝境中为他带来了一束光 驱赶了很多的不安与无助 陆志站看着此时狼狈的他 马尾便半散着 头发乱得像鸟窝 身上的衣服也有开裂 额头和嘴角上的血字格外醒目 那一下让人赏心悦目的脸 弄到哪去了 他看着陆志站 他们把佳琪抓走了 带去了城北的城中村 他的眼里渐渐闪出泪光 他实在对不住佳琪 都怪自己要跑到他那里借助 早知道会这样 无论多么难受 也会待在陆志站身边 起码他很难被连累 就得回来 他说 可话点点头 江小姐 这人是你绑的 萧一问 是的 萧一笑笑 绑人的功夫也挺专业 看来会的还真不少 钢子 把他弄到你们车上去吧 让他带路 萧一说 钢子手下的两个人 把那人架起来 两步就拖到了车上 动作干脆利落 一气呵成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那人一看 这下完了 这都是恋家子 老大他们可不是这帮人的对手 这回要被人家按在地上 可话把佳琪的车停好 把他落在车上的手机 放进口袋里 他上了路之站的车 他本想坐副驾驶 但被萧一杰足先登了 他不得不坐在路之站的身边 大家谁都不说话 车内陷入寂静 落真可闻 可话转头看向窗外 心急如焚 不知佳琪会不会挨打 会不会有更坏的事发生 他实在没办法在此时 给自己任何侥幸的心理 他的人生总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侥幸不得 就在他们的车子 使出秀月路转弯的位置 林子轩的车 和他们相向而过 林子轩就坐在车上 带着三个保镖 跨越了半个城市 直奔秀月路停车场 他接到威廉的电话时 正在陪家人吃饭 二话不说 带着保镖出来了 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 把脸擦干净 脏 路之站递给他一包湿巾 他接过来 抽了两张 在脸上抹了抹 红色的血字印在湿巾上 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受伤了 路之站看了一眼他的脸 这一擦 不仅没把脸擦干净 反倒把血字抹得到处都是 更加没法看了 他皱了皱眉 伸手抽出两张湿巾 直接去擦他的脸 他实在受不了 他把自己的脸 弄得这么恐怖 可话吓了一跳 本能地用手去挡 他直接把他的手推开 自顾自做自己想做的事 萧一透过后视镜 看着后面的情形 没想到 战哥还有这么铁骨柔情的一面 居然去帮女孩子擦脸 他直接按下了中间的隔板 还是让他们两个 在后面自由发挥比较好 陆之战擦到他的额头 他有些疼痛 往后躲了躲 知道痛 当初就不该逞忙 他说 可话咬了咬嘴唇 终究没去反驳他 他说的没错 都怪自己 没考虑清楚 才连累了佳琪 陆之战把事情扔在垃圾桶里 又抽了一张 擦了擦自己的手 可话看在眼里 没想到他这么嫌弃自己 第57章 救人 可话抬头看向他的侧脸 麻烦你了 既然知道麻烦 以后就要少惹麻烦 陆之战转头看向他 并不是所有事 都如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只是想帮帮那孩子 他还小 如果没人帮他 他的一生就毁了 帮人要量力而行 如果为了帮你的学生 而害了你的朋友 你认为这种取舍值得吗 可话的眼泪一滴滴的落下来 他的话就像带磁的鞭子 打在他的身上 扎进他的肉里 我没想到会这样 我以为他们总会有所顾忌 不会那么猖狂 他一边流泪一边说 这个世界有多么险恶 你不会不知道 可话沉默了 是啊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自己不就经历过吗 他不再说话 在他面前 自己一直都是弱势群体 有话不能说 有气不能出 可话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来看了看 是个陌生号码 你好 你在哪 对方问 你是 林子轩 林总 请问你有事吗 可话问 沈家琪之前打威廉电话求救 说你们遇到麻烦了 可话看了看身边的陆之战 欠他一个人的就够难还了 再欠别人的就真的还不起了 林先生 谢谢您 我和佳琪 没事了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佳琪被人绑走的事 人多嘴杂 诸多猜想 舆论会是一把尖刀 林子轩迟疑了一下 过了两秒钟 如果有事 可以联系我 谢谢 林子轩挂断电话 满脸的不悦 没想到跑了这么远 他一句没事了 就把自己打发了 自己也真够可笑的 居然还这么积极地赶过来 英雄就美 他阴沉着脸 给威廉打电话 沈家琪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威廉一头雾水 沈家琪那么急迫的状态 不可能是玩笑 否则自己也不会给老板打电话 肯定不是玩笑 他打电话的时候非常着急 好像还在哭 林子轩没有再问 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来是江可话 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罢了 可话挂断电话 看向窗外 既然有人要帮你 怎么不接受 陆之战问 他转头看向陆之战 我没联系过别人 是佳琪联系的 能让林子轩主动打来电话 还真是小看他了 你和林子轩很熟 为什么上次在酒会 你说不认识他 可话想了想 我之前不知道他的名字 最近在WV做了个兼职才知道 他是WV的老板 什么兼职 拍复古写真 以后不许再去 可话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不喜欢 可话看着他的侧脸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心想 我又不是你的附属品 就算你帮了我 也不能这么霸道吧 再说 你不喜欢和我去不去做兼职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我只是去赚点买车钱而已 他突然转过脸看着他 我帮你去救人 你该知道自己怎么做 做什么 可话突然觉得如梗在喉 过了一会才轻声说 是交易 知道就好 他苦笑了一下 这样也好 总比欠他的好 总该有个期限 期限 你认为多久合适 他看向他 一个月 半年 总不会是一年 你觉得 要多久 才能把张家兄弟的事解决 在这期间 你是选择和我继续交易 还是再去找你的其他朋友 可话不会不懂 他的言外之意 除了他 没人能护得住他 可话看向窗外 时间由你决定 但不能超过一年 陆之战没有说话 靠在座椅靠背上 闭目养神 终于到了城中村 车子七拐八拐 最终停了下来 车内的隔板收了起来 萧一看了看 可话和陆之战 他们的脸上 似乎都没有喜色 这是没谈好 刚子和另外几个人 把他抓的那人 从车上拖下来 直接驾着他 进了一栋楼的后门 可话立刻打开车门 要冲出去 你去哪 他问 我去救佳琪 在车上等着 没有多余的人 在去救你 可话坐回到位置上 紧紧地盯着外面 萧一拨通了 刚子的电话 刚子有时喊一声 电话不要挂断 好的 萧一放了外音 可话仔细地 听着里面的动静 刚子让那人敲门 一会传来里面 问询的声音 谁敲门 二哥 是我 我回来了 开门 你回来了 那女人没为难你 二哥 你快开门吧 一会儿见到大哥 我一起告诉你们 门开了 很快就变成了 各种打斗声 可话突然很担心 刚子他们 他没看到 他们带任何武器 他看向陆之战和萧一 两个人老神在在地 坐在那里 平静得很 似乎这种事 根本不需要费心 过了一会 打斗声停止了 萧一对着手机问 刚子 怎么样 好了 萧一看了眼江可话 还不等他说话 他立刻推开车门 冲出去 飞快地跑进楼里 萧一看了看陆之战 战哥 我下去看看 陆之战点点头 那女人总惹祸 是得去看着点 第58章 抱他 可话跑到楼里 就傻眼了 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哪个房间 索性他大喊出声 刚子 刚子 在这里 刚子打开一扇门 对他说 他几步跑过去 直接窜到房间里 佳琪 佳琪你在哪 别喊了 我在这儿 佳琪有气无力地说 可话循着声音走过去 佳琪正躺在卧室的地板上 旁边一个男人 光着膀子 被刚子带来的人 打倒在地 可话立刻把佳琪拉起来 他的手上绑着绳子 脸上都是巴掌印 头发杂乱地披散着 裤子被推到了大腿上 可话抱住佳琪 大哭出声 佳琪 佳琪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可嗨嗨 别好了 快帮我把裤子穿上 这屋里都是男人 可话赶忙帮他把裤子穿好 又去解他手上的绳子 也不知道这绳子是怎么系的 解了半天也没解开 我来吧 可话回头一看 是萧毅来了 连忙侧身让出位置 萧毅目不斜视 直接蹲下去 解佳琪手上的绳结 佳琪看着他 问可话 他是谁 可话又看了看萧毅 总不能说是陆之战的属下 那佳琪一定会再问 陆之战是谁 他叫萧毅 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男性朋友 男朋友 可话无语了 他都这样了 怎么还有心情在这乱说 萧毅板着一张脸 似乎他们说的 完全与自己无关 绳子解开了 可话把佳琪从地板上拉起来 刚否了一步 他就又坐了回去 可话 我头太晕了 走不了 腿也痛 怎么回事 那孙子把我衣服 被我踢了下身 他气急败坏 打了我的头 还踢了我的腿 我可能有点脑震荡 腿有没有骨折 就不知道了 可话愤恨地看着趴在地上的男人 恨不得再去踢他几脚 让他断子绝孙 你别动 我背你 可话说完便蹲在佳琪面前 拉着佳琪的手 让他趴在自己的后背上 萧毅看看他们 这要是真让蒋老师背着他走出去 战哥高不高兴且不说 真是丢了这一群男人的脸 我来吧 萧毅一边说 一边拉起佳琪 直接一个绅士的公主抱 搭着步子往外面走 可话跟在后面 看着佳琪小鸟一人地靠在萧毅怀里 他甚至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头晕走不了 萧毅有点犹豫 总不能把沈佳琪放到战哥的车上吧 他一向不喜欢和陌生人相处 他抱着佳琪 直接向刚子他们那辆车走去 可话也跟了过去 他帮萧毅一起把佳琪安顿在后座上 萧毅能不能麻烦刚子他们 送我们去下医院 好 刚子他们随后也从楼里面走出来 走到车边一看 后座已经被两位女士霸占了 自己这边还有三个人 怎么做 总不能去老板车上挤 刚子看看萧毅 一哥 坐不下了 萧毅看了看 江小姐 你还是跟我去坐那辆车吧 战哥还在等你 可话刚想找个理由 就听佳琪问 战哥是谁 可话知道他的性子 如果不回答他 他得一直问下去 可话想了想 他是萧毅的老板 求他来帮忙的 哦 那你去那边坐吧 这边确实太紧了 让萧毅和我一起坐就好了 萧毅也是一愣 他还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 敢使唤他的女人 沈佳琪满眼期待地看着萧毅 萧毅 可以吗 一会下车 还得麻烦你再帮我一下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萧毅也不好再拒绝 他对刚子说 刚子 你和江老师一起去战哥车上 保护好他们 我在这边 刚子笑笑 江老师的这位朋友厉害 去了陆之战坐的那辆车 沈佳琪如愿以偿地 把萧毅安排在了自己身边 尽管吃了这么多的苦头 总算有所得 这位帅哥 不就是自己想要的杨刚行男吗 他还带人过来救了自己 这救命之恩 怎么也得报答呀 第59章 越近越好 可话上车 又坐回到陆之战身边 你的朋友 怎么样 他问 可话想了想 除了挨打 应该没有受到侵犯 总算感到的及时 被打了 有点 严重 所以萧毅帮忙送他上车 陆之战没说话 这送人上车 直接留在车上的戏码 还是第一次上演 我一会儿要提前下车 陪他去医院做检查 今天耽误了你太多时间 很抱歉 陆之战转头看他 你们原来的住处 暂时不能回去了 可话点点头 那我们先去住酒店 你觉得酒店就安全了 不是每次都能像今天这么幸运 可话沉默了 突然觉得自己 又无处安放 无家可归了 医院那边处理好 让萧毅送你去我那 至于你的朋友 让萧毅安排吧 可话的心里一颤 去他那 难道从今天开始 就要履约了 陆之战似乎看出了他的疑问 以后刚子会 每天接送你上下班 当然你也可以不上班 这个随你 可话的心一抖 自己这是要成为金丝雀的节奏吗 之前只说交易 没说保养啊 工作赚钱是我自己的事 等眼前的事情平息了 我会搬出去住 但我会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 只是 什么 我爸爸的事 我要查清楚 陆之战笑笑 他就知道 他不会那么好说话 好 一年为期 可话狠了狠心 到了医院 可话下车去找佳琪 刚子送路之战先回去了 可话本想帮忙扶佳琪下车 奈何琪姐早就盯上了萧毅 大友除了他谁服都不行的架势 可话无奈 站在车门边 贴着他的耳朵说 你要干嘛 佳琪对他眨了眨眼睛 你猜 这还用猜吗 他的眼珠子 都快钻进萧毅的肉里了 你别闹 他们不好惹的 我很认真好吗 你啥时候 看到我这么主动过 他们可比之前 那些流氓还狠 你快收心吧 沈佳琪嘟了嘟嘴 收不回来了呀 萧毅看着两个人 一个车里 一个车外的小声嘀咕 他真没想故意偷听 只怪自己耳力太好 江小姐 我们还是快点进医院吧 估计要做的检查比较多 还不等可话回答 佳琪立马说 萧毅 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下 我的腿实在走不了 他一边说 一边轻轻推了推可话 让他站到旁边去 可话一看 七姐今天这是那啥吃秤驼 铁了心了 他让出车门的位置 又看了看萧毅 萧毅懒得浪费时间 直接轻身把佳琪 从车里抱了出来 走向医院急诊 可话无法阻止沈佳琪 只能抓紧时间去挂号 众人在医院忙了两个多小时 沈佳琪做了一系列检查 脑CT 腿部X光 咽血咽尿 好在医院有轮椅 萧毅让属下推着他 楼上楼下的走 否则他这双手臂 早就累惨了 没想到 佳琪真的是轻微脑震荡 改善就可以出院了 可话 我不住院 佳琪看着他 我想回家休息 再说医院也并不安全 万一那些人再来 这次真的太危险了 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悸 自己装成没事人一样 也是为了让可话安心 不那么自责 可话理解佳琪的想法 他转头看向萧毅 萧毅 我们暂时不能回家 还得麻烦 你帮佳琪找个住处 保护他的安全 萧毅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战哥的意思 江老师从不会对自己 发好失令 佳琪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 我不能和你住一起 目标太大 我去其他地方住 佳琪消化了一下这句话 可话有事瞒着自己 不过也好 这样自己 才能继续麻烦萧毅 可话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萧毅 你打算安排我住哪里 佳琪坐在轮椅上 抬头看他 萧毅沉着一张脸 一个江老师就够麻烦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沈佳琪 你想住哪里 他沉声问 当然 离你越近越好 萧毅皱了皱眉 佳琪赶快补了一句 离你近 才安全啊 第六十章 宿舍 萧毅把可话送到了一个高档小区 他给了他一张门卡 上面有门牌号 可话拿着卡站在小区门口 瞅出了很久 萧毅重新回到车上 启动车子 萧毅 你带我去哪 佳琪满眼期待地看着他 他看了他一眼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不会把我卖了吧 他笑着说 不会 那你会留下来保护我吗 佳琪慢悠悠地问 到了那里 会有很多人保护你 这句话越听越不对 因为佳琪挪动了下身体 那里 是哪里 集团安保部员工宿舍 那里最安全 沈佳琪顿时猛了 员工宿舍 不会吧 那自己憧憬的二人共处一室 岂不是彻底没戏了 佳琪想了想 萧毅 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什么 我从小就不喜欢集体生活 员工宿舍就算了 要不你送我去个酒店 实在不行 送我回家也行 你不需要保护了 如果在安全和舒适之间 只能选一个 我暂时选舒适吧 公司名下的酒店怎么样 离酒店进吗 我就住公司宿舍 佳琪冲口而出 安保部宿舍 他们隔壁 沈佳琪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他住宿舍 为什么不早说 非把自己吓回去酒店 他这是故意的 他靠在座椅靠背上 黏黏的不说话 萧毅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 微微勾了勾唇角 最近酒店总满房 不知今天还有没有空房 如果你质疑住酒店 我跟你去住 佳琪突然说 萧毅被他吓了一跳 这么直接吗 他一时进步之该如何回答 他轻声咳了咳 你说什么 佳琪委屈求全 我说我去住宿舍 有没有单间 总不能和一群男人住在一起吧 两人一间 这不太好吧 我是女的 没人敢乱来 你放心 不乱来也不行 那多不方便啊 如果非要两个人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间 其他人我又不认识 太尴尬了 我们也刚当认识 起码比别人时间长啊 萧毅没说话 车子直接开进一个小区 你们公司的员工宿舍 在这么好的小区 嗯 到了地下车库 萧毅打开车门 我抱你过去 电梯就在前面 佳琪点点头 心里笑开了花 萧毅带他去了楼上 这里的确是公司员工的宿舍 特殊的是 只有跟陆之站一起打拼的兄弟 才能住在这里 整栋楼一共六层 十二套 目前还有两套空着 至于安保部的宿舍 确实在隔壁 隔壁那栋楼而已 萧毅看他 这走不能走动 不能动的状态 着实为难 大晚上的 也不方便叫人来照顾他 他用指纹打开一个房间 把佳琪抱进去 放在沙发上 这间房子一直空着 平时有人打扫 你可以放心住在这里 明天我会安排人过来照顾你 佳琪很开心 原来宿舍还可以这么好 堪称五星级酒店的配置 那我今天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要洗澡 洗完澡 还要去卧室睡觉 总不能爬着过去吧 萧毅觉得自己最近一定是气场不对 怎么照顾女人的工作 总落在自己头上 还不得不做 我帮你进去 你洗好叫我 佳琪很开心 好的 谢谢